昭州,第十集,书接上文,林昭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需要他现在就赶回长安,救我七叔性命。 当初郑通去平康方见林家人的时候,林简只让郑通带走了幼子林湛,林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知道自己这个性情刚烈的七叔,有了与长安共存亡的心思。 这个时候,也只有让李旭赶回长安,才有机会把林简带出长安城。 林昭很清楚自己那个七叔的性格。他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属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那种人。 他可以让林昭一家人离开长安避难,也可以把自己的幼子交给郑通,让他带出长安城避祸,但是他自己多半是不会离开的。 虽然朝廷有可能都会从长安整体离开,但是林简还是会有以身殉国的可能。 这位本家七叔,可以说是这几年来对林昭最重要的贵人之一。 而且,两个人之间是同宗同族,在这种关系的前提下, 林昭当然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七叔从长安捞出来。 因此,他只在燕赐城待了一两个时辰,便立刻带人继续北上,大概奔行了一天半左右,来到了幽州的周城祭县。 作为幽州的衙门所在,祭县其实就是幽州城。 到了幽州之后,林昭才看到幽州的城门虽然开着,也有往来行人通过,但是城门处有足足二三十人把守。 往来行人都要经过严密的盘查,才能放行通过。 这些城门口的守军都是青州军。 而且有一部分还是林昭在青州最开始拉起来的那一批青州军。 见了林昭之后,负责守城门地对政变认出了林昭。 他连忙上前,对着林昭攻身拱手,属下见过史军老爷。 这个对政就是第一批青州军,或者说是当初的青州团结兵。 因为他不知道现在应该称呼林昭什么,因此依旧按从前的史军称呼林昭。 林总管挥了挥手之后,有些疲惫地摆了摆手,不用拘礼,陪将军在城里否? 回史军在城里。 如今当初的青州团结兵们只要稍微有点本事地,大多在军中做了小领导。 这人如今也是管着50个人的对政嘛。 回答完林昭的话之后,他便上前帮林昭牵住缰绳,笑着说道, 小的领您去见陪将军。 此时的林总管,因为连续赶路好几天,已经颇为疲惫。 他点了点头,开口道,你带路吧。 这个对政咧嘴一笑,跟手下的那些兄弟打了个招呼, 然后便帮林昭牵马,大踏步地进入了幽州城。 此时的幽州城,街上的行人并不多。 因为前不久,这里还是在康东平治下, 大概在一个月前,裴俭才领着青州军吃下了幽州。 那一战,青州军吃了不小的亏,足足牺牲了一千多个将士。 啃下了幽州之后,裴俭就自然而然地接管了这座城市。 不过一来因为战乱,城里的百姓本身就不多。 二来此时的幽州百姓,不太清楚, 这个刚刚进驻幽州的兵老爷们, 会不会滥杀无辜,会不会烧杀劫掠。 因此大多在家躲着,不敢接上闲逛。 因此,林昭在幽州城中骑马,竟然可以畅通无阻。 坐在马上的林总馆, 看了看城中时不时巡逻的青州军, 低头看向给自己牵马的这个对政。 问道,我大军进城之后,可有欺辱百姓。 这个对政一只手牵着缰绳,回头看向林昭, 另一只手挠了挠头,开口道, 回老爷,因为咱们打幽州,死了不少兄弟。 刚进城的时候,的确有人欺负城里的百姓, 还有两个家伙,强奸了城中的名女。 裴将军知道以后,大为震怒, 一天之内伴了十几个人, 都是当着大家伙的面削了手。 后来,便没有人敢胡作非为了。 说到这里,这个对政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林昭, 小声嘀咕道,要我说,裴将军有些太过严苛了, 兄弟们攻打幽州,也是舍生忘死。 进城之后,即便干了错事, 也不至于就丢了性命, 这是再向林昭埋怨, 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告状。 事实上,青州军,尤其是第一批青州军, 乃是民兵的团结兵出身, 本身不仅军事素质不高,文化水平也很低下。 在他们心里,大抵都是赢者通吃, 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弱肉强食思想。 这是这个时代军队的通病。 康东平为什么可以在短短三年之内, 就全然掌控了范阳军, 有下人不怎么管制,甚至还很放纵, 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以至于那些本身就有强盗思想的底层丘巴, 可以对他死心塌地。 听到这句小声的埋怨, 林昭皱了皱眉头,低声喝道, 这个时候不对你们严格一些, 来日你们便要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这句话,林昭闷哼了一声, 不再说话。 这个对正身子一颤, 也就缩着脖子不再说话。 很快,他就把林昭带到了幽州城的一座大院门口, 坐在马车上的,林昭只看了一眼, 似乎这里应该是原先的幽州刺师傅。 他跳下马车之后, 看了为自己牵马的这个对正一眼, 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对正苦着脸,缩着肩膀, 老爷,属下可没有作恶的心思, 就是为那些被杀头的兄弟。 你没有作恶,在我这里就不会因言获罪。 林次使面色平静,再次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对正犹豫了一下,低声道, 小人王汉,王汉。 林昭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声音低沉, 我记得你是青州团结兵出身, 也就是说你曾经也是青州的农户。 做人,不能换了一身皮, 便忘了自己来自哪里, 忘了自己的本性。 说完,林昭不再搭理这个对正, 迈步走向幽州刺师傅。 这会儿, 裴俭也已经收到了林昭驾到的消息, 他连忙带着青州军的一众中高层将领, 匆匆赶到刺师傅门口, 排成一排, 对着林昭攻身行礼。 末将裴俭, 见过林帅。 末将等,见过林帅, 裴俭身后, 站着包括赵歇在内的二三十人, 这些人都是在青州军里冒头的中高层将领,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也会是林昭麾下的中流砥柱。 林昭看了看这些人一眼, 微笑点头, 朱军顺利拿下幽州, 功不可没, 来日时局顺遂了, 朱军的功劳都会一一兑现。 一群人再一次对着林昭低头行礼, 多谢林帅。 客套完之后, 林昭便迈步走进了幽州刺师府, 裴俭与赵歇两个人跟在他的身后。 黑脸裴俭微微欠身, 低声问道, 小相公, 发生什么事了? 林昭脚步不停, 声音平静, 同关守军被康东平诱出同关, 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同关已经危在旦夕。 裴俭文言先是愣了愣, 然后瞪了大眼睛, 同关守将司马说我认识, 记得此人是个棘手规矩的人, 如何会干出这种蠢事? 他干不出来, 天子却干得出来。 提起这件事, 林昭也是心里冒火, 他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裴俭, 这件事稍后我再跟你细说, 我师兄李旭现在在哪里? 我找他有急事。 李旭公子, 裴俭伸手挠了挠头, 苦笑道, 上个月咱们打季线, 李公子身先士卒, 受了点伤, 眼下正在后院养伤, 说着, 这个黑脸汉子抬头看了林昭一眼, 小心翼翼地说道, 莫将领您过去。 听到李旭受了伤, 林昭眉头一皱, 开口道, 李公子说,不是什么大伤, 不好到处宣扬, 再加上小相公, 你也没有问过, 我们就没有提, 说到这里, 裴俭连忙补充道, 不过您放心, 李公子他受伤不重, 林昭咬牙道, 带我去见他。 房间里的李旭躺在床上, 头发披散, 脸色微微有些苍白, 而林昭与裴俭两个人, 已经站在了他的房间门口。 裴俭把林昭领到门口, 咳嗽了一声, 小相公, 我跟李家人不对付, 我便不进去了。 说到这里,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连忙补充道, 属下虽然看不上李家人, 但是看在小相公的面子上, 可没有难为他, 进了幽州之后, 属下还给他找了个姑娘伺候他呢。 顺着他的话, 林昭往里面看了看, 果然看到房间里, 似乎有个姑娘走动, 于是便回头看了一眼裴俭, 缓缓吐出一口气, 有劳裴书了。 小相公客气, 裴俭黑黑一笑, 开口道, 这个李家人, 与长安城里的那些李家人, 还是不一样的, 最起码打仗的时候, 这家伙真敢冲在前面。 那天打幽州的时候, 我亲眼看见, 这人冲到了人堆里, 要不是我派人把他抢出来, 现在他尸体都凉了。 说到这里, 裴俭伸手比了个大拇指, 难得李家人里, 也出了个汉子。 听到这番话, 林昭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他心里很清楚, 李旭之所以在幽州这么拼命, 是因为他河南府便是丢在他的手上, 这位宋王世子心中有愧。 毕竟幽州是泛阳叛军的老巢, 在这里出一份力, 心中的愧疚便猛少一些。 林昭估计, 他甚至想死在幽州战场上。 想到这里, 林昭回头看了看裴俭, 轻声道, 裴俭先回去吧, 给我准备一间房间, 我一会儿要休息。 这会儿, 林昭实在是已经疲惫不堪, 甚至想倒头就睡, 如果不是还有事情要跟李旭交代, 他现在就想找个枕头躺下。 裴俭点了点头, 对着林昭低头拱手, 属下这就去。 裴俭离开之后, 林昭上前敲响了扮演的房门, 很快就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鬟 过来给林昭开了门。 小丫头抬头看了看形容憔悴的林昭, 窃窃地问道, 这位公子, 你, 您找谁? 我找李师兄。 似乎是听到了林昭的声音, 屋子里很快传来一声, 还算爽朗的声音。 小桓, 快把我师弟请进来。 这个名叫小桓的丫鬟, 听到是自家公子的师弟, 连忙让开身子, 给林昭开了房门, 公子请进。 林昭这才迈步走了进去, 看到正躺在床上的李絮之后, 他自己在房间里寻了个椅子, 搬到李絮床前坐了下来, 先是上下打量了李絮一眼, 然后摇头笑道, 我每天到处奔忙, 忙得像植物头苍蝇一般, 师兄你倒是在这温柔乡里快活。 身为过来人, 林昭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刚才那个小丫头眉目寒春, 很显然已经跟李絮勾搭上了, 李絮皇室子弟天皇贵胄, 能够跟他沾染上关系, 对那姑娘来说也算是一条出路了。 嗨, 李絮半躺在床上, 苦笑道, 一个小姑娘, 情窦初开, 相处久了自然,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便没有继续说下去。 罢了, 不提这些琐事。 李絮抬头看向林昭, 问道, 师弟怎么跑到幽州来了? 说完这句话, 他也认真打量了林昭几眼, 见林昭满脸疲惫, 这位狮子殿下皱了皱眉头, 还是连夜赶路来的, 出什么事了? 林昭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李絮, 问道, 师兄的伤, 无事, 就是断了条腿。 李絮倒是不怎么在乎自己的身子, 很是平静地说道, 已经让大夫接好了, 再养一个月就能下地走路。 说着, 他继续看着林昭, 问道, 三郎你这么急着, 赶到幽州来, 到底是出什么事了? 长安, 要出事了, 林总管叹了口气, 没有隐瞒, 而是把同官大败的事情, 跟李絮说了一遍, 到最后, 这位青州总管无奈苦笑, 如今, 同官已经危在旦夕, 同官既然保不住, 那长安城, 世子殿下半躺在床上, 瞪大了眼睛, 久久没有说话。 长安可能要失守的消息, 对于林昭这种, 曾经在长安生活过的人都是, 一个震撼的消息, 对于崔芷秦那种长安人, 更是让他久久说不出话, 更不要说, 是对李絮这种, 这位李家皇族愣在原地, 许久都没有动弹, 更没有说出一句话, 房间里鸦雀无声, 见他这个模样, 林昭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师兄不要心急, 同官现在还在, 长安那边就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到时候, 朝廷应该可以暂时撤出长安城, 最起码, 大洲国座不会断绝。 听到这句话, 世子殿下眼中终于垂下眼泪, 他几乎泣不成声, 我李家二百年祖庭啊, 长安即将失守, 这对于他这个李家人来说, 当然是莫大的打击, 毕竟长安对于李家来说, 不仅仅是都城而已, 李家历代皇帝, 历代王宫, 大多都埋在长安附近, 假如叛贼占了长安之后, 开始挖掘皇陵, 以及那些王宫陵墓, 那就真是被绝了祖坟了, 见他情绪激动, 林昭默默伸手, 拍了拍他的后背, 轻轻叹了口气, 低声道, 我这个时候, 在青州脱不开身, 这次来见师兄, 本来是想让师兄替我赶回长安去, 三郎, 我立刻就动身回长安, 世子殿下失去泪水, 咬牙道, 我现在就要回去, 林昭看了看他的腿, 默默无言, 感受到林昭的目光, 世子殿下的情绪立刻激动了起来, 我便是爬, 也要爬回长安, 听到他这句话, 林总管叹了口气, 我可以给师兄准备一辆马车, 派一些人护送师兄回长安去, 只是师兄现在的腿伤需要静尿, 沿途颠簸, 他苦笑道, 可能会落下病根, 李旭现在是骨折, 还没有养好, 如果现在强行回长安去, 将来腿一脚可能会毫不利索, 也就是, 变成瘸子, 李旭咬牙道, 三郎现在立刻就去背马车, 我父母妻儿都在长安城, 我就是死, 也要死在长安, 林昭默默点头, 看了看李旭, 继续说道, 我身在青州动弹不得, 还有一件事情, 要托付师兄, 李旭这会儿, 勉强冷静下来一些了,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声音沙哑, 三郎你说就是, 就在刚才, 我走进师兄房里之前, 收到了从长安那边传来的消息, 林昭默默从袖子里取出一份, 大通商号刚刚送过来的消息, 递到李旭手里, 他叹了口气, 同关大败之后, 郑氏唐杨琼等人霸相, 势中曹松病保, 我七叔接了郑氏唐的差事, 开始主持郑氏, 以我对他老人家的了解, 他既然主政长安, 那么有一天长安破城的时候, 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他会与长安城同死, 说到这里, 林昭拖着疲惫的身子站了起来, 对着床上的李旭, 深深意义, 师兄, 我七叔, 代我恩情慎重, 我不能做事, 他死在长安城, 况且, 他老人家也是大洲的公骨之臣, 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死在长安, 请师兄回长安之后, 劝也好, 绑也好, 无论如何, 说到这里, 林总管两只眼睛有些微红, 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哽咽了, 无论如何, 救他一救, 林昭很快就给李旭准备好了马车, 同时还派了三十个精兵骑马沿途护送, 原本是打算第二天早上出发, 但是李旭一刻也等不及, 无奈之下, 林昭只能让人把他抬到马车上去, 李旭的丫鬟小环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还是抹着眼泪跟李旭一起上了马车, 不管李旭如何碾他, 他都坚持不走, 最后, 还是林昭开口给这个小丫头解围, 师兄腿脚不方便, 那些护卫都是粗汉子, 小环姑娘跟着你爸, 李旭这会儿已经被人抬进了马车里, 文言看了小环一眼, 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没有说话便是默认了, 林总管从袖子里取出一包早已经准备好的精子, 递到这个小丫头手里, 小环姑娘, 我师兄一路上就麻烦你照顾了, 这些钱你拿在路上开销, 他腿脚不好, 一路上还要辛苦你, 小丫鬟扭头看了看李旭, 见李旭没有反对, 便两只手接过这包精子, 对着林昭低头道谢, 多谢公子, 交代完这个小姑娘之后, 林昭又看了看随行的一众骑兵, 沉声道, 诸位兄弟, 我师兄腿脚还有伤, 沿途尽量走平坦一些的路, 能慢的时候便慢一些, 这些骑兵大多都是陪俭亲自训练出来的青州军精锐, 文言立刻对林昭攻身行礼, 属下谨尊林帅吩咐, 交代完旁人之后, 林昭看像躺在马车里李旭, 再一次低头抱拳, 师兄, 这一趟委屈你了, 李旭自小习武, 在新潮也是任务官职位, 本身就是个航武之人, 但是这一趟长安之行, 很有可能会给他留下终身的残疾, 因此, 林昭才会说, 委屈了他, 马车上的世子殿下, 缓缓吐出一口气, 声音低沉, 三郎不用挂念我, 我只是一个闲人, 不管是瘸了还是死了, 对都大局都没有任何影响, 相较之下, 他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三郎你在青州的事情, 要比我重要得多, 你经营好青州, 就是在康贼后背狠狠插上了一刀, 有朝一日, 朝廷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 三郎你就是为泛杨叛贼绝目之人, 说吧, 这位世子殿下, 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 挥了挥手, 好了, 天色不早了, 快出发吧, 早一点出发, 便早一点到长安, 他躺在床上, 仿佛在喃喃自语, 要是晚了, 能不能看到长安都不一定了, 林昭长叹了一口气, 对着那三十个骑兵挥了挥手, 好了, 出发吧, 马队缓缓离开幽州赐石府, 几十匹战马护送着李旭, 朝着他心心念念的长安城奔去, 而林昭在送完李旭之后, 精力也差不多耗尽, 他身子一晃, 险些倒在地上, 好在身边的人眼疾手快, 把他搀扶下去歇息, 这一觉, 林三郎足足睡了一天一夜, 两个月后, 李旭的马队终于到达京兆府, 本来他们如果从幽州直线奔长安, 是用不了这么多时间了, 但是如果从幽州往长安入, 那就只能沿着泛阳军东进的路子再走一遍, 沿途必然会碰到很多叛军, 无奈之下, 一行人只能从南边饶了一圈, 最后从南面的摇关进入关中, 进了关中, 也就差不多进入了金兆府的范围之内, 这里原本是天子脚下, 同时也是天下最繁盛之地, 只长安城一城就有一百多万人口, 整个关中人口加在一起, 数量可能会突破千万, 这里是当今天下,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但是很可惜, 眼下同关摇摇欲坠, 金兆府也已经乱成了一团, 时不时有人脱家带口, 一路南下逃命, 进入关中之后, 原本在马车里从来不露面, 也不跟任何人说话的李旭, 终于从马车里露了头, 他有时候会掀开车帘看一看关中的情况, 有时干脆坐在前面驾车, 沿途四下张望, 这个时候, 已经进入了永德四年的秋天, 关中的天气也没有那么炎热了, 不过每当李旭出去驾车的时候, 小桓还是会坐在他旁边, 时不时给他擦汗, 唯一让李旭欣慰的是, 此时关中仍在朝廷的掌控之中, 因为他的腰牌还能顺利从摇关通行, 进了关中之后, 一行人又走了两天, 终于一座大城摇摇在望, 世子殿下坐在马车的前面赶车, 望着前方的雄城, 正正出身,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回过神来, 对着身旁的小丫鬟喃喃道, 小桓, 前面就是长安, 生养我的地方。 小桓是土生土长的幽州人, 没了父母之后, 就被人卖作了丫鬟, 一辈子没有出过幽州, 甚至没有出过季县, 此时看到这样大一座大城, 小丫头也瞪大了眼睛, 这么大?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 又扭头看了看身边的李旭, 轻声道, 比幽州城大了很多倍呢, 这是天下最大的城, 世子殿下声音中带了一些自豪, 我祖祖辈辈都生长在这里, 说到这里, 他突然神色暗淡下来, 恐怕用不了多久, 他便不是我们家的城了, 他们这一路虽然赶路, 但是消息并没有闭塞, 李旭现在很清楚地知道, 铜关那边已经在苦战了两个多月之后, 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可战之兵, 铜关告破, 可能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了, 小桓坐在李旭旁边, 轻声宽慰自家的公子, 公子不要伤心, 实在不行, 咱们还可以回幽州去, 幽州去不了, 便去青州, 我在幽州的时候听说了, 现在青州也成了一座大城, 而且, 青州不怕这些叛军, 很安全, 世子殿下先是愣了愣, 然后哑然一笑, 长安要比青州大得多,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马车已经渐渐靠近了长安城南门, 只见这座南门, 此时被一群假士把守, 严禁任何人进出, 城里, 还有不少人想要从南门出来, 都被这群假士挡在了门内, 世子殿下只是看了一眼这些假士的衣着, 便难难道, 金吾位, 金吾位分设左右金吾, 是十二位之二, 职责是巡查警戒宫中以及京城, 另外也作为皇帝的随从半价, 一般来说, 金吾位是不会来干这种城房差事的, 这个时候, 城门口的金吾位已经发现了李旭一行人, 立刻就有人上前呼喝, 哪里来的兵, 干什么的, 世子殿下默默下了马车, 一蹶一拐地朝着迎面来的金吾位走去, 是的, 两个月下来, 他的腿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但是因为路途颠簸, 终究还是落下了一些残疾, 走到近前之后, 这位坡脚的世子从腰间取出腰牌, 在这个金吾位面前晃了晃, 然后用正宗的观中画, 缓缓开口, 宋王府李旭回京复命, 皇城, 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 缓缓走进太极宫, 太极宫里, 一身紫衣的天子, 正正地看着这个向自己走来的身影, 呆住了, 这个身影, 自然就是李旭了, 过了许久之后, 天子才反应过来, 呆呆地走向自己的堂弟, 他看向李旭的左腿, 愣在原地没有说话, 李旭默默地走到皇帝面前, 陈李旭叩见陛下, 皇帝连忙上手把他搀扶了起来, 然后看着他的左腿, 苦笑道, 老八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陈帝只是瘸了一条腿而已, 无碍, 李旭被皇帝扶着站了起来, 他抬头看向自己的皇兄, 声音沙哑, 陛下, 准备要离开长安了吗? 进了皇城之后, 尤其是进了太极宫, 李旭明显发现, 这座天子寝宫比从前空了不少, 很明显, 皇宫的东西已经被收拾了起来, 这位皇帝陛下已经准备动身离开长安了, 面对自家兄弟的质问, 皇帝陛下张了张口, 竟然说不出话来, 他们两个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是, 李旭从五六岁开始就在东宫陪太子读书, 两个人是正儿气长大的, 后来两人成年之后, 李旭也是不遗余力地替东宫上下奔走, 花费了不知道多少力气, 终于让这位太子殿下顺顺利利地继承了皇位, 后来到了永德朝之后, 当今的天子也说李旭是新朝的第一功臣, 并且让李旭做了禁军的大将军, 两个人不是亲兄弟, 生似亲兄弟, 甚至比皇帝自己的亲兄弟们要亲近得多, 以至于河南府在李旭手上丢了, 皇帝也顶着压力没有降罪于他, 只是把他罢官之后打发出了长安城庇护, 现在, 这个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兄弟, 瘸了一条腿站在自己面前, 问出这句话, 李旭吱吱吱吱地扮上, 竟然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 两久之后, 皇帝陛下长长地叹了口气, 咬牙道, 都怪朕听信了杨琼等人的谗言, 以至于让司马朔和陈燕带兵出关, 所以, 说到这里, 皇帝伸手拉着李旭在太极公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又是一声长叹, 老八, 现在同官眼见就要失守, 朕如果不离开长安, 大周就亡了, 朕暂离长安, 还可以指挥天下的大周将士, 将来总有一天可以打回长安城, 朕如果留在长安殉国, 天下立刻就要四分五裂, 各地诸侯各位齐政, 大周立刻就要不复存在, 说到这里, 李旭也两眼微红, 眼见就要垂下泪来, 朕也是在长安生长, 如何就能舍得离开长安, 但是老八, 情势所迫, 朕也无有办法, 李旭被皇帝拉着坐了下来, 他看着自己的这个皇兄, 声音沙哑, 皇兄, 准备到哪里去? 去西川, 一朝, 李旭叹息道, 林师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原本打算明日一早就离开长安, 动身前往一周, 老八你回来得正好, 变同, 同镇一起前往一周去吧, 一周是巴蜀的核心, 巴蜀一守难攻, 巴蜀难而历来也多一事, 皇帝到了一周, 最起码可以保证安全, 即便康东平占了长安之后, 突然一改从前残暴的风格, 变得勤政爱民, 真的将大周给改朝换代了, 最起码皇帝在西川, 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偏安王朝, 维持个几十年不成问题, 事实上, 历史上很多偏安巴蜀的偏安王朝, 大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听到皇帝的答案之后, 世子殿下沉默许久, 才摇了摇头, 陛下, 请恕臣不能同网半价了, 李循看着自己兄弟的左脚, 神色也有些哀伤, 巴郎, 朕知道, 你心气很高, 不愿意去西川避祸, 但是此时长安城已经很难守住, 与其让咱们家人都留在长安等死, 不如暂且去西川避一避, 皇帝低声道, 还有宋王叔, 宋王爷, 也就是李絮的父亲, 至今仍然健在, 况且宋王府不止李絮这么一个儿子, 李絮还有四五个兄弟, 还有三四个妹妹, 上上下下一大家子人, 听到这里, 李絮也有些动容, 他自己是可以与长安城同死, 但是不可能让自己一家子人都死在这里, 况且他也早已经娶妻生子, 除了父母兄弟姐妹之外, 还有妻儿在长安城里, 这些人, 他都不能让他们留在长安城, 这个时候从李治的角度来看, 跟着皇帝一起逃到西川避难,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从感情上, 李絮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这位世子殿下坐在皇帝对面沉默许久, 最终默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起身对着皇帝深深作衣, 低头道, 皇兄您是大洲的圣人, 您不能陷在长安, 更不能绷在长安, 陈帝支持您离开长安, 前往西川避难, 他刚开始的时候, 说话还很正常, 但是这段话说到末尾的时候, 李絮已经带着一些哽咽了, 皇兄, 祖庭陷落, 陈帝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请皇兄恩准陈帝留在长安, 与长安成贡生死, 李絮说的责任是丢失洛阳, 丢失河南府的责任, 皇帝陛下沉默了, 在这个问题上, 他没有资格做出回答, 李絮跪在地上, 对着皇帝叩手, 哽咽不止, 皇兄放心, 我大洲国运还在, 将来一定能夺回祖庭长安, 只希望皇兄将来光复长安之时, 能给陈帝立一个衣冠种, 陈帝变知足了, 说着, 这位很是伤心的李家宗氏, 擦着眼泪从地上爬了起来, 对着皇帝拱手作别, 然后一瘸一拐地离开太极宫, 出了皇城内城之后, 又慢慢朝着郑士堂走去, 因为他走路不方便, 宫里的小太监便想着上来搀扶于他, 但是这位世子殿下统统拒绝, 很是固执地朝着郑士堂一瘸一拐地走去, 原本不是很长的路, 他走了近半个时辰, 终于, 这位世子殿下来到了郑士堂门口, 此时, 守门再也不负从前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 这里曾经是大洲权力最集中的地方, 也是大洲陈泉的巅峰, 不要说入郑士堂拜相, 就是能在这个院子里走一走, 在长安城里也大有光彩, 但是此时, 除了守门的金吾卫之外, 郑士堂里竟然看不到一个人了, 世子殿下亮亮呛呛地走进郑士堂, 在郑士堂里左看右看, 没有看到一个人, 终于, 他推开了平时宰相们在郑士堂里办公的工房, 工房里有七八张桌子, 这七八张桌子, 平日里很少坐满人, 一般都只有五六个人有资格坐在这里, 而此时, 这八张桌子就只有一张桌子后面, 还坐着一个头发几乎全白的中年宰相, 李旭抬头, 看向这个中年人顿时泪眼婆娑, 忍不住哭出声来, 林诗, 静郑士堂到现在, 短短几年的时间, 这位林相头上几乎就已经全是白发了, 尤其是他被霸相之后重新起伏, 主政长安的这两三个月, 头上的头发几乎白了一半, 此时, 原先郑士堂里杨琼之流已经被下于问罪, 而曹松则是一病不起, 听说已经成科难遇, 而另外一个宰相也是诈病在家, 此时原本有五个宰相的郑士堂, 竟然只剩下了林检自己, 当然了, 这个时候不止郑士堂这一个衙门, 京城里各个衙门都没有剩下多少人了, 甚至昨日早朝震动昭中的时候, 赶来上朝的长安官员只有不到十个人, 李旭离开长安的时候, 林检头上还只有星星点点的白发, 此时见到头发灰白了大半的老师, 这位世子殿下顿时泪如泉涌, 他亮亮腔腔地走进班房, 贵夫在地上, 哭泣不止, 林师, 林检的经历, 在主政之后短短两个月内大量消耗, 这两个月的时间让他仿佛老了十年一样, 此时的他, 原本正在批阅今日送到郑士堂的文书, 以及置顶具体的西撤战略, 听到了李旭的声音之后, 他放下了手中的毛笔, 低头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李旭, 这才连忙放下毛笔, 起身把地上的李旭扶了起来, 他上下打亮了一眼李旭, 声音中满是沧桑, 殿下, 何时回的长安? 怎么这样狼狈? 此时, 李旭因为神情激动, 头发有些散乱, 衣衫也有些不整, 看起来的确有些狼狈, 李旭被扶了起来, 游自泪流不止, 林师, 弟子只离开长安几个月, 如何就变成了这个模样? 听到他这个问题, 林检沉默了一会儿,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当时我与曹相二人立主固守同关, 但是圣人要挽回颜面, 将我二人先后罢相, 我们实在是挡不住圣人。 说到这里, 他看向李旭, 神色有些遗憾, 可惜那是殿下, 你不在长安城, 殿下是圣人最信任的兄弟, 如果殿下在长安, 应当可以劝一劝陛下, 最起码能拖一段时间, 谁也劝不住他。 李旭神情有些黯然, 崔相身为尚书仆业, 都被他驱死了, 您是帝师, 曹相也是老宰相了, 你们尚且劝不动他, 被先后罢相, 弟子在长安有什么用处。 这位世子殿下, 此时情绪已经低落到了极点, 弟子身上还有罪言, 那时候如果身在长安还要上书, 恐怕要被丢进宗府大牢了。 说到这里, 他神情气愤, 咬牙道, 早知今日, 当初还不如。 他想说的是, 当初还不如不帮他争这个皇位, 但是这句话, 毕竟太过大逆不道, 李旭始终没有能够说出口。 林俭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从桌子上拎起茶壶, 给李旭倒了杯茶水, 放在了他面前。 殿下从青州回来, 我家三郎, 现在如何了? 李旭双手接过茶水, 喝了一口之后, 看了看神色疲惫的林俭, 颇有些唏嘘地说道, 不瞒林师, 三郎他在青州, 弄得非常不错, 提起青州, 世子殿下看向东边的方向, 神情复杂, 如今三郎手下, 少说也有两三万可占之兵了, 而且三个月前, 他就占了幽州, 此时可能已经吃下了整个泛阳九州, 幽烟之地浸在他手里, 用不了多久, 他手底下就能有五万人以上的兵力。 世子殿下悠悠地说道, 到这个地步, 朝廷除了名分之外, 几乎没有给他任何助力, 都是他自己慢慢拉起来的, 也就是说, 这些兵力他可以如臂之使。 这个时候, 李旭情绪已经平复下来不守, 他抬头看着林俭, 缓缓说道, 弟子从幽州回来之前, 曾经与三郎详谈过, 三郎说泛阳叛军穷凶极恶, 无恶不作, 这样不得鸣心, 早晚会落得个落败身死的下场。 说到这里, 李旭低声道, 如果三郎说的是真的话, 那么他的青州军将会在其中起到大作用。 世子殿下看向自己的老师, 勉强一笑, 那时候, 林师家里恐怕要出一个青州王了。 听完李旭的话, 林俭坐在原地, 有些出神。 两久之后, 他才叹了口气, 开口道, 难为那孩子了。 在越州的时候, 我便看出来他不仅聪慧, 而且在即便之上远胜于我, 将来肯定会成气, 没想到他能这么快在青州做大。 林俭看向李旭, 苦笑道, 说来殿下可能不信, 当初三郎执意要离开长安去青州认识的时候, 便跟我说, 范阳迟早必返, 他早点去地方, 以后还能为朝廷做点事情。 林俭这番话, 其实是经过加工的。 当初林昭跟他说的是, 康东平迟早造反, 他到地方上去, 可以积蓄一点自己的势力, 将来在关键时候, 能护住身边的人以及整个越州林氏。 如今的林昭, 果然已经有能力护住身边的人和越州林家了。 想到这里, 袁达公心里不由有些唏嘘, 自己的这个哲儿, 的确比自己厉害不少了。 我信, 世子殿下苦笑道, 林师现在就跟我说, 三郎他是神仙托士, 我也是信的。 林师, 你是没有去青州看过? 三郎他离开长安到现在还不到两年时间, 如今, 他已经全然是一个青州节度使的模样了。 说着, 李旭看向自己的左腿, 沉声道, 弟子这条腿, 就是跟他麾下的将军一起打幽州的时候, 落下的伤。 林检刚才没有注意李旭走路的姿势, 文言微微皱眉, 殿下无碍罢, 无碍, 就是缺了条腿。 见林检大皱眉头, 李旭很是洒脱的笑了笑, 看向自己的授业老师, 开口问道, 林师, 您明日会跟陛下一起离开长安吗? 听到这个问题, 林检先是愣了愣, 然后缓缓摇头, 在长安, 还可以让长安维持秩序。 我要是跟陛下一起走了, 长安城立时就要大乱, 到时候, 不光是进军将士, 就是长安城里的百姓, 也会跟着受难。 林检说完这段话, 抬头看着李旭, 默默地说道, 东旭你, 既然回来了, 明日便跟着圣人, 一同到西川去吧。 东旭是李旭的婊子, 林检没有称呼他为殿下, 而是直接称呼婊子, 便是想用老师的身份, 命令他明日跟着皇帝一起离开。 袁达公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你回来了, 我也能放心把妻儿交托给你, 让你带他们出长安。 林检一家四口人, 如今只有幼子林站, 被正通给早早地带出了长安。 发气林夫人还有长子林墨, 现在都还在长安。 听到这里, 世子殿下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看向林检, 然后深深作依。 林师, 弟子在幽州之时, 三郎千叮您万嘱咐, 要弟子一定保护好您的安全。 正是堂里, 师徒两个人面对面而坐, 彼此之间都有些唏嘘。 短短几年时间, 天下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的起因, 都是来自于当年先帝与经上之间的父子相宜。 而那场夺敌之争中, 他们师徒俩就是最坚定的太子党。 甚至就是, 他们这些太子党, 把现在这个皇帝扶到地座上的。 当时, 谁都能看得出来, 太子殿下颇为平庸, 将来即位之后, 最多也就是个守城之君。 而林简与李旭这些太子党, 都很坚定地认为, 大周现在疆土稳固, 一个守城之君足够了。 谁想到, 这位在即位之前表现还算不错的太子殿下, 在即位之后, 不仅展现了自己平庸的一面, 甚至到了昏庸的地步。 更要命的是, 先帝朝给他遗留了康东平这么一个大麻烦。 假如没有康东平, 北边的边幻也没有严重到要爆发的地步, 这位皇帝陛下最多就是一个爱造房子, 有些昏庸的皇帝。 有林简有李旭还有杨琼这些太子挡在巢里, 他安安稳稳地做完这一任天子,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 来势汹汹的范阳君与应对失措的皇帝陛下, 共同造就了现在这个几乎已经无法处理的局面。 袁达公低头捋了捋自己的胡须, 默然道, 国家逢此大难, 总要有人出来承担一些责任, 现在曹相病亡, 另外几位宰相则是霸的霸, 逃的逃, 正是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不留下来主持长安, 还有谁留下来, 总要有人留下来的, 曹松那个无胆的老物。 听到这句话, 世子殿下来了脾气, 怒骂道, 论资历, 他比林师宁要老得多, 平日里太平无事的时候, 是他在正式堂主持正式, 如今局面无法收拾了, 便要林师宁一个人坐在正式堂。 说到这里, 李旭闷哼了一声, 咬牙切齿, 那老家伙病得, 林师宁便并不得, 林简微微皱眉, 他伸手拍了拍李旭的肩膀, 摇了摇头, 莫要胡说, 当日, 我与曹象一同入宫, 得到同关大败的消息之后, 曹象便当即昏厥在地上, 太医说, 险些没有就回来, 他如今躺在病床上, 几乎到了弥留之际, 决然不是在家装病。 说到这里, 林简叹了口气, 苦笑道, 当日我在太极宫里, 也是心神俱阵, 好在我还算年轻, 勉强承受了下来。 现在长安城里, 只有我这么一个宰相, 我不在长安, 谁在长安? 谁在长安, 您都不能在长安。 李旭抬头看向林简, 暗自咬牙,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只要同关破关, 谁在长安都守不住, 您留在长安, 长安城便能雇若金汤了。 林简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缓缓说道, 朝廷总要给长安百姓一个交代,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是言下之意很简单, 他林简就是朝廷给长安百姓的交代。 此时, 长安城里的人口实际上已经大量流失, 从两三个月前, 同关大败开始, 就有大量的长安权贵以及百姓外逃, 如今长安城里的人口, 只有从前鼎盛时期的十至四五了。 但是这些人, 是不能在这个时候统统放出长安的, 必须要等到皇帝安全撤离之后, 才能放开城门, 让这些百姓暂时撤离长安城, 不然让他们跟皇帝一同出城, 说不定乱起来, 连皇帝都会被冲散在乱民之中。 世子殿下声音低沉, 要给长安百姓交代, 也是应该我们李家人留下来做这个交代。 他抬头看向林简, 缓缓吐出一口气, 我答应过三郎, 要让您安全离开长安城, 您要是死在了长安, 叫我如何跟三郎交代? 听到这句话, 林简有些意外, 他看了李絮一眼, 轻声道, 什么时候, 殿下需要给三郎交代了? 今非昔比, 世子殿下面色严肃了起来, 林氏您没有去过青州? 您不知道青州现在是个什么模样? 他缓缓说道, 弟子在青州待了一段时间, 又在幽州待了一段时间, 亲眼看到, 三郎麾下的势力, 几乎一天一个模样。 弟子离开幽州的时候, 三郎在幽州就有超过一万兵力了, 再加上他在青州, 帝州, 苍州的兵力, 少说也有两三万人。 而且这个数量, 每天都在增加, 现在两个多月过去, 我都说不出, 三郎手下现在有多少人。 世子殿下声音低沉, 继续说道, 范阳叛军即便占了长安城, 想要回试范阳,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按照三郎现在的发展速度, 那个时候的青州总管府, 天知道会有多少兵力。 假使将来能够平定康贼, 到时候三郎他, 必然会成为割据一方的大人物。 说到这里, 李旭看向林简, 悠悠地说道, 以我这么多年跟三郎的接触, 他这个人, 似乎对朝廷谈不上忠心耿耿吧。 林简张了张口, 但是没有说话, 他比李旭更了解林昭, 在他看来, 林昭不是对朝廷不忠心, 而是对黄泉没有什么崇敬之心, 他在长安城的时候, 每日进出功成也是毕恭毕敬, 但是那是畏惧黄泉的威严, 对黄泉几乎没有什么崇敬的心思。 林简数次与他闲聊, 提起李州皇室的时候, 林昭的态度都很是随意, 似乎有没有皇室, 或者皇室信不信礼, 都跟他没有太大干系。 看着林简的表情, 李旭顿了顿, 继续说道, 三郎他的家小都不在长安城, 林诗宁就是他在长安唯一的牵绊了, 如果林诗你也死在了长安城, 天知道三郎他将来, 对朝廷会是一个什么态度。 这一次, 林简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他沉声道, 我了解三郎, 他无论如何不会变成第二个康东平。 李旭缓缓摇头, 声音沙哑, 林诗变成康东平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三郎他并不是康东平, 康东平所部一路烧伤抢掠, 恶事做尽, 肯定是不得民心的。 而三郎他到了青州没几个月, 就被青州当地人称为林青天, 此后他的势力迅速扩张, 青州军所到之处, 对当地的百姓都是秋毫无范, 而且他接管之后, 做得比先前的衙门更好。 说到这里, 李旭看向林简, 笛声道, 林诗以为三郎他比康东平如何, 林简默然无语, 许是因为同宗同族的原因, 这位当朝唯一的宰相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替林昭分辨了一句, 三郎他至今做的事情都是在对朝廷尽忠, 殿下不可以一测对他下这种论断, 我没有对三郎下论断, 李旭神色有些黯然, 他低头道, 时局如此, 弟子对三郎是没有任何恶意的, 回长安的路上, 弟子也曾想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想了想, 假使我李州的国运真的进了, 天下真的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 那么, 李旭抬头看了看林简, 声音沙哑, 那么三郎总比康东平要好得多, 因此, 为了林诗您自己的身家性命, 也为了我李州国运能够在场一些, 甚至为了天下苍生, 世子殿下站了起来, 对着林简深深作一, 声音诚挚, 无论如何, 林诗也要跟随朝廷一同撤离长安城, 您要是不在了, 黄兄太一个人到西川, 便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林诗尚在, 朝廷到了西川, 勉强也还是个朝廷, 李旭说到动情处, 又红了眼睛, 请林诗念在弟子, 念在三郎, 念在亲人与大洲国座, 天下苍生的份上, 明日一早, 与陛下一同离开长安城, 听到这里, 林简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这位头发已经花白大半的中年宰相, 不知道思索了多久, 才哑着嗓子, 开口道, 我, 考虑考虑, 时间慢慢流转, 很快, 就到了晚上, 这天晚上, 长安城里四下寂静, 但是皇城内城之中, 却是灯火通明, 因为这个时候, 足足有三十几辆马车, 停在皇城之中, 帮着皇帝搬家, 要搬家的, 除了皇宫之中的贵重务事之外, 更重要的是, 皇帝的儿女, 以及后宫嫔妃们, 当今皇帝酷爱带房子, 不怎么好女色, 但是即便如此, 他登基这么些年, 后宫也有二十多个妃嫔, 有三四个儿子, 以及五六个女儿, 这些儿女之中, 有一半都很是年幼, 没有办法下地走路, 年纪最大的皇长子, 却是在东宫之时, 生下的, 此时已经十二三岁了, 皇宫之中东西繁多, 再加上宫里的工人们, 也只剩下十之三四, 收拾起来很是麻烦, 他们从晚上一直收拾到第二天凌晨, 才把该带的东西, 带了得七七八八, 最让人唏嘘的是, 当今的皇帝陛下, 也在凌晨的时候爬了起来, 亲自赶去太庙, 跪在太庙里, 磕了半个时辰头, 最终把太庙里祖宗们的牌位, 统统请了出来, 准备带到西川去,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长安城如果沦陷了, 这些东西留下来, 也只会被那些叛军侮辱, 甚至可能会被丢进柴房里, 当柴火给烧了, 皇帝这个时候, 自然没本事带走长安附近的那些地灵, 只能退而求其次, 把这些祖宗牌位请到西川, 跟他一起南巡了, 皇帝陛下李巡, 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用一个个木盒子, 把祖宗牌位装好, 带出太庙的时候, 这位皇帝陛下, 哭得稀里哗啦的, 好不伤心, 最终, 在这天凌晨, 大洲的第十七位皇帝李巡, 带着自己的妻儿老小, 以及三十多辆马车, 被两万进军护卫, 敲咪咪地出了长安城, 是的, 他没有通知城中的百姓, 毕竟前几天, 这位皇帝陛下还扬言, 自己准备御驾清征, 收拾同关的那些叛军来着, 这个时候, 他自然是没有脸面, 跟自己的子民, 说他已经跑了的事实, 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 长安城与李家主迈很近的宗士们, 像是宋王陈王之类先帝的兄弟们, 这都被通知到了, 谢谢人家, 也是偷偷摸摸准备好了行李, 在这天凌晨, 敲摸摸地跟着皇帝一起, 从西门离开了长安城, 等皇帝陛下的龙驾, 正式离开长安之后, 这位大洲有史以来, 第一次因为逃难离开长安的皇帝, 回头看了长安城一眼, 神色复杂, 正当这位皇帝陛下伤感的时候, 突然看到, 一起从长安城里飞奔出来, 慢慢追上了大部队, 离得近了, 才看到这匹大马上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两个人, 其中一个似乎昏睡了过去, 被摆在马匹之前, 人事不醒, 马匹近了, 李旭才看清是自己的堂弟李旭, 他连忙下令停下龙驾, 等候李旭的到来, 李旭走近之后, 因为腿瘸的原因, 颇为狼狈地翻身下马, 然后回头把马上一个已经昏睡过去的中年人, 放在了皇帝面前, 他跪在地上, 声音沙哑, 陛下, 臣弟给您把灵师带来了, 请陛下带灵师一同前往西川, 天子看着躺在地上人事不醒的灵简, 苦笑道, 老八, 灵乡这是怎么了? 灵师执意不肯离开长安, 臣弟久劝不动, 便给他下了药, 将他强行绑了过来, 说完这句话, 李旭再一次低下了头, 沉申开口道, 陛下, 您到了西川之后, 仍然是要重建朝廷的, 而朝廷不可以无相, 有朝廷在, 您到了西川之后, 还仍然是我大洲的天子, 如果没有朝廷, 您到了西川之后, 不过是一个逃亡之人, 本来听到这句话, 皇帝应该是十分愤怒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皇帝没有生气, 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挥了挥手, 来人给灵相还有他的家人准备一辆马车, 与我们一同走, 他刚说完, 就有司工台的人照办了, 说完这句话, 皇帝又看向李旭, 问道, 老八你也随郑同去罢, 现在的长安, 守不得了, 李旭低头道, 陛下, 陈师洛阳, 已经是天大的罪过, 再无言面对列祖列宗了, 请陛下许我, 留在长安守城罢, 坐在龙架上的皇帝,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堂弟, 沉默了许久, 在这一刻, 他这个皇帝陛下, 分明感觉到了羞愧, 就在李州皇族打包离开长安, 前去西川逃命的时候, 同关之外的范阳军, 趁夜对同关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此时, 同关之上的守军, 只剩下不到一万人, 而且几乎人人带伤, 同关副将王奔, 站在关城之上, 私生力吼指挥军队, 可是他喊哑了嗓子, 也没有能抵挡住这些边军如狼似虎的进攻, 最终, 在苦战了两个时辰之后, 同关终于破关, 这座关中的东大门, 抵挡住了叛军近半年的进攻, 先后有十几万人, 为大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到了第二天凌晨, 同关守军几乎死伤殆尽, 一身黑衣的康大将军, 带着自己的兄弟康东来, 以及自己的十来的义子, 站在同关之上, 意气风发, 他伸手指着长安城方向, 声音狂言, 打进长安城, 活捉李皇帝, 在他身后, 不知道多少浑身浴血的范阳军, 齐声高喊, 声音如同滚滚雷霆, 打进长安城, 活捉李皇帝, 青州城, 忙碌了好几个月的林总管, 终于忙里偷闲, 得了一些闲控, 眼下他麾下的青州军, 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原先的泛阳九州全境, 各地的征兵练兵, 以及梁道, 都已经成熟, 而经过他几个月的忙活, 现在青州总管府下属的文官体系, 虽然依旧不健全, 但也已经勉强能用, 总的来说, 他林三郎的这个青州小朝廷, 已经堪堪成行了, 不管是当官还是做生意, 当摊子足够大的时候, 老板就不用再亲力亲为了, 现在的林昭就是这样, 经过他几个月的忙碌, 青州总管府已经初步迈入正轨, 以后的他, 只需要在关键时候决定大方向, 以及在某些地方做出微调就行了, 因为如此, 此时的林昭终于有了一些, 能在总管府后院喝茶的闲暇时间, 此时总管府的后院, 当然不止他一个人,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看起来30岁左右的道士, 穿着一身淡紫色的道袍, 先锋道骨, 看起来如同神仙中人一般, 同样穿着一身素色道袍的崔芷晴, 使弟子李站在这道士的身后, 这道士, 自然就是玉珍关那位朝廷清风的赵天师了, 赵天师当初应林昭之请, 来青州传道, 本来林昭也只是要借用他的名头, 在青州盖个道观, 然后把崔姑娘留在青州, 不曾想, 这道士到了青州之后, 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 竟然不愿意走了, 放着长安天师的美差不去干, 竟然就真的在青州的玉珍关分罐里, 安心住了下来, 这座玉珍关分罐建成之后, 赵道士就来找林昭讨名字, 林总管出于促侠的心思, 就给这座分罐取名叫做知首罐, 于是赵天师就留在了青州, 做了青州知首罐的罐主, 这位赵天师名气不小, 在青州住下来, 对林昭还是有些好处的, 比如说, 他的名气给青州引来了不少名士到访, 林昭还从这些名士里抓了些人做官, 林昭到了青州, 说明青州是上天庇佑之地, 在青州城里住下来的百姓们, 也因此安下了心, 此时, 这位知首罐罐主便坐在林昭对面, 手里提着一颗白子, 久久没有落下去, 两个人在下吴子齐, 围棋, 林昭自问没有什么天分, 但是下吴子齐他还是很有一套的, 这么些年来他对战过的人当中, 也只有谢旦然与崔子勤两个人, 侥幸赢过了他, 赵天师很显然与林昭齐力相当, 一颗白子捏在手里, 久久没有动弹, 一旁观战的崔子勤, 好几次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忍住了没有开口, 终于, 赵天师手里的白子落下, 他抬头看向林昭, 忽然问道, 林公子, 平道今日听说, 同关已经破关, 叛军打进关中了, 是也不是, 林总管落下黑字, 点头N了一声, 我前几天便收到了消息, 破同关已经是十天前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 康东平估计已经打到长安城下, 甚至有可能进长安了, 林昭神情平淡, 在刚收到消息的时候, 他也是心中一阵, 颇为担心长安那边的情形, 只不过很快, 他就收到了李续密送到青州的书信, 说林昭安然无恙地离开了长安, 从那之后, 林昭便放心了不少, 他的家人现在都不在长安, 只要林昭一家人也离开长安, 那么, 整个长安城里, 还能够让他牵挂了, 也就剩下物本方的国子健, 以及安人方的油泼面皮了, 国子健已经没有办法保全, 至于油泼面皮, 只能随缘罢, 赵天师又落下一子, 笑着问道, 炭花狼便不着急, 我急什么, 林昭伸手在棋盘上, 落下了一个绝杀的棋子, 然后笑呵呵地看向赵天师, 就算着急, 也不该我着急, 再说了, 青州距离长安足有两千里, 我着急也无用, 赵天师意味深长地看了林昭一眼, 突然呵呵一笑, 恐怕炭花狼心里, 还有些期盼长安破城罢, 胡说八道, 林昭一边落下活四, 一边笑骂了一句, 也学那些到处嚼舌根的泼皮一般, 以己心夺人心, 平白无故被骂了一声泼皮, 还输了一局棋, 赵天师也不生气, 只是笑着说道, 当初与炭花狼一起到行阳送老丞相归家的时候, 平道便看出炭花狼与常人大不相同, 如今看来, 平道那时候果然没有看错, 他上下打亮了林昭一眼, 微笑道, 炭花狼有王侯之相啊, 再胡说, 便把你抓起来, 丢进青州大牢里去, 林昭撇了撇嘴, 不再搭理这个四下招妖撞骗的道士, 而是站了起来, 伸了个懒腰, 好了, 我这里还有些事情, 今天就不留天师师饭了, 改天我亲自到只手棍去, 与天师手谈几句, 赵天师也站了起来, 微笑道, 到平道的地方去, 那可就不能再下连珠奇了, 要下围棋才成, 林昭没有再搭理他, 而是让人送客了, 送走了赵天师之后, 崔子晴却没有离开, 而是静静地陪在林昭身边, 微笑道, 师父他围棋也不是如何厉害, 回头我教三郎几个套路, 便一定能赢他, 懒得跟着老骗子计较, 林昭对着崔子晴笑着说道, 六娘不是说, 修道只是修着玩的吗, 怎么还真败这家伙做师父了, 崔子晴面色严肃, 轻声道, 师父精通三教, 很厉害的, 林昭哑然一笑, 没有再跟他分辨下去, 两个人行走在总管府里, 突然崔子晴好像想起了什么, 小声问道, 三郎, 前些日子, 郑家叔叔到青州来, 是不是跟你说, 要把林夫人他们接过来, 他说的郑家叔叔, 自然就是正通了, 林昭点了点头, 是有这么回事, 舅父准备把我家人接到青州来, 崔子晴恩了一声, 便低着头没有再说话了, 而林总管则是默默叹了口气, 不过我拒绝了, 崔子晴有些恶然, 为何, 三郎你不是许久没有见他们了吗, 因为青州不太安全, 林总管微微低眉, 轻声说道, 至少, 咱们要正面抗过一次范阳军的进攻, 青州才算是真正安全下来, 听到这句话, 崔子晴心情有些复杂, 他轻轻低头, 又嗡了一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与崔子晴说了几句话之后, 林昭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回头对崔子晴说道, 六娘, 有一个故人今日到青州来, 我得去见他一见, 崔子晴看了看林昭, 问道, 长安来的? 林昭摇了摇头, 微笑道, 你多半不认的, 与崔子晴说了几句话之后, 林昭便回自己房间, 换了一身衣裳, 带了三四个护卫, 离开了总管府, 他来到了青州的南门, 迎接一个许久未见的故人, 在青州南门等待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之后, 终于一辆马车, 缓缓走进林总管的视野, 这马车的驾车之人, 是一个面色白净, 看起来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 正是林昭的故友, 同时也是他的死忠寒参, 寒参见林昭等在这里, 连忙下了马车, 对林昭低头拱手, 民工, 林昭笑着跟寒参打了声招呼, 然后看向他身后的车厢, 笑着问道, 人在里面, 寒参点了点头, 在里面, 林总管这才看向马车的车厢, 笑着问道, 殿下, 还认得我否, 马车的车帘缓缓打开, 一个面色有些发黄, 年纪与林昭相仿的年轻人, 从里面探出了头, 这人上下打量了林昭几眼, 然后对林昭瞪大了眼睛, 我认得你, 当年就是你跟我说, 我已经死了, 这人说话, 已经带了一些难方口音, 不负从前的观中腔调, 他撇了撇嘴, 对林昭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你都把我弄死这么多年了, 干什么又来找我, 他的表情很是不爽, 不爽中似乎又带了一点臭屁, 这个人叫李继, 几年之前被林昭偷偷送出了长安城, 交给了韩餐远走他乡, 然后社会性死亡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这个人的的确确已经死了, 只不过没有死透而已, 这是当初林昭应成先皇帝的事情, 他也照着先皇的意思去办了, 当时的林总管, 全然没有再见这位六皇子的念头, 为了保密, 他自己都不知道六皇子被送到了哪里去, 但是现在, 这位六皇子似乎又有些作用了, 于是一个多月前, 林昭就找到了韩餐, 询问这位六皇子被送去了哪里, 疑问之下, 林昭才知道, 他当年被韩餐带出长安之后, 就送到了南边的明州去, 韩餐在那里陪他待了一个多月, 花钱给他弄了个明州的户口, 又置了个小院子, 寻了个生计, 之后留下了一点钱之后, 就回长安帮林昭打理生意去了, 算起来, 这位六皇子在明州已经有差不多四年了, 他与林昭近乎同岁, 可能是因为在明州吃了些苦头, 这会儿不仅身材很瘦, 而且面色也有些微黄, 很显然, 这位六皇子这四年时间在明州过得并不好, 难得的是, 这四年时间里, 明州那边没有任何人看着他, 他竟然也没有离开, 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在明州待了四年, 不过想来也不奇怪, 这四年时间里, 天下都是他那个皇兄的天下, 他有明州的户口, 还可以在明州安心生存下去, 但是如果想要到外地, 就要开具录影, 一不小心给查到跟角, 立刻就要小命完完, 因此, 这位很惜命的皇子殿下, 老老实实地在明州待了四年, 林昭看着眼前的这位皇子, 眯着眼睛笑了笑, 不是我让你活, 是你那两个舅舅把你变活了, 说着, 林总管看了看四周, 淡淡地说道, 咱们屋里谈, 李继皱了皱眉头, 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看了看与自己身高仿佛的林昭, 撇了撇嘴, 话说清楚,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林昭有些诧异, 范阳君起兵造反差不多一年了, 你不知道, 李继低着头, 缓缓吐出一口气, 听说了一些, 不过我住在镇子里, 只灵心地听到了一些消息, 没有细问, 林总管笑了笑, 开口道, 我在近视备好茶了, 咱们进去谈, 两个人边走路边说话, 林昭回头看着这个衣裳破旧的同龄人, 有些诧异地说道, 记得那时候, 我让韩餐给你带去了整整一千罐钱, 这些钱虽然不足以让你变成什么豪富, 但是至少, 也能让你过几年富裕日子, 怎么才四年时间, 就弄成了这个模样, 李继的母亲是康贵妃, 是素特人, 素特人算是胡人的一只, 因此, 康贵妃天生就皮肤白皙, 进宫之后, 才受了先帝的宠幸, 当初林昭见到这位六皇子的时候, 他也是面目白皙, 到现在只四年时间过去, 他就变得形容狼狈, 而且穿着也十分简陋, 李继撇了撇嘴, 一千罐钱哪里够用, 我花了两三个月便花完了, 林昭无奈摇头, 当时, 这位皇子殿下, 是骤然从天皇贵宙沦落为普通百姓, 大手大脚的, 花钱习惯自然, 还没有改过来, 以至于足够一个三口之家, 过上一辈子的一千罐钱, 只几个月时间就被他挥霍一空,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便走到了青州总管府的近视, 林昭率先迈步走了进去, 李继犹豫了一下, 也跟了进去, 两个人在近视之中落座, 林昭给这位六皇子倒了杯茶水, 缓缓说道, 大概一年以前, 你舅舅康东平在范阳举气造反, 此时已经打到了金兆府, 即将打进长安城, 一个月前韩餐去明州找李继的时候, 范阳君还在同关苦战, 再加上那个时候, 他在明州没有什么消息来源, 但是不是如何了解, 此时骤然听闻范阳君即将打进长安城, 这位皇子殿下吓了一跳, 打,打到长安去了, 林昭缓缓点头, 看向李继,声音低沉, 范阳君便是打着你的名号造的反, 此时, 洛阳城中还有另外一个李继, 是你两个舅舅凭空变出来的李继, 李继闻言, 瞠目结舌, 久久没有说话, 林总管看着眼前目瞪口呆的六皇子, 摇头道, 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按理说已经人尽皆知了才对, 为何你竟然一副全然不知的模样, 你们做官的, 哪里了解民间的事情, 李继白了一眼林昭, 撇了撇嘴, 我每天要为了生计忙碌, 没有工夫去打听这些跟自己无关的事情, 林昭看了看六皇子, 微微皱眉没有说话, 他也是在镇子里长大的, 自然知道镇子里的消息虽然闭塞, 但是这种震动天下的大消息, 不可能没有人谈论, 多半是李继刻意逃避关于朝廷的消息, 才会像现在这样, 对于范阳叛军的事情一无所知, 林昭看着李继, 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笑着说道, 如果范阳军打进长安城, 那么你估计很快就会登基称帝了,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到长安当皇帝? 少来, 与林昭说了一会话, 李继已经恢复了一些旧式的长安口音, 他看着林昭, 低声道, 他们若是真的为了我才造反, 当初我被假死, 送出长安的时候, 他们就应该起兵了, 如何会在三年后才开始动作? 况且, 他们如果真的要迎奉我为天子, 便应该到处寻我, 而不是凭空变出来一个我, 可能是因为在民间待了几年, 这位皇子殿下反倒懂得了不少人心事故, 此时我到长安去, 即便真的当了皇帝, 估计没几个月就要抱病而亡, 说着他抬头看向林昭, 问道, 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现在是什么官职? 是大州的官, 还是范阳的官? 林昭, 青州行军总管, 林昭笑呵呵地看向李济, 开口道, 大州的官, 正琢磨着, 怎么弄死你那两个舅舅呢? 那你找我做什么? 李济再一次撇了撇嘴, 开口道, 眼见我跟镇里的小洛姑娘, 轻视就要定下来了, 莫名其妙被你的人带到了这里来, 说到这里, 这位六皇子, 眼珠子转了转, 低哼了一声, 这样吧, 你赔我, 嗯, 赔我五百贯钱, 再把我送回去, 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便不与你计较了, 最近一段时间, 这位皇子殿下, 看上了镇上的镇花小洛, 不过因为极其贫穷, 被女方家长赶出去好几次, 正在苦恼如何搞钱的时候, 韩餐就过来寻到了他, 并且强行把他带到了青州来, 此时的六皇子殿下, 已经没有了什么野心, 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搞到足够的钱, 回去跟小洛姑娘成亲, 然后生一大堆孩子, 看着李济颇有些纯真的神情, 林昭微微摇头, 恐怕不行, 见林昭拒绝得很干脆, 这个李家的老六眨了眨眼睛, 小心翼翼地说道, 那, 二百罐, 经历过几年的草根生活, 他已经充分体验到了钱的力量, 对于钱的单位也有了概念, 即便是二百罐钱, 也能很好地改善他的生活了, 不是钱的是情, 林昭看向这位六皇子, 微笑道, 是你现在, 必须要留在青州, 哪里也不能去, 凭什么, 李济有些愤怒了, 他直接站了起来, 怒视林昭, 四年前, 是你们跟我说我已经死了, 我连反抗都没有反抗, 便乖乖地去死了, 在明州这几年, 别人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都只能跟别人, 说我自己姓陈, 叫陈继, 李济已经听你们的话, 乖乖地死了四年了, 他有些愤怒地看着林昭, 我现在是陈继, 我只想争取取到小洛姑娘, 然后再平行镇安安生生地过一辈子, 哪里都不去, 你们凭什么不肯放过我, 见他情绪有些失控, 林昭站在一旁冷眼旁观, 没有说话, 等李济发泄完了之后, 林总管才缓缓说道, 首先, 当初先皇下令, 让你假死出京, 是为了护住你的性命, 不然你四年前就会死在长安, 连那个小洛姑娘的面都见不着, 其次, 如果不是你那两个舅舅造反, 你当然可以在明州安安生生地过一辈子, 就连我也不会知道, 你去了哪里, 但是现在不行, 林总管面色平静, 淡淡地说道, 你这个李济, 被康家兄弟给附生了, 所以, 你就不能再继续待在明州了, 至于你说的那个小洛姑娘, 我会派两个人去明州替你提亲, 该花多少钱, 我会给你花, 如果他愿意跟你, 我也让人把他接到青州来, 你们就在青州过日子, 李济站在原地, 愣住了, 他知道自己根本无力反抗眼前的这个同龄人, 想到这里, 这位李六郎苦笑了一声, 开口道,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带到这里来, 我对你根本全无用处, 皇兄已经四位四年了, 即便他被赶出长安城, 也依旧是天子, 再说了, 即便皇兄他不再是天子了, 你想自己立一个新天子, 父皇还有不少子嗣, 你去随便寻一个就是了, 干什么来寻我, 李济看着林昭, 硬着头皮说道, 我现在是天底下最大的反贼, 你就算想在青州迎奉天子, 也不应该来寻我, 林总管看了看李济, 忽然咧嘴一笑, 殿下看事情居然这样通透, 难得, 事实上, 他说的一点都不错, 范阳君起兵造反, 就是用他李济的名字去造反,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六皇子李济靠着自己两个舅舅的兵力, 要打进长安城争夺地位, 他是当今世上实实在在的最大反贼, 既然这个名头已经闻名于世了, 便很难消除, 即便以后康氏兄弟覆灭, 烟消云散了, 朝廷向天下人证明, 说康东平身边那个六皇子是假的, 这个真的六皇子, 也很难再有四位的资格, 况且, 他的生母康贵妃是胡人出身, 他身上还有一半胡人血统, 只凭这个, 那些朝臣也不可能让他登上地位, 就像李济自己说的那样, 如果林昭想要自己迎奉一个天子, 干携天子而令诸侯的事情, 那么随便从先帝的子嗣里寻一个, 也会比他李济好用得多, 事实上, 林昭把他从明州接到青州来, 也不是为了让他当皇帝, 更不是为了给自己弄个傀儡牵线完, 通透个屁, 沾染了很多世锦气息的礼迹, 现在比以前粗俗了不少, 他不屑道, 这些事情, 镇子上卖鱼的赵大娘子都能看得出来, 他看向林昭, 犹豫了一下之后, 开口道, 这位, 林大人, 我现在对你基本上全无用处, 你还是把我放回明州去吧, 我跟你保证, 我这辈子都只会是陈界, 绝对不会在心里了, 你回不去了, 林昭面无表情, 淡淡地说道, 把你捧到地座上的难度, 与造反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会去干, 只不过康东平愿意这么去干, 而且他已经干成了, 我估计, 范阳君很快就会打进长安城, 林昭看向李济, 缓缓说道, 打进长安之后, 如果康东平已经登上地位, 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想在这里, 我就给你安排一个生计, 你想回明州, 我就送你回明州, 可是如果康东平想装装样子, 暂时把范阳君里的那个, 你捧上地位, 那么你就有了大用处, 拿的也去不了了, 康东平进京之后,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自然就是, 他自己登上皇位, 然后向世人宣布, 天下一姓, 改朝换代了, 这个做法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二百年李州, 已经深入人心, 况且, 即便是, 被他赶出长安的皇帝李循, 也并没有对百姓, 做出什么天大的恶事, 因此, 他只要宣布这件事, 天下人必然群起而攻之, 到时候, 康东平必然会面临举世皆敌的处境, 正面赢过了这些敌人, 他便是新朝的开国太祖, 将来奉享太妙, 享用无数香火, 只不过这种难度, 实在是太高了, 第二种, 先把自己的外甥捧上地位, 然后他在长安另建一个大州朝廷, 这样就可以用朝廷的名义, 对天下各地下令, 如果有碰到抗命不尊的, 便可以用朝廷的名字, 起王师征伐之, 这样几年时间下来, 朝廷的王师把那些不听话的势力, 统统打消干净, 天下的局势相对成熟的时候, 康东平再演一出戏, 让帝座上的天子善位, 这样改朝换代, 难度就会低很多了, 按照林昭对康东平的了解, 他本人肯定是想选第一条路的, 但是情势所迫, 他大概率还是会选第二条路, 也就是, 把自己的那个外甥, 先捧到皇位上去, 然后再缓缓涂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林昭手里的这个礼祭, 就走了天大的用处, 将来局势逆转, 可以着手评判的时候, 林昭只要亮出手里的这张底牌, 康东平的政权合法性, 将会直接荡然无存, 而康东平的行为, 也会成为一场这儿八经的造反, 不再是现在明面上看到的, 这个李家珠子内斗的局面, 所以, 这个礼祭对于林昭, 是有大用处的, 尤其是, 这个人绝对不能被康东平给找到, 如果被康东找到了, 那么天下的局势, 将会彻底失控, 再也无法预估, 以后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李季呆呆地坐在林昭对面, 他有些不可置信, 我, 当皇帝, 不是你当皇帝, 是李季当皇帝, 林总管呵呵一笑, 殿下, 如果想去长安, 我现在就可以送你去长安, 让你与你那两个舅舅相认, 李季脸都黑了, 他很清楚, 虽然自己那两位舅舅, 现在可能风光无限, 但是对于他来说, 现在离那两个舅舅越远就越安全, 况且这个时候, 眼前的这个什么青州总管, 多半不会愿意放自己离开青州, 他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 我已经不想着去放什么皇子了, 让我当的百姓也不成吗, 实话实说, 这位六皇子殿下的命运, 到现在为止, 完全是由他人摆弄的, 四年前, 他还是长安城里一个龙金虎猛的皇子, 因为皇储之争, 莫名其妙说, 死便死了, 而他也从一个皇子, 变成了明州平行镇的一个平民百姓, 他花了四年时间, 好容易接受了, 自己已经变成了百姓的事实, 六皇子李继居然从坟墓里爬了出来, 死而复生, 于是, 这位皇子殿下又被凌昭派人, 从明州接到了青州, 几年时间, 他没有办法替自己做一点主, 不成, 凌昭面色平静, 缓缓说道, 你身在帝王家, 自然不能事事如意, 你且安心待在青州, 静等旧事, 假如将来泛杨之乱顺利平定, 你身上这个六皇子的身份, 便会失而复得, 到时候你也算对堪乱有功, 哪怕当不了皇帝, 不管李家任何一个宗室登上地位, 最起码, 一个郡王的爵位是少不了你的, 林总管淡淡地说道, 届时不要说一个小洛姑娘, 十个小洛姑娘也是有的, 我不要十个, 李继有些生气了, 他咬了咬牙, 怒视林昭, 我就要这一个小洛姑娘, 林昭也站了起来, 双手背在身后, 打亮了几眼这个李家的同龄人, 见他神情执拗, 林昭没来由地想起了当年在越州城里, 出见谢戴然的场景, 于是乎, 这个亲自一代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沉默地一会儿, 缓缓说道, 好, 你写一封给小洛姑娘的信交给我, 我会再派人去明州去, 尽量帮你把那个小洛姑娘接过来, 林总管声音低沉, 钱我会尽量多地给, 但是如果人家死活不来, 那就是不愿意跟你, 你们两个人之间也没有缘分, 懂了吗? 听到这里, 李继有些心虚, 老实说, 他虽然经常见小洛姑娘, 但是两个人之间最多就是互有好感, 远没有到确立关系的地步, 他本人在明州, 小洛姑娘家里都没有答应, 写封信过去多半没有太大作用, 一千贯? 这位六皇子伸出了一根手指, 咬牙道, 你带一千贯去明州, 带我向小洛姑娘求亲, 他家里若是还不应, 那就是没有缘分, 我以后也不再提此事, 看着李继的表情, 林昭微微摇头, 一千贯钱, 在这个时代, 可以娶二三十次亲了, 买丫鬟恐怕都可以买上百个, 真带这么多钱去, 便不是去求亲, 而是去买人, 住在镇子里的人家, 即便有钱, 也不会有钱到哪里去, 一千贯钱买一个姑娘, 成功的几率很大, 林昭只微微沉默了片刻, 便点头答应, 好, 我应你了, 说到这里, 他转身走出这间近视, 我给你安排了房间, 今后你就暂住在我的总管府里,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让下人领你回房间吧, 说吧, 他迈步走了出去, 没有回头再看李继, 走到了自己的书房之后, 还没有走进去, 就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汉子, 站在自己门口, 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书, 神色颇为恭敬, 这是林昭的贴身护卫赵成, 当年他从南阳赵家寨里, 带出来的三十个人之一, 见到林昭之后, 赵成连忙上前, 两只手把文书递到林昭面前, 声音有些低沉, 相公, 长安, 他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长安, 于六日之前破城, 康东平的范阳军, 已经占领大半经兆府, 即将迎奉黄六子礼祭, 在太极宫即位, 听到这里, 林昭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说话, 他默默地伸手接过这份文书, 眼角抽搐, 知道了, 林昭说完这句话, 默默推开自己书房的房门, 走了进去, 这个消息, 并不是什么意外的消息, 从收到同关破关的消息之后, 林昭就知道, 长安城早晚守不住, 但是当他真正看到长安破城的消息之后, 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激荡, 他虽然算是在世为人, 但是却是真真切切在这个世界活了二十来年, 一点一点长大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他也是土生土长的周人, 从小在东湖镇在越州城的时候, 他就一直听说长安城的事情, 听说长安城如何如何繁华, 如何如何兴盛, 甚至当年他跟着林检一起前往长安的时候, 心情也十分激动, 后来到了长安之后, 林昭曾经不止一次地在长安城里闲逛, 不止一次地在安人坊吃老崔家的油泼面皮, 如今, 这座天下雄城, 一主了, 虽然这份大通商号的情报上, 写的只是轻飘飘的几个字, 但是作为青州总管, 并且已经跟范阳君交过手的林昭, 从这份情报里, 看出的是累累白骨, 是血流飘处, 自范阳君抵达河南府到现在, 只大半年时间, 范阳君与禁军的伤亡人数, 就超过二十万人, 再加上军中民夫, 以及老百姓的伤亡, 恐怕范阳君造反以来, 也有过百万人死在了这场动乱之中, 此时长安城里, 不知道多少人头滚滚, 林总管坐在自己的书房里, 摊开这张大通商号送过来的情报, 一边看, 一边默默发呆, 两久之后, 他才把这份情报收了起来, 看向前方, 难难低语, 难得再世为人, 为什么不是他娘的盛事啊, 大洲是有盛事的, 开国的前一百年, 都可以算是里洲的盛事, 如果林昭生在那个时代, 凭借着超越同时代人的眼界见识, 以及另一个世界的知识, 他可以舒舒服服, 痛痛快快地活一辈子, 娇妻美妾应有尽有, 但是很不走运, 他生在了大洲开国二百年之后的现在, 又好巧不巧地碰到了康东平造反, 如今长安城已破, 天下已然大乱了, 一个收拾不好, 长安城破城, 就是乱世开篇序幕, 而他林昭, 已经成为这场乱世之中的重要角色之一, 想到这里, 林昭默默起身, 把情报收在了自己的袖子里, 来到了总管府的后院, 牵了一匹马, 翻身上马, 他的几个亲卫立刻牵马, 跟着林昭一起出了总管府, 从总管府的摊子铺开之后, 林昭的个人安全也就成了问题, 因此, 他从青州军里, 领选了一匹精锐, 一共有五十多人, 作为他的亲卫营, 平日里贴身保护他的安全, 照成, 就是这个亲卫营的老大, 此时, 这个亲卫营的老大, 骑马跟在林昭身后, 低头问道, 相公, 您这是要去哪? 林昭勒紧缰绳, 声音带了一些沙哑, 去军器署, 军器署, 是林昭到青州之后, 新建的第一个机构, 确切来说, 是他救人都团练使之后, 在原先制造火药的那批人的基础上, 构建的一个新机构, 当初林昭刚到青州的时候, 为了快速发展城市, 开始扩建青州城, 与此同时, 用各种渠道, 吸引能工巧匠进入青州, 当时跟着建成的, 有木匠和石匠, 以及给当时还是团结兵的青州军, 制造武器的铁匠等, 尤其是在泛阳之乱爆发之后, 各地又有不少人涌入青州, 林昭刻意把这些人之中的工匠, 统统留了下来, 而那些没有什么大用的, 便送去了青州其他四县, 因此, 青州最不缺的, 就是工匠, 就任督团练史之后, 因为要快速扩张军队, 林昭便在青州, 成立了这么个军器署, 最开始, 这个军器署的主要任务, 是帮着青州军制造武器, 以及甲州, 但是随着林昭势力的飞速扩张, 再加上幽州那种, 边州有很详尽的武器制造体系, 因此, 青州的这个军器署, 中心就从生产, 变成了研发, 简单来说, 就是实验林总管的一些奇思妙想, 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的的确确是奇思妙想, 但是在林昭眼里, 就是宝贵的发展经验, 比如说, 林昭在几个月前, 就让军器署开始制备的火冲, 火冲, 又称火筒,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金属制备的管子, 先在管子之中装上火药, 再填装石弹或者箭矢, 到后期, 甚至能够发射铅弹, 火冲又分为单人手持的手冲, 以及手成, 或者船用的碗口冲等等, 火冲发展到一定程度, 杀伤距离可以到50米, 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仅可以用来守城, 更可以用来进攻了, 而林昭, 就是想要把这个最简单的火器, 给复刻出来, 火枪那种东西, 需要的条件太过复杂, 他这个文科生也一无所知, 能够系起来一个火冲, 便已经很了不起了, 因为林昭舍得花钱, 军器署里, 现在足足有上百个匠人, 大多都是木匠铁匠, 偶尔也需几个石匠, 火冲这东西制作起来并不复杂, 早在一个多月前, 军器署便弄了出来, 问题是, 他们弄出来的这东西, 杀伤力远没有到达林昭的要求, 因此, 林昭不止一次地来到军器署, 让他们改进版本, 苦恼就苦恼在, 他这个文科生, 对于这些军工类的东西, 可以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因此, 也只能指明一个大概的方向, 然后摸着石头过河, 军器署被林昭放置在了青州城南的一个大院子里, 这里是青州的新城区, 住满了工匠, 本来这种东西最好是放在城外, 这样也能起到保密的作用, 但是现在青州军还没有与泛阳军正面交锋过, 将来也很有可能要聚城而守, 因此, 现在的城外不是如何安全, 林昭只能把这些重要的东西放置在城里, 很快, 他们一行七八个人就到了军器署门口, 这个军器署原先是好几座大宅子, 被林昭强行征用之后改造了一番, 里里外外除了有数百名工匠之外, 还有一百多个青州军把守各个入口, 整个青州集团除了林昭之外, 其他人到这里来都要有总管府的守令, 见到林昭之后, 门口的青州军守军立刻对着他躬身行礼, 见过林帅, 十来个人一起对着他低头, 声音齐整, 这些人都是青州军里的精锐, 军事素质相比普通青州军要高出不少, 所以林昭才把他们安排到这样重要地方守门, 林总管对着他们点了点头, 然后副手走了进去, 静止来到了军器署的后院, 在一处工坊里, 寻到了一个正在悄悄打打的大胡子壮汉, 从寒参到青州之后, 青州的后勤工作多半都是他负责的, 军器署也不例外, 整个军器署的行政管理工作是寒参在负责, 但是具体的技术问题, 却是眼前的这个大胡子在负责, 这个大胡子, 信言名列是当初第一批到青州的匠人, 也是当初负责给青州团结兵打造兵器的匠人之一, 正是那个时候, 他从许多匠人之中脱颖而出, 慢慢成为了青州工匠的头领, 简单凌昭之后, 严烈连忙放下了手里的铁锤, 在自己的钱筋擦了擦手上的黑灰, 对着凌昭低下了头, 使君老爷, 青州城里大大小小的人物, 对凌昭的称呼都不尽相同, 比如说, 最早跟着他的赵家寨那批人, 就称呼他为相公或者小相公, 而在他任青州刺史时期跟着他的, 就会称一声使君, 再往后的人, 可能就要称呼一声林帅或者民工吗? 严烈看了看他在锤打的东西, 是一个筒状的铁器, 他上前把这东西拿起来观摩了一番, 开口问道, 这就是新弄出来的东西, 严烈点了点头, 开口道, 使君吩咐之后, 我便召集了鼠里的师父们, 一起商量如何改进这东西, 咱们一百多个人一起琢磨的好几天, 弄出了十来个不一样的东西, 只有这个能打得最远, 他指着严烈手里的这个铁筒, 开口道, 我在后院试过了, 这东西填装铅蛋的情况下, 最远能打到十丈左右, 说到这里, 严烈犹豫了一下, 开口道, 再有就是火药问题, 从前几个月开始, 咱们青州便不怎么生产火药了, 火药都是帝州那边送来, 如果火药的威力能大一些, 这个距离还能再远一点, 听到这里, 林总管微微皱眉, 火药的威力自然是可以再大的, 只不过, 那样需要进行火药提纯, 以林昭的知识水平没有办法进行, 即便能够摸索出来, 时间上恐怕也来不及, 十丈, 林昭在心中盘算了一会儿, 三十米的射程, 而且每一发都需要填装一次, 这种级别的武器真正用在战事上, 最大的用处还是手程, 当然了, 有了三十米的射程, 这种单兵的手冲已经可以用在战斗中了, 毕竟大明时期火冲的射程也不过五十米而已, 那还是火冲发展了一二百年的结果, 这东西虽然不能完全取代弓弩, 最起码已经可以作为一样新式武器, 用在战场之中了, 想办法再改一改, 林昭看了一会儿之后, 把这个火冲放在原地, 开口道, 改到月底为止, 到了月底之后, 就按最新的火冲量产,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开口道, 从今天开始, 军器署的师傅们每人月钱提高一贯, 无论是哪个师傅, 只要能把火冲的射程提高一账, 变上一百贯钱, 在另一个世界里, 火器在明朝时期就已经相当成熟, 以及在军中普及了, 只是那个时候, 军中制度糜烂, 制作火器的匠人师傅待遇太差, 被客扣工钱不说, 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因此, 明军的火器质量极差, 而一些富商, 则愿意花费钱财, 去雇佣这些火器匠人制作火器, 因此, 到了明朝中后期, 一些江南富商家中火器的质量, 是要远超军中的, 而拥有前世经验教训的林昭, 自然不会重蹈覆辙, 事实上, 从青州扩建新城开始, 他对这些匠人的待遇变极好, 一些优秀的匠人, 当时就能拿到三四贯钱一个月, 后来军器署组建, 林昭再一次提升了这些匠人的待遇, 将这些匠人, 从分为三级到一级, 并且制定了升级的标准, 顶尖的一级匠人, 能够在军器署, 拿到十贯钱一个月的月薪, 只一个月的工资, 就几乎相当于青州军基层匠士一年的军饷, 当然了, 基层的三级匠人, 一个月也就一贯钱左右, 因为高薪高待遇, 这些军器署的匠人, 每个人都很有热情, 许多人为了升级提升待遇, 拼了命地提升自己的手艺, 同时, 因为高薪酬的原因, 不只是军器署的匠人热情高涨, 外面的人也都想法设法地, 想要进入军器署做事, 有些人还去走寒餐的门路, 都被这个冷面的青州后勤大管家, 一一拦了下来, 有了这个制度, 林昭手下的这个军器署, 在短时间内会活力十足, 如果他将来能够在青州, 弄出一套成体系的人才培养系统, 尤其是匠人培养体统, 再教他们一些基础的科学知识, 以及思维逻辑, 那么可以预见的是, 最多十年, 最多十年, 青州的军器署里, 将会涌现出一大批人才, 同时也会涌现出一大批引领这个时代的人物, 但是很可惜, 十年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林昭等不了十年, 长安的康东平, 现在更等不了十年, 现在的林昭, 只能想尽一切办法, 尽快提升青州军的战斗力, 好让自己, 以及自己刚弄出来的青州总管府, 正是在东海一带站稳脚跟, 因此, 他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火冲的问题, 跟严烈交代了火冲的事情之后, 林昭突然想起了什么, 回头看向这个满身汗水的大汉, 开口道, 在有一件事, 月底确定火冲的样式之后, 以后便尽量造规格等同的火冲, 千弹的大小也尽量统一, 这样用起来便会好用许多, 这个时代最麻烦的东西, 就是标准化, 因为没有现代模具, 更没有机床, 只靠冶炼以及手工断打, 很难弄出两个真正一模一样的东西, 不过该要求的, 还是要要求, 总不能之后同样一颗铅弹, 能塞进这个火冲却塞不进另外一个, 这样就会麻烦许多, 也会影响这东西的武器化进程, 反正现在康东真正回头攻打范阳, 还需要最起码大半年时间, 林昭还有一些时间来发展青州的武器, 缺什么东西, 就跟韩餐提, 林总管声音平静, 不管你们要什么, 只要合理, 我都会想办法给你们弄到, 大师傅严烈连忙低头, 多谢使君, 小人都记下了, 因为出身工匠, 这些匠人们心里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自卑的, 即便是做了匠人们的头头, 严烈依旧还是自称小人, 林昭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严师傅, 你们可不是什么小人, 有朝一日, 你们会是天下最为值得称道的大人物, 说着, 林昭跟他闲聊了几句, 又是查了一番军器署的武器制造进度, 在军器署呆了整整两个时辰, 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军器署, 临走之前, 他看向严烈, 开口道, 严师傅, 火冲的事情尽快定下来, 定下来之后, 我还要从青州军里, 抽调出来一批少年人, 专门训练火冲, 火器现代化, 不光是有这个武器就成, 还需要具体的人去操作, 大明就有专门负责火器的神机营, 而林昭的青州军里, 将来也要有一个神机营, 而且火器的发展, 也需要这些真正的使用者, 来给予一些实际使用上的意见, 严烈微微低头, 开口道, 使军放心, 月底之前, 军器署一定给使军一个最后的结果, 林昭点了点头, 这才上马, 回到了自己的总管府, 这个时候, 已经是下午接近傍晚了, 林昭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只见一身道袍的崔芷晴, 正坐在书房的一张桌子后面, 右手捏着一支探笔, 正在计算一些什么, 以前的崔芷晴, 只是青州的帐房先生, 但是现在林昭的盘子大了, 算上裴俭刚拿下的几个州在内, 现在直属林昭总管府管辖的州郡, 就有七八个, 视力范围的增加, 他这个帐房先生的工作, 也就日益繁重, 每天都要把各地送来的大量树木计算出来, 交给林昭过目, 见林昭走了进来, 他放下手中的探笔, 看了看林昭, 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三郎去哪里了, 怎么一天都没见你回来, 林昭摇了摇头, 搬了把椅子坐在了崔芷晴对面, 他看着眼前这个笑容甜静的大眼睛姑娘, 微微叹了口气, 六娘, 五间收到消息,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缓缓开口, 范阳叛军, 已经打进长安了, 崔芷晴愣住了, 对于每一个大州子民来说, 长安城都是他们心中天下的中心, 是大州二百年的都城, 没有哪个州人听到这个消息, 能够真正无动于衷的, 一直到手中的探笔吊在桌子上, 这位清和崔氏的嫡女才反应过来, 他看向林昭, 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不奇怪, 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先前同关破关的时候, 三郎便说过, 长安城早晚破城, 只是到现在终于破城而已, 说到这里, 他看向林昭, 问道, 那长安的文武百官呢, 都跟着皇帝一起躲到西川去了吗? 没有,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树到胡孙散, 哪有那么多忠心耿耿的臣子? 同关大败之后, 便有许多官员或者告病返乡, 或者干脆偷偷离开长安, 等皇帝离开长安的时候, 京城里的官员只剩下了十只二三, 真正跟他一起逃到西川的, 估计实不存一,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皇帝带了五万进军逃到了西川去, 这会儿估计已经入川了, 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他们才能够在西川站稳脚跟, 那三郎你呢? 崔芷晴一边整理手中的文书, 一边看向林昭, 问道, 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呵呵, 林总管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我可是大周的头号忠臣, 自然要与朝廷一起堪乱平叛, 恢复国都了。 长安城, 太极宫里, 一身黑甲的康大将军, 坐在太极宫的地座上, 微微抬着头, 满脸落三胡的他, 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 但是隐隐可以看出神态骄傲, 而他的兄弟康东来, 此时就站在旁边, 对着自己的兄长拱手低头, 低声道, 大兄, 我军已经全然控制住了长安城, 那些乱民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到今天为止, 范阳军已经进入长安十天了。 李州王朝毕竟有二百年时间, 早已经深入人心, 因此, 这十天时间里, 长安城有不少议事, 想要欣赴大周, 他们开始在长安各处, 埋伏刺杀范阳军的高层, 甚至还有好几波刺客, 要刺杀康东平本人。 不过这十天时间, 在长安城生活了多年的康东来, 带人用鲜血把长安城上下统统洗了一遍。 此时的长安对于范阳军来说, 的确没有什么隐患了。 坐在地座上的康东平眯着眼睛, 点头N了一声, 然后问道, 找到阿子了吗? 兄弟俩始终都记得, 他们还有一个姐姐在长安。 先前他们还在范阳的时候, 就想过各种法子, 要把自己的姐姐康贵妃接出长安。 但是很可惜, 在魏中之后, 长安的戒备森严了不少, 尤其是康贵妃这人很是重要, 一两年时间里, 范阳的人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把康贵妃带出去。 听到这句话, 康东来脸上的表情有些黯然, 他再一次低头道, 大兄, 找遍了长安, 也不曾找到阿子, 小弟抓了几个宫里的人审过, 他们也说不知道阿子去了哪里, 我猜想, 多半是被李家那个小皇帝带出了长安。 听到这句话, 康东平皱了皱眉头, 没有说话。 见自己兄长皱眉头, 康东来先是缩了缩脖子, 然后突然对康东平跪了下来, 透手道, 阿兄, 现在咱们已经娶了长安, 甚至已经占了整个经兆府, 李州国运以忠, 请阿兄登基四位, 建立新朝霸。 康东来这番话, 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更是许多范阳君高层的想法, 毕竟, 只要康东平当了皇帝, 他们这些人, 就都成了从农的功臣, 到时候, 个个都会成为王公贵族, 风漆印子, 全部都不在话下。 而康东平一旦当了皇帝, 康东来这个皇帝的亲兄弟, 便会成为新朝的第一个王爷。 看到自家兄弟跪在地上劝劲, 地座上的康东平, 先是皱了皱眉头, 然后扭头看向坐在太极公下手的一个中年文士, 开口问道, 庄先生意下如何? 这个中年文士, 姓庄明上字重貌, 明经出身, 中了明经之后, 因为力不选是屡次不重, 没有办法在朝廷当官, 后来就投奔了康东平, 慢慢成为康东平手下的第一谋事。 当初康东平造反, 便是此人力劝, 如今范阳君成功打进了长安城, 此人在范阳集团的地位自然又跟着水涨船高, 隐约已经是范阳集团文官之中的第一人。 听到康东平的问话, 这位庄先生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问道, 在下想问大将军, 大将军是想在长安城里逍遥快活几年, 便灰溜溜地跑到关外去, 还是想真正在长安城里成就地业? 康东平微微皱眉, 先生此话怎讲? 如果大将军只是想要逍遥快活几年, 那这事就简单了, 大将军明日就可以建国登基称帝, 在长安城里逍遥快活个三五年, 便是死了也不亏了。 说到这里, 装上微微低眉, 继续说道, 如果大将军是想要真正成就地业, 此时便绝对不能登基称帝, 而是要扶持咱们军中的那位六皇子登基, 康东平文言微微皱眉, 如果他军中的那个礼记, 当真是他的亲外生, 这个时候他也不会考虑太多, 直接便会点头把礼记捧上地位, 再徐徐途之, 偏偏泛扬军中的那个六皇子, 只是他从贝州随便找的一个少年人顶替冒充的, 要他把地位拱手让给一个陌生人, 康东平内心有些无法接受。 他看向庄上, 声音低沉, 先生继续说, 庄上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有了李家的皇帝, 那么李州的国座就还在, 大将军可以借着这个在长安的李皇帝, 去慢慢收拾那个已经逃到了西川去的李皇帝, 而如果大将军这个时候自己登基称帝了, 很快就会成为天下公敌, 到时候四面围攻之下, 我泛扬天兵也抵挡不住太久。 庄上默默起身, 对着康东平低头行礼, 开口道, 大将军, 手里握着一个傀儡皇帝, 便不用站出来给别人当靶子, 况且, 此时天下未定, 大将军也可以借着这个李皇帝的名义, 去收服或者消灭这些力量。 听到这里, 康东平明显来了兴致, 他端起酒杯, 摇摇敬了庄上一杯, 陈生道, 先生的意思是, 这天下还是李州的天下, 现在自然还是。 庄上微微低头, 开口道, 大将军, 咱们虽然占了长安城, 但是四面八方都还是李州的臣子, 北边有朔方节度使骑士道, 以及河东节度使王府, 西边还有北亭节度使, 西面有剑南节度使等等。 他看向康东平, 陈生道, 大将军, 突厥已经远没有几十年前的那种痕迹了, 北边骑士道王府与突厥人的战事, 打下去, 很快这两个人就能抽出手来。 李皇帝去了西川, 那么剑南节度使那边的兵力, 多半也会被他抽掉去, 西川一手难攻, 对于咱们来说也是一件麻烦。 他顿了顿, 继续说道, 除了这几处敌人之外, 东边的青州灵昭, 也成了我大军的祸患之一。 庄上面色严肃起来, 笛声道, 大将军必须借着朝廷的力量, 或者打压, 或者拉拢, 只有解决了这些力量, 大将军才好从容登基。 康东平若有所思的点头道, 以庄先生之见, 应该如何解决这些人? 连拉带打。 庄上很显然早就准备好了副稿, 文言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用朝廷的力量给这些人一些好处, 他们愿意投奔朝廷自然更好, 不愿意的话, 也用好处暂时拖着他们, 等大将军的力量足够了, 再一点一点收拾他们。 康大将军若有所思, 庄先生能否说得具体一些? 简单来说, 就是以朝廷的名字, 先给那些领兵之人封王、封侯, 最起码让他们短时间内, 不至于起兵攻打长安。 装上面色平静, 开口道, 比如说北庭节度使, 朔方节度使, 河东节度使, 这些手中握有重兵, 都可以给一个王爵, 他们要与不要, 大将军的态度要给到。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继续说道, 还有那个青州的林昭, 朝廷也可以给个王爵。 林昭? 康东平皱了皱眉头, 看向这个自家手下的第一谋士, 缓缓皱眉, 那个林昭原先只是青州刺史, 李寻前驴继穷之后, 才死马荡火马一, 给他连续加官, 即便如此, 他现在也只是青州行军总管, 比起骑士道还有王府, 要差太多了。 之前的确相差很多。 庄先生抬头看向康东平, 轻声道, 先前二爷带兵去收复范阳故地, 攻打青州的时候, 这个林昭手底下应该只有三千人手, 但是大半年时间过去, 按照在下收到的情报, 这个林昭的势力已经飞速扩张。 先前二爷带兵到青州的时候, 他手底下只有两三个州郡, 二爷一去, 他就只能归缩回青州巨城而守。 但是现在, 我范阳故地几乎已经全部落入此人手中, 尤其是幽州这种兵马强盛之地, 也被他牢牢握在手里。 如今, 这位青州刺史的手里, 兵马绝对超过一万, 甚至可能有两万了。 说着, 庄上看向康东来, 问道, 二爷, 您是掌管情报消息的, 咱们在幽州青州应该都有眼线, 我说得不错吧。 康东来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先生说得不错, 林家这小子从跟我们打了一仗之后, 便飞速扩张,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钱粮,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征兵练兵, 此时手底下不止一两万人, 恐怕已经有三四万人了。 听到三四万人这个数字, 即便是康东平, 也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这样快。 剑兄长开口, 康东来连忙解释道, 大兄不用担心, 这林家小子, 虽然不知道哪里弄到这么多钱粮, 可以飞快募兵, 但是他手下十之八九, 甚至十成十都是新兵, 不成气候的, 就算给他五万人, 我军只要一万精锐, 便能直接冲散他们。 康大将军微微低眉, 即便如此, 青州军队的数量也增长得太快了, 没记错的话, 他林三郎刚到青州才两年时间, 即便朝廷任命他做了青州行军总管, 但是没钱没粮, 他靠什么弄出这么多军队的, 应该是长安八大贵房之一的大通贵房, 庄先生微微低头, 开口道, 或者说是自江陵起家的大通商号, 他声音平静, 娓娓道来, 大将军在下对青州的发展速度很是好奇, 便派人潜入青州详查的一番, 这个林三郎刚到青州, 青州便开了一家大通贵房, 同时他也大手大脚地在青州开始建设, 只半年时间, 这位林三郎在青州花出去的钱, 恐怕就有十多万贯, 正因为如此, 青州才能这样飞速地发展, 后来的青州军也才能肆无忌惮地争目, 如今, 这个林刺史手底下有钱有粮有人, 还有李州朝廷给他的官面身份, 青州附近的十几个州郡都得听他的调遣, 到了这个地步, 反倒不怎么需要大通商号的支持了, 大通商号, 康东平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没有想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便又看向庄上, 开口道, 先生继续说, 大通商号前几年, 也就是前的五年到前的九年那几年时间里, 是跟当时还是朔方节度时的康东平做过生意的, 主要的生意往来就是帮着朔方采买粮食, 不过正通这个人自从家里遭逢大便之后, 就变得异常谨慎, 因此, 当初大通商号虽然跟朔方做生意, 却没有用自己的商号, 而是让郑家的老五郑茂改头换面, 用另一个商号的名字跟朔方交易, 因此, 康东平兄弟之前并不是如何了解大通商号, 庄上低头喝了口茶, 看向康东来, 没有记错的话, 二爷当初在青州城下战败, 是因为青州军里有一种罐子, 落在人堆之中可以炸开, 威力颇大, 魏平魏将军就是死在这种陶罐之下, 魏平是康东平的爱将, 此时听庄上再一次提起这个名字, 康大将军脸皮子抽了抽, 显然心中不是很痛快, 康二爷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他看向庄上, 闷声道, 先生有什么话直说就是, 不必这样拐弯抹角, 庄上叹了口气, 在下想说的是, 青州军现在的力量不可小觑, 即便他们都是新兵, 正面对冲可能会被我军精锐一冲击溃, 但是这些人有守成力气, 他们不太可能会出城与我军硬碰硬, 说到这里, 庄上顿了顿, 继续说道, 再有就是, 青州的兵力虽然赶不上朔方的骑士道, 以及河东的王府, 但是朔方与河东暂时还要面对突厥人, 他们不可能全力与大将军作对, 而青州则不一样, 他抬头看向康东平, 低声道, 按照大将军与那个契丹小王子的约定, 契丹人三年之内不会进犯边疆, 契丹人向来守约, 最近几年, 他们应该都不会有所行动, 也就是说, 林昭可以全力与我军为敌, 不必像骑士道与王府, 还有北庭节度使那样, 要南北两顾, 抽不出手来, 这个首席谋士分析了一番之后, 断言道, 一在下之见, 这位林刺使对于我军的威胁, 比起朔方河东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重要的是, 骑士道与王府早已经位及人臣, 尤其是骑士道, 更是李家的女婿, 他们不太可能就这样轻易背叛李州, 但是这个林昭不一样, 他本就出身微末, 只是一个相生之家的数字, 即便中了近视, 李州朝廷真正给他的, 也就是个县子的爵位, 他现在这样年轻, 大将军骤然给他一个王爵, 再把东海一带的周郡, 西树封给他做封地, 说不定这个林三郎, 便死心塌地地跟着大将军了, 话说到这里, 庄先生敏锐地发展了, 康东平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连忙补充道, 当然了, 眼下只是权宜之计, 目的在稳住这些割据各地的军头们, 等大将军掌握了朝局, 再一一收拾他们就是, 听到这里, 康东平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 他闭目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缓缓开口, 先生说的在理, 既如此, 那就先找个良辰吉日, 让我康家的那个大外甥登基四位, 等新朝定下来之后, 立刻就给骑士道等人封王绝, 他闭上眼睛, 沉声道, 至于这个灵招, 便也给他一个郡王吧, 庄先生咳嗽了一声, 小心翼翼地说道, 大将军, 其, 王二人都不太好拉拢, 真正好拉拢的, 就是这个林三郎, 一在下看, 要给他好处, 干脆就给他个一字王, 再给送点金银财宝, 家人美币过去, 越年轻的越好拉拢, 越好掌控, 康大将军再一次皱眉, 他挥了挥手, 沉声道, 这些日后在意, 现在咱们应该着手准备新帝登基的事情了, 如林昭所料, 康东平果然没有直接登基称帝, 他为自己的大外甥礼祭, 准备了一场极为盛大的登基典礼, 而且不是自嗨的那种, 这位康大将军抓了几个礼部的官员, 让礼部严格按照新帝登基的流程准备, 并且, 康东平还事先邀请了几个邻国的使者到场官里, 弄得很是像模像样, 只不过康东平虽然接受了庄上的大部分建议, 但是对于这位谋士提出的约束下属, 康东平犹豫许久之后, 还是敷衍了过去, 不是因为他不想约束属下, 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些部将们在四处作恶, 实在是泛阳军中太过胡人, 这些人跟着康东平造反的原因就是因为无拘无束, 走到哪抢到哪? 假如康东平在这个时候, 突然下令整肃军纪, 严苛管教下属, 到时候不仅不会起到正面的效果, 甚至可能会引起划辩, 大幅度降低泛阳军的战斗力, 不过这样一来, 导致这些泛阳叛军在长安城里更加为所欲为, 他们一路从泛阳打到长安都是烧杀抢掠过来的, 这些没有怎么见过大世面的叛军, 进了长安城之后, 如同进了人间天堂一般, 见到好东西变强, 路上见到漂亮的娘子便要拉回家睡觉, 一言不合就拔刀杀人, 泛阳军进长安只大半个月, 就有几百百姓无辜死在这些叛军手里, 好在先前同关大败之后, 百姓们大多逃出了长安城, 此时长安剩下的百姓只有原先的十之二三, 要不然只会有更多的人无辜惨死在这些叛贼手里, 除却长安城之外, 京畿包括整个金兆府的州军也饱受泛阳叛军荼毒, 这些占领金兆府各州军的泛阳叛军, 因为无人束缚, 便在各自的驻地胡作飞围起来, 一个月时间便引起了巨大的名分, 这就是一个集体要正本清援的重要性, 像康东平这种人, 他拉起来的军队再跟上就不正, 等到发展到一定的地步, 哪怕他这个领袖也很难再纠正过来, 只能被集体裹挟着往前走, 而泛阳军这样的作风, 注定是不得人心的, 人家李家坐天下的时候, 长安是普天之下最繁华的都城, 到了这些泛阳叛军进入长安之后, 才不到一个月时间, 长安大街上就空无一人, 整个看起来就像个空城一样, 几乎要成为人间地狱一般, 经兆府的各州郡也都被叛军各种欺凌, 这样一来自然会引起百姓们强烈的愤慨, 本来普通老百姓, 不管是谁做皇帝, 对于他们来说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只要对老百姓好, 嗯, 甚至不需要很好, 只需要对百姓不坏, 大多数百姓很快就会接受新朝廷, 但是偏偏这些泛阳叛军实在是太没有规矩, 一个月下来, 观众的百姓立刻就想起了李州朝廷的好处, 人家李家人, 至少没有这样祸害老百姓吧, 于是乎, 范阳军进城之后, 只一个月时间, 京畿周郡, 甚至整个京兆府的百姓, 便自觉组建出了一支抵抗叛军的义军, 这些观众二郎组上很多都是从军的, 家里的箱子里翻找翻找, 多半就能找出一套甲来, 至于兵器则是各式各样, 长刀短刀, 锄头斧头乃至于镰刀, 都能够拿出来当作武器, 观众二郎毕竟有一些好战的鲜血, 在一些退伍老族的组织下, 这些观众义士很快形成了数千人的规模, 不停地在观众各地袭扰范阳军, 虽然这些民间的义军注定很难是范阳军的对手, 但是这样也给范阳军带来了不少麻烦, 几天下来就有一百多个叛军将士, 死在了这些义军或者是当地百姓的袭击之中, 这些叛军很多都是胡人, 身边的同袍或者下属被杀了之后, 立刻勃然大怒, 开始大规模搜罗凶手, 并以此为借口, 更加肆意妄为的屠戮百姓, 因为这样, 关中的百姓名分更甚, 恶性循环下来, 一支关中义军已经初见雏形, 当然了, 因为数量与军事素质的原因, 这些关中义军目前只能仗着自己熟悉地形, 在关中跟叛军打游击战, 短时间内很难正面跟范阳军硬碰硬, 处在范阳军的绝对控制之下, 因此, 新帝里纪的登基大典, 也顺利地在长安举行了, 登基大典举行之后, 接下来就是组建朝廷的事情了, 这天底下最不缺的, 就是想当官的人, 康东平告示贴出去之后, 以不需要禁食文凭的条件, 立刻召集了一大帮文人, 很快在长安城里, 组建了一个新的朝廷出来, 朝廷组建出来之后, 康东平就以朝廷的名义, 开始封赏各地的臣子, 其中, 朔方节度使骑士道, 河东节度使王府, 河西节度使公孙修, 拢右节度使英国中, 建南节度使李赫, 以及青州行军总管林昭, 都被康东平的新朝廷赤封为王爵, 并且, 康东平还煞有介事地从长安派人, 带着朝廷的任命文书, 去到各地方给这些军头们颁发封王的文书, 而从长安城送到青州的文书, 也在一个月多月后送到了青州城, 此时, 已经进入了永德四年的冬天, 这个相对漫长的一年, 终于要走到了尽头, 在青州的天气慢慢转冷的时候, 长安的使者终于来到了青州, 他们拿着长安的文书印信, 顺利地被青州军带到了青州总管府, 这两个长安来的天使都是二十三四岁年纪, 进了总管府之后, 一直昂首挺胸, 拿着架子要青州总管林昭出来贵营圣旨, 身在书房的林总管收到消息之后,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愣了愣, 然后愕然道, 长安已经破了, 哪里来的圣旨从西川送来的, 赵成摇了摇头, 沉声道, 相公, 他们应该是从长安来的, 林昭眯了眯眼睛, 呵呵一笑, 有意思, 他站了起来, 伸手拍了拍手掌, 领我去看一看, 说完这句话, 他又跟书房里的崔姑娘笑着说道, 六娘先在这里忙, 我出去看一看, 是哪里来的牛鬼神蛇, 说吧, 他才跟着赵成一起走到了前院, 只见前院两个身着紫袍的年轻人, 手里攥着一卷貌似圣旨的文书, 昂首挺胸地站在总管府的前厅, 林昭只看了他们一眼, 就看出了不对, 因为如果是朝廷的天使到了, 绝对不会像这两个人一样, 把圣旨攥在手里, 而是会放在盒子里, 而且还得两只手恭恭敬敬地捧着盒子才行, 他微微皱眉, 没有说话, 见一身紫袍的林昭走了过来,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又抬头看向林昭, 声音肃然, 林总管双手抱在胸前, 看了看这两个天使, 然后懒洋洋地说道, 哪里的圣旨? 两人之中其中一个勃然大怒, 怒是林昭, 自然是朝廷的圣旨, 你竟敢这样蔑视圣兆, 好大的胆子, 要造反不成。 林三郎眯了眯眼睛, 不屑一笑。 朝廷的圣旨, 一般是由钦差, 或者是司工台的工人任天使发放, 看二位这模样, 不像是钦差天使, 更不像是司工台的工人。 说到这里, 林昭脸上的笑意彻底收敛, 他冷冷地看了这两个人一眼, 嫡河道, 两个尾巢的小喽啰, 也敢在我面前摆架子。 康东平莫非是派你们, 来是我刀快不快的? 林昭十五岁取重近视, 十六岁便做了太子詹士府的詹士司职, 至今做官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时间, 尤其是这两年在青州封疆猎土, 更是养成了一些威严, 被他这么一鹤, 两个人肝胆剧烈, 险些瘫倒在地上。 林总管眯了眯眼睛, 冷冷地说道, 跪在地上念, 我倒想听一听, 康东平会给我下什么圣旨? 两个人颤颤巍巍地跪在了林昭面前, 展开了手中的圣旨。 其中一个人咽了口唾沫, 小心翼翼地看了林昭一眼, 他不敢再念圣旨开头的繁琐篇文, 而是直奔内容颤抖着声音开口说话。 那个林老爷, 陛下赤锋宁为北海郡王, 林昭都愣住了。 他本来以为, 康东平是让这两个货来给他下战书的, 要不然就是来当使者劝他投降的。 没想到那位康大将军刚刚占据长安没有多久, 就嘎嘣一下, 给自己来了个王爵。 北海郡王, 青州这地方, 在几百年前的确叫做北海郡, 当时还有一个宗室住在这里, 世代西风北海王, 这里也就是当时的北海国。 时至今日, 青州也还有一个北海县, 据说是当初北海国的王庭所在。 听到北海郡王四个字, 林昭先是愣了愣, 然后哑然失笑。 看来, 长安城里的那个康大将军, 暂时不准备从长安城征讨天下诸侯, 而是想用怀柔的法子拉拢一批人。 但是很明显, 以康东平的性格, 绝对不会愿意与这些诸侯们平分天下, 将来总有一天, 他会再起刀兵, 征伐天下的诸侯势力, 从而一统天下。 老实说, 如果是李州朝廷给林昭下了这道圣旨, 他多半就乐呵呵地印下来了, 毕竟平白无故捡一个王爵, 他林三郎自然也是动心的。 但是康东平给林昭封王的这道所谓圣旨, 他是绝对不能接的。 接下来, 就是背叛了李州, 倒向了康氏。 毕竟现在康东平在长安扶起来的那个皇帝, 虽然依旧姓李, 但是不远的将来, 康东平绝对会篡位自立。 这个时候承认了这道圣旨, 将来就是自绝于天下。 林总管站在原地, 对这道圣旨并没有什么反应, 而是笑了笑, 起来回话。 两个长安来的使者, 立刻从地上站了起来, 其中一个对林昭挤出一个笑容, 躬身道,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您以后就是大洲的郡王了, 停。 林昭摆了摆手, 打断了这人的话, 淡淡地说道, 本官是大洲的山鹰县子, 并不是什么北海郡王, 伟朝的逆旨本官不会接, 也不会认。 说着, 他眯着眼睛, 继续问道, 我问你, 除去我青州之外, 伟朝还给哪些人去了圣旨? 这人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林昭, 即低头, 老老实实地说道, 除雀王, 除雀林总管之外, 还有朔方节度史, 河东河西节度史, 剑南节度史, 北庭节度史, 还有拢佑节度史, 朝廷都给下发了赤锋的诏书, 只不过具体赤锋了什么爵位, 小人便不知道了。 好家伙。 林昭哑然一笑, 都是朝廷手握重兵的节度史, 我能够被列入其中, 康东平也算看得起我了。 说着, 林昭迈不上前, 把这道圣旨拿在手里, 又让人点了一盆炭火, 他当着这两个人的面, 把这道封王的圣旨丢进了火盆里。 炭火碰到丝织品, 立刻熊熊燃烧起来。 林大总管胆了胆自己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懒洋洋地说道, 回去告诉康东平, 伟朝的圣旨本官不会接, 也不会认, 他要是真的只是帮着六皇子重登大宝, 就让他带着范阳君撤出关中, 撤出河南府。 说到这里, 林昭犹豫了一下, 继续说道, 那样, 咱们才能继续往下谈。 其实他是想说, 只要范阳君撤出关中, 撤出河南府, 李家的皇位归属问题, 就还能坐下来慢慢谈, 只不过现在皇帝李循依旧在世, 他作为一个臣子, 说出这种话, 未免有些大逆不道, 传到李循的耳朵里, 也会引起这位皇帝的不满。 虽然天高皇帝远, 林昭现在用不着听从李循的管束, 但是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不用去招惹的。 这两个使者听林昭这么说, 便知道林昭不会再为难自己了, 当即对着林昭连练拱手, 林总管的话, 小人们都记下了, 一定替林总管转告大将军。 林昭看着这两个人面带微笑, 再提我给康东平带一句话, 他现在迷途知返, 说不定还有机会安度余生, 如果再执迷不悟下去, 将来一定是一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虽然现在的林昭, 拿康东平以及范阳君毫无办法, 但是该放的狠话, 还是要放的, 这个时候表态必须要坚决, 要精卫分明地与范阳君划清界限。 这两个人看了看林昭, 然后连连作医, 转头一溜烟跑出了林昭的总管府。 他们转头之后, 似乎还小声嘀咕了一句, 真年轻啊, 见着两个人跑了, 站在林昭左近的赵城微微低头, 开口道, 相公, 要不要派人跟着他们? 不用。 林总管摇了摇头, 当然道, 跟着这两个小喽啰全无用处, 任他们去罢, 你去打听打听, 沈先生现在到哪里了? 等他快到青州的时候, 派人回来通知我, 我亲自出城营一营。 林昭口中的沈先生, 就是他前段时间, 亲自去松亭村请出来的沈徽沈昭明。 这位昭明先生出山之后, 林昭直接给了他一个苍州刺史的差事。 沈徽在苍州刺史的任上, 干得十分不错, 不到半年的时间, 原本乱象一片的苍州, 已经基本恢复的生活生产秩序, 老百姓的日子, 比之前在范阳君管辖的时候, 要好上许多。 更重要的是, 沈徽这个苍州刺史, 把苍州的征兵工作也完成得很好。 几个月下来, 苍州那边已经征募了新兵七千余人, 大多都是精壮。 总的来说, 这位昭明先生在苍州政绩卓绝。 因此, 林昭在一个月前就给苍州去了信, 正式宣布沈徽的试用期到期, 准备把他提拔到青州总管府, 来替自己处理政事了。 政经的职务应该是青州总管府长使。 有了这位暗读上的大高手, 来帮忙处理日常事务, 林昭就会轻松不少。 而且, 有这么个能人来处理日常的事务, 整个青州总管府也会变得有序很多。 林昭准备让这位昭明先生, 彻底帮他完善青州小朝廷, 让青州总管府上下, 变成一个井然有序的行政体系。 赵成恭敬点头, 属下这就去办。 说吧, 赵成便躬身退了下去, 去帮林昭办事去了。 而林昭本人, 则是伸了个懒腰, 打着哈欠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书房里, 崔芷晴依旧在低头算账, 见林昭回来, 他抬头看了看林昭, 问道, 三郎回来了, 可碰到什么事情吗? 无事。 林总管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笑呵呵地说道, 长安那边来了到圣旨, 要封我做郡王。 崔芷晴先是微微一愣, 然后反应了过来, 轻笑道, 那应该是泛阳叛军送来的圣旨吧? 是啊。 林总管笑呵呵地说道, 要是大洲朝廷送来的圣旨, 那此时我便是大洲的北海郡王, 可以去清河向崔家叔叔提亲了。 听到这句半开玩笑的话, 崔芷晴脸色一红, 立刻低下了头。 胡说什么呢? 他红着脸说完这一句之后, 忽然想起了什么, 低声叹了口气。 我爹现在应该还在贝州, 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如何了。 行阳正式, 清河崔氏, 鸿蒙阳氏这些家族, 在大洲开国之初, 依旧在社会上保持着极高的地位。 但是二百年之后的今天, 随着科考的兴起, 这些家族的地位, 其实已经大不如前。 尤其是行阳正式, 以及清河崔氏这两个家族, 还在政治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清河崔氏更是被泛杨叛军占了阻地, 他们的地位, 已经远不如二百年前那样超然。 因此, 只要林昭能够当上大洲的郡王, 讨一个清河崔氏的嫡女做侧妃,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听到崔芷晴的这句话之后, 林昭微低头思索了一番, 开口道, 我可以派人去贝州清河查探一番情况, 但是最多也只能做到如此, 真正带兵打到贝州去, 最起码要等我们正面扛住泛杨叛军一次才成。 以清州军现在的势力触角, 派几个人到贝州去查探清河的情况, 是毫无问题的, 甚至只要林昭愿意, 他现在就可以派人拿下贝州, 只不过那样做, 对于清州集团的其他人来说, 是不公平的。 现在, 清州集团的战略, 就是固守现有的势力范围, 然后收缩防御, 尽可能抵挡住将来范阳军的第一波进攻。 目前清州集团的势力范围, 现在只在范阳一带, 而贝州与林昭掌控的苍州之间, 还隔了一个德州, 现在范阳军暂时没有东径, 林昭的确可以在这个时候, 拿下德州与贝州, 但是这样一来, 就打乱了原先的防御部署。 也就是说, 林昭还要分出精力, 额外再防守两个州。 这样一来, 这个防线很容易就会出现破口, 到时候给范阳军打进来, 清州的损失将会远远大于两个州。 因此这个时候, 作为清州集团的首脑, 林昭不能脑子一热, 为了去救未来老丈人, 就带人去打贝州。 崔芷晴低头整理书桌上的文书, 轻声道, 我知道清州的难处, 三郎不用着急。 说着, 他又看向南边的方向, 叹息道, 也不知弟弟妹妹们在扬州过得如何了。 崔姑娘话音刚落, 窗外突然惊雷乍响。 这会儿已经是傍晚, 很多乌云, 一道凌厉的闪电划过夜空, 让人可以清晰地看到, 清州上空堆积了厚厚的云彩。 林总管从窗户伸头往外看了看天上的云彩, 然后微微皱眉, 苦笑道, 看起来要有一场大雨, 估计昭明先生今天还要在路上耽搁一天。 崔芷晴也走到林昭身边, 学着他的模样伸头出去看了看, 然后微笑道, 要是真有一场大雨, 估计昭明先生明天都不一定能到清州。 他话音刚落, 又是一道惊雷响起, 随即黄豆大小的雨滴点点坠落。 这场雨雨下得极大, 很快总管府的院子就被雨水全部浸湿, 林总管背负双手走出了书房, 在房檐下看着外面的秋雨坠落, 闭目感受迎面来的水汽, 骤然间脑子便清醒了许多。 崔芷晴也跟着他走出书房, 他身高矮了, 临朝半头左右, 站在临朝旁边, 看着外面的大雨, 微微蹙眉, 怎么突然这么大的雨, 我都不好回家去了。 先前崔芷晴带着弟弟妹妹刚到青州的时候, 是住在凌昭的刺室府里的, 后来凌昭让郑芽给他们找了个宅子, 就在刺室府附近, 崔芷晴的弟弟妹妹走了之后, 他也不好意思再搬回来跟凌昭住在一起, 于是仍旧住在原先的那个宅子里, 跟凌昭算是邻居, 回不去, 那就暂时不回去。 林总管眯着眼睛微笑道, 六娘在这里等一等, 我去准备些东西, 一会儿弄些好东西来给你。 说着, 林昭两只手拢在前面的袖子里, 迈步走向了总管府的厨房方向。 不一会儿, 他就拎了一个冬天用的小火炉回来, 又在小火炉上摆了个铜锅, 用牛油, 辣子还有能找到的调料, 勉强制备出了一个锅底。 崔芷晴站在旁边, 看着眼前这个不住忙活的风疆大吏, 眼嘴一笑, 三郎你在忙活些什么呢? 这叫火锅。 林昭终于弄了个七七八八, 起身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感慨道, 可惜调料不齐备, 最多只能弄出五六分味道, 不过勉强也够用了。 准备好了锅底之后, 他又让人搬来一张矮桌, 放在总管府的凉亭下面, 两个人坐在矮桌两边, 席地对坐, 一旁的小铜锅已经咕嘟咕嘟地滚开了锅。 林昭用筷子夹起一片让厨房切好的羊肉, 丢进滚废的汤锅里, 然后对坐在自己对面的崔芷晴笑着说道, 六娘你看, 就是这么个吃法, 涮着吃。 崔芷晴睁着大眼睛, 很是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个小铜锅。 他也学着林昭的模样, 放了一片羊肉进去, 然后轻声道, 从前听说过有人用火炉煮酒, 还没见过像这样煮肉的。 不一样, 林昭夹起一片已经熟透的羊肉, 放在自己碗里, 笑着说道, 这么个吃法, 别有一番风味, 只可惜许多材料都不齐全, 等将来有机会了, 找起这些材料, 咱们再吃一顿。 说到这里, 林总管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看了崔芷晴一眼, 问道, 既然六娘提起了酒, 要不然咱们喝一些。 崔姑娘犹豫了一下, 点头答应, 那好, 陪三郎你喝几杯。 林昭拍了拍手, 很快总管府的下人就又拎来一个小火炉, 小火炉上放着一个铜制的酒壶, 不一会儿, 壶中酒温热, 一股酒气在凉亭之下散开。 这会儿已经是冬天, 天气慢慢冷了下来, 能在这个时候吃上一顿火锅, 喝上几杯温酒, 自然是很惬意的事情。 这位清和崔氏的嫡女显然也很享受这个氛围, 主动端起酒杯, 敬了林昭一杯, 两个人在凉亭之下推杯换盏, 不多时就是大半壶酒下肚。 不过崔姑娘的酒量似乎并不怎么好, 不像林昭那样在长安归云楼里酒精磨练过, 两个人一壶酒还没喝完, 崔芷晴便双颊飞红, 晕乎乎的坐不太稳了。 很快, 崔大姑娘便趴在了矮桌上, 一动不动了。 这会儿, 林昭刚到三成的量,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杯中剩下的大半杯酒, 然后看了看自己对面已经趴窝的崔芷晴, 哑然一笑。 她仰头把杯里的大半杯酒喝下肚, 然后站了起来, 走到崔芷晴身边, 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此时崔姑娘似乎真的喝高了, 完全不省人事, 林昭看了看天色, 以及还未停下的雨水, 便直接上前把她抱了起来, 准备送去她在总管府常住的客房里。 毕竟崔姑娘算是青州总管府的帐房先生, 平日里如果事情繁忙, 也会偶尔在总管府留宿, 因此她在总管府有一间专属的客房。 林昭将她拦腰抱起, 很快就来到了她的房间里, 这会儿天已经全黑了, 房间里没有长灯, 漆黑一片。 林昭摸着黑, 勉强把她放在了床上, 又帮着她脱去鞋袜, 盖好被子便准备转身离开。 趁人之危的事情, 林探花还是不懈做的。 她刚转身, 就听到身后床上的崔姑娘, 似乎呢喃了一句什么。 林昭走到桌子上, 用火折子点着了房间里的蜡烛, 然后又回到床边, 轻声道, 六娘你还好吧。 躺在床上的崔芷晴, 双颊飞红, 眼睛四壁飞壁, 然后两只手紧了锦身上的被子, 发出了一个诱人的鼻音。 哦, 有点冷, 眼下已经是永德四年的冬天, 青州这边的天气的确有些寒冷。 林昭听到了这一句呢喃之后, 便坐在崔芷晴的床边, 看向床上这个脸颊红扑扑的小姑娘。 崔芷晴跟林昭年纪仿佛, 只比林昭大几个月, 这会儿也就21岁左右, 正是最娇美的年纪。 她躺在床上, 似乎是因为喝多了, 人是不醒, 但是借着烛光, 林昭还是发现了, 她眼睫毛再不住颤动, 很显然是在装睡。 林昭坐在床边, 盯着崔芷晴看了一会儿, 轻声开口, 芷晴喝多了。 躺在床上的崔芷晴眼睛紧闭, 一句话也不敢说。 见她不说话, 林总管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伸手握住了崔芷晴, 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被子外面的小手, 准备放回被窝里去。 现在天气是有些凉了, 我去给你拿个火炉过来, 再添一床被子。 说到这里, 她就要起身离开。 她刚想走, 伸在被窝里的手, 就被另一只手握住。 林昭看向崔芷晴, 直见后者已经睁开了眼睛, 她脸色飞红, 在跃动的烛光映照之下, 显得更加诱人。 三郎你, 偏要这样坐见我吗? 林昭重新坐回了床边, 认真看着崔芷晴, 微微叹了口气。 你是世家名门出身, 我不愿意委屈了你, 总想着要给你一个名分。 崔芷晴拉着林昭的手, 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了酒的原因, 这位崔姑娘比平时大胆了一些。 她盯着林昭的面旁看了一会儿, 带着胆子说道, 你, 你就当咱们都喝多了。 说着, 她再一次低下头, 声音几乎低不可闻。 反正, 外面的风言风语已经传遍青州了。 她说的风言风语, 就是青州城里关于他们两个人的绯闻。 毕竟孤男寡女常常待在一起, 而且崔家的人走了之后, 这位崔姑娘都还继续留在青州, 并且几乎每天都待在总管府的书房里。 这样一来, 坊间自然少不了会传出这些绯闻。 林昭一个大男人, 平日里又有很多事情要忙, 再加上青州也没有人敢当着她的面说这些事情。 因此, 林昭本人倒没有怎么听说过。 但是崔芷晴却是已经听到了不少。 林昭坐在床边, 看着她的表情, 笑着问道, 外面的风言风语都怎么说? 他们都说, 崔芷晴再一次低头, 咬牙低声道, 说我是三郎的侍妾, 侍妾这个名字, 就有些不太好听了。 林昭微微皱眉, 低声道, 哪里传出来的风话, 真是不知所谓。 六娘你放心, 用不了多久, 我便可以到清河去, 给你一个正经的身份。 这段时间, 崔芷晴一直跟在林昭身边, 无名无分的, 的确有些委屈她了。 崔姑娘坐在床上, 主动伸出小手, 握住了林昭的手掌。 她低声道, 我到青州来, 本就是来许你来的, 真要是侍妾, 我也认了, 就怕, 她眼睛一红。 我到青州来都这么久了, 你连一句话也不给我, 我怕以后谢家姐姐到青州之后, 你便认也不肯认我了。 林昭这才反应过来, 她今天为什么这么反常? 前段时间, 正通到青州的时候, 就跟林昭提过, 把林昭的妻儿父母, 都接到青州来的事情。 后来因为林昭坚持要守过一轮范阳军的进攻, 等青州彻底安全之后, 才愿意把家人接到青州来, 便把这件事搁置了下来。 在这期间, 崔芷晴也问过几次林昭的家人, 何时到青州来。 当时林昭一直没有多想, 自以为是寻常的问候, 没想到崔芷晴自己一个人会在私下里想这么多。 她之所以趁着酒精, 急着要跟林昭确定关系, 就是对未来有一些危机感, 害怕等谢淡然母子到青州之后, 连青州总管府都没有她的容身之处了。 想明白来龙去脉之后, 林昭才伸手轻轻拍了拍崔芷晴的后背, 苦笑道, 非是我不愿意应成什么, 只是那日我去寻你的时候, 你们家里人就那种态度, 我实在不敢屈了你, 便想着再等一等。 林昭说的态度是崔芷晴的弟弟崔詹崔酒郎的态度, 当日林昭去那个宅子里寻崔芷晴, 这个崔酒郎便在其中横生阻拦, 即便林昭救了他们, 这些崔家人对林昭的态度也很鲜明, 那就是敬而远之。 一个孩童尚且如此, 崔家的长辈只会更加激烈。 林昭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缓缓说道, 现在长安城都破了, 朝廷轻微, 以我青州现在的力量, 我不是青州节度使, 也是青州节度使了。 只要我能帮着朝廷收拾旧山河, 将来少说也是一个郡王。 我想得到那时候, 再去清河去, 崔芷晴在林昭的肩膀上擦了擦眼泪, 然后抬头看了林昭一眼, 哽咽道, 那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我今年已经21岁了, 还能等得了你几年。 林昭心里有些无语, 两个世界的年龄认知毕竟不一样, 在另一个世界21岁可能还是学生, 而在这个世界超过18岁就是圣女了, 哪怕阿爹不同意也无所谓。 崔芷晴从床上坐了起来, 伸手揽住了林昭的脖子, 他贴近林昭的耳朵, 轻声道, 我都想好了, 阿爹要是不同意, 招廊你便在自家附近建一座道观, 我去这家道观里出家做女官, 也能, 也能陪着你。 林总管闻言先是愣了愣, 然后脸上露出笑容, 六娘这话当真, 嗯, 崔芷晴点头, 轻声道, 当时在长安的时候, 父亲逼我去与旁人定亲, 我便偷偷去玉珍关出家做了女官, 那时候我就想好了, 他看着林昭神情认真, 我当时想, 如果这辈子还能碰到你, 我便, 要是碰不到你了, 我这辈子便侍奉祖师, 修道谭玄, 哪怕是到现在, 崔芷晴的年纪也不算很大, 在这个年纪, 总会有一些很天真的念头, 当初在丹阳掌公主府, 他与林昭第一次见面, 一身月白袍子的少年人, 便深深地映入了他的脑海, 丹阳府中初相见, 一见昭郎雾终生, 面对突如其来的示爱, 林昭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我想看六娘, 你穿道袍的样子, 崔芷晴脸色一红, 伸手推了推林昭, 那你, 那你到外屋去, 我, 我换给你看, 林昭一言推到了外屋去, 等了片刻之后, 才听到崔芷晴的那一声, 好了, 林总管立刻推门, 走进了礼物卧房, 只见脸色依然有些蕴红的崔芷晴, 已经换上了他平时常穿的合身道袍, 整个人在明暗不定的烛光之下, 有种颇为梦幻的感觉, 林大总管眼睛都看直了, 他愣愣地走了上去, 伸手还住了崔芷晴的腰肢, 崔姑娘整个人都浮在林昭怀里, 浑身发烫, 他声音低微, 昭郎, 林昭看向怀中的美人, 轻声回应, 怎么了? 蜡, 蜡烛还没灭呢? 林昭看了看屋子里的蜡烛, 正准备说话, 猛然听到窗外一声惊雷乍响, 雨似乎吓得更大了, 他伸手抱着崔芷晴, 低头轻了一下, 小声道, 没事, 外面雷雨交加, 没人注意这里的, 大雨下了一整个晚上, 到了第二天早上, 终于云散雨些, 阳光穿透乌云, 扑洒在大地上, 到了四时的时候, 太阳已经爬到了半山坡, 青州城北门外, 一辆马车在一对骑兵的簇拥下, 缓缓驶向青州城, 一个身材壮瘦的汉子, 有些疑惑地看着青州城的方向, 然后对着身边的马车微微低头, 语气有些尴尬, 沈先生, 非是小人骗你, 林帅昨日的确说, 今会亲自出城相迎, 小人也派人知会他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他, 马车里的这个沈先生, 自然就是林昭的苍州刺史沈辉了, 沈辉在苍州干了几个月, 政绩斐然, 因此被林总管提拔回青州, 准备让他任总管府长使, 而这个说话的骑士, 则是一直跟在林昭身边的贴身亲卫赵诚, 听到了赵诚的话之后, 马车里的沈辉微微一笑, 开口道, 我乃是总管府的下属, 林帅不来赢我是正常的, 来赢了才是不对, 咱们进城之后, 我去总管府拜见林帅就是, 沈辉刚说完话, 突然青州城的北城门洞开, 一匹黑马一骑当仙, 从城中奔了出来, 等人见到来人之后, 都纷纷翻身下马, 对着马上的人低头抱拳, 林帅, 来人正是林昭, 此时的林三郎, 因为来得匆忙, 衣衫都不是特别整齐, 神情还有些狼狈, 看到了沈辉了马车之后, 他也翻身下马, 咳嗽了一声, 朗声道, 昭明先生一路辛苦, 听到了外面一众将士行礼的声音之后, 沈辉就赶紧下了马车, 连忙上前对着林昭拱手行礼, 有劳民工相迎, 属下愧不敢当, 林总管上前把沈辉搀扶了起来, 笑着说道, 先生这几个月在苍州政绩灼然, 我在青州也十分欣喜, 这一番请先生回青州, 还要请先生出力才是, 说到这里, 林昭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说道, 本来我跟赵成都说好了, 今天出城十里相迎先生, 但是昨天手里的证事颇多, 今天一不小心便睡过了头, 怠慢了先生, 心中着实有些过意不去, 沈辉连连摆手, 林工这话就是折杀属下了, 他面色严肃, 沉声道, 林工对属下有知欲知恩, 应该是属下进城拜见民工才是, 沈辉这个人, 与林昭的叔叔林简, 年纪相差不多, 三观也相差不多, 都是典型的士大夫作风, 凡事都很讲规矩, 听他这么说, 林昭摇了摇头, 开口道, 这里不方便说话, 我在府里让人准备好了一桌韭菜, 给先生接风, 咱们边吃边说, 说着, 林昭请沈辉上了马车, 而他则是把驾车的马夫赶了下去, 亲自给沈回驾车, 车厢里的沈昭明吓得不轻, 探出头, 一把抓住林昭的衣袖, 连脸摇头, 上下有序尊卑有别, 民工万不可如此, 民工非要如此, 属下只能从这车上跳下去了, 林总管冲着他咧嘴一笑, 开口道, 咱们都是熟人, 昭明先生用不着这样拘谨, 你安坐在车中就是, 从这青州北门到总管府, 不过片刻时间, 我给先生驾车片刻, 便能引来不知道多少阴节, 先生莫要拦我, 这就是李贤下市的戏码, 林昭本来准备今天出城十里, 给沈回驾车十里, 塑造自己李贤下市的形象, 从而给自己打个广告, 为现在仍旧缺少人才的青州总管府招揽人才, 但是很可惜, 他因为昨天喝了点酒无聊事, 今天起得太晚了, 这出戏也只能演一半了, 演一半也要演, 不然这趟便白来了, 听到林昭这番话, 沈回才慢慢收回了自己的手, 苦笑道, 常人做这种事情都会遮掩一些, 最少不会对属下这种当事之人直言不讳, 民工倒是与常人不同, 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人, 藏着掖着反而会被先生瞧不起, 不如直说, 林昭呵呵一笑, 抖动手中的缰绳, 马车缓缓地驶向总管府, 今天之后, 青州总管林昭为手下文官驾车的故事, 就会传遍青州城, 接而传遍附近的周郡, 然后他林三郎李贤下市的名头, 就算是传出去了, 马车停在总管府门前之后, 林昭跳下马车, 然后扶着沈回下的马车, 两个人结伴走向总管府的偏厅, 偏厅里摆了一张矮桌, 矮桌两边是两个垫子, 旁边放了一个取暖的小铜炉, 矮桌之上, 已经摆好了总管府准备好的韭菜, 林昭跪坐在其中一边, 伸手虚异, 先生请坐, 这个时代, 大规模请客的时候会用一个大桌子, 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 便是这种矮桌, 两个人跪坐在两边对椅, 沈回跪坐在林昭对面之后, 林昭亲自给他倒了杯酒, 微笑道, 先生这几个月在苍州可是帮了我大忙了, 我敬先生一杯, 沈回连忙两只手端起酒杯, 与林昭碰了碰, 然后摇头道, 民工太过夸奖了, 主要是民工信任, 让我带了两千青州兵过去, 有两千兵马在手, 属下才能在苍州施展的开, 不然到了青州之后, 跟那些当地的士绅扯皮, 就要扯一两年时间, 他的权力就是军政大权一把抓, 林昭到了青州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青州团结兵给弄了起来, 有一千多个如狼似虎的帮手, 他在青州才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此, 林昭派出去的几个刺史, 像是镇牙省会等人, 都让他们带了军队去上任, 这样到了地方之后, 才可以尽快做事, 不至于要在地方上各种扯皮, 当然了, 这种模式也就只有现在特殊时刻能用, 真要到了天下成平的时候, 这两个权力还是要分开的, 不然很容易就会出问题, 先生太谦虚了, 林昭端起酒杯, 又跟他喝了一杯, 才开口道, 这一次请先生到青州来, 一来是另有任用, 二来是要跟先生讨论讨论, 如今天下成平局势, 林总管放下酒杯, 看向沈辉, 缓缓说道, 昨日, 占据了长安的泛阳伟巢, 给我来了道圣旨, 先生猜一猜, 这道圣旨上说了什么, 沈辉微微低头, 不假思索地说道, 或者是出言相邪, 或者是要拉拢民工, 说到这里, 他又想了想, 开口道, 或者是表面上出言拉拢, 被地里想要进犯我青州, 先生猜对了大半, 林总管眯着眼睛笑了笑, 伟巢给我封了一个北海郡王, 除我之外, 朔方, 河东, 河西, 北庭, 龙幼几大节度时, 都被伟巢封了王, 沈辉曾经在朝廷里做过官, 而且做过一段不短的时间, 他对于朝廷的官制, 以及各方面势力的了解, 甚至比林昭还多, 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没有太过吃惊, 只是思索了一小会, 便叹了口气, 看来这个胡人野心不小, 并不只是想要当一时的军阀, 而是想要掌控朝廷, 沈昭明缓缓说道, 他进入长安却不称帝, 而是立了自己的外甥, 名义上天下仍是大洲的天下, 他便可以借朝廷的名义, 自行其事, 说到这里, 他叹了口气, 低声道, 也不知大洲国座, 能不能撑过这一关, 林昭犹豫了一番, 然后看向沈昭, 面色严肃, 有一个关于皇室的小秘密, 我可以告诉沈先生, 但是先生切记不能说出去, 最起码短时间内不能说出去, 沈昭抬头看向林昭, 苦笑道, 民工如果不方便说, 那便不用告诉属下, 林总管声音低沉, 这一次, 请先生回青州来, 便是想让先生任青州总管府的长使, 届时, 总管府上下诸事, 都要经先生之手, 我自然是信得过先生的, 沈昭这个人, 是曾经的天官尚书周松, 推荐给林昭的, 林昭也曾经详细查过这个人的底子, 他家世代都是青州人, 家底清白, 而且, 这个人当年就是因为太过刚直, 才得罪了上官, 从而一怒之下气官不作, 林昭到松廷村之后, 只是跟他说了一句就思民于水火, 沈昭便义无反顾地出山, 开始尽心尽力地为林昭工作, 这样的人如果不足性, 那么林昭在青州, 便没有几个可信之人了, 他只是停顿一会儿, 便继续说道, 康贼手里的那个先帝黄六子礼记, 是个假的, 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的一个少年伪装的, 听到这个消息, 沈昭只是愣了愣, 并不是太过吃惊, 他叹了口气开口道, 先帝第六子听说, 在先帝驾崩之前便离世了, 自然不可能在几年之后死而复生, 康东平这丝着实可恶, 找不到造反的借口, 竟然找人冒充宗事, 看到他这个反应, 林昭微微摇头, 低声道, 先生, 康贼身边的那个礼记, 虽然不是真的, 但是他有一件事没有说错, 黄六子礼记的确还在世, 而且林昭看向沈辉, 声音平静, 如今就在青州, 沈辉彻底愣住了, 他瞪着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 如果说康东平身边的那个礼记, 是假货的消息, 还在情理之中, 那么真正的黄六子, 居然出现在了青州, 这个消息, 就大大的出乎沈辉的意料之外了, 他脑袋一空, 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林昭低头自顾自地喝了口酒, 开口道, 这么久了, 先生多少应该知道一些我的履历, 我是钱德九年中近视, 之后没多久就通过了力部选事, 在太子詹事府做詹事司职, 随后因为一些原因, 被先帝选中, 在宫中做先帝的起居郎, 他声音平静, 先帝临终之前数月, 都是我陪在太极宫里, 因此, 他老人家便交代了一些事情给我办, 听到这里, 沈辉已经听出了一个大概, 他也喝了口酒, 抬头看着林昭, 缓缓开口, 那时候, 金尚在东宫与康贵妃对抗多年, 先帝害怕金尚登基四位之后, 会加害黄六子, 所以, 林昭拍了拍手, 府长笑道, 先生果然聪慧, 真是一点就透, 通关失手之后, 我知道范阳君进入长安已经势不可挡, 便让人把这位黄六子接到青州来, 保护了起来, 林昭面色平静, 开口道, 如今康东平已经福利六皇子四位, 建立了伟巢, 那么青州的这位六皇子, 在将来可能会有大用, 沈辉苦笑了一声, 摇头道, 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这件事太过离奇, 就算说出去, 天下人或许会相信, 康东平身边的那位皇子是假的, 但是未必就会相信, 明公身边的这个皇子是真的, 说到这里, 他看着林昭, 突然色声问道, 明公留这么个人在身边, 莫不是, 对西川的天子心有不满, 林昭愣了愣, 然后摇头苦笑, 即便是我对天子不满, 手里也无有费力天子之权, 况且, 就算我能够盈利天子, 林昭低头喝了口酒, 声音沙哑, 六皇子是康贵妃的儿子, 是康东平的亲外甥, 康东平已经造反, 他这辈子无论如何是没有机会登上地位了, 其实林昭还有一个原因没有说, 康东平兄弟与康贵妃都是素特人, 身上是胡人血统, 李济身上也有胡人血统, 当初就是因为这一点, 老皇帝最终才放弃了李济, 至于身份问题, 林昭轻声道, 他在长安生活了这么多年, 有许多宗室认得他, 现在宗室都在西川, 有一天等他们重新回到长安城, 便自然可以认出六皇子的身份, 当然了, 这一切的前提是, 朝廷能够堪乱平叛, 平灭范阳君, 沈辉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民工是如何想的, 我准备与朔方节度使骑士道, 还有河东节度使王府通信沟通沟通, 问一问他们是个什么想法, 林昭敬了沈辉一杯, 开口道, 到现在他们跟突厥人也打了一年时间了, 应该已经有一些余力, 以现在青州的力量, 三五年之内还很难正面对抗范阳君, 短时间内想堪乱平叛, 还要靠朔方君和东君这些边君,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沈辉, 笑着说道, 相比先生来说, 我是官场的晚辈, 许多事情都不太懂, 如今青州总管府下属诸州, 不管是官职结构, 还是官员素质, 以及整个的管理, 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请先生认这个总管府长使, 就是想让先生替我好好整理整理总管府的上下结构, 最起码, 能有个做事的模样, 这个不难, 沈辉缓缓开口, 只要民工愿意放权, 属下也不怕得罪人, 最多三个月时间, 属下就可以把总管府下属诸州整理一遍, 他说的得罪人, 是指那些最早跟着林昭做事的人, 随着青州集团的飞速扩张, 那些老人们, 自然有很多跟不上节奏的, 这些人就都成了冗余, 先生大胆去做救世, 林昭声音坚决, 我林三一天不死, 便没有人可以动得了先生, 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喝酒, 推一杯换盏, 酒过三巡之后, 林昭脸色蕴红, 沈辉却是气定神闲, 他端起酒壶给林昭倒满, 又举杯敬了林昭一杯, 沉声道, 民工, 青州这个地方距离北边太远, 一旦边境发生战事, 最少也要两三天才能过去, 民工有没有想过搬到幽州去, 幽州相比于青州, 的确是有它的地理优势在的, 因为幽州这个地方, 是整个幽烟的交通要道, 同时, 它虽然靠近边境, 但是离边境也还有贵州和潭州两州作为缓冲, 因此泛阳节度时, 才会将治所定在幽州, 相比较来说, 青州的位置就要差上很多, 首先就是, 青州距离幽州以及北边太远, 一旦那边发生什么战事, 作为核心的青州总管府, 根本不可能指挥, 只能靠幽州的军队自己灵机反应, 更重要的是, 青州这里的底子太差, 虽然灵昭扩建的青州城, 但是这里的城防以及军事设施都跟不上幽州那边, 如果把青州总管府搬到幽州去, 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 其实这个方案, 灵昭自己也考虑过, 不过因为青州总管府还未稳定下来, 而且他在青州的根基最深, 因此没有决定搬迁, 听到沈辉这句话, 林总管微笑道, 先生自己就是青州人, 怎么还要把总管府向外赶? 属下只是担忧民工的安全, 沈辉微微摇头, 笛声道, 属下是土生土长的青州人, 总管府的治所设在青州, 属下心中自然高兴, 但是民工的安危, 现在涉及千千万万的身家性命, 假使他日泛阳军袭来, 他们可以是可以直扑青州城的, 民工说过, 一旦泛阳军来袭, 咱们青州军不可能出城与他们对抗, 只能聚成固守, 如果敌人围困住了青州, 其他州军的兵力, 甚至都没有办法支援过来, 现在的青州军, 暂时来说, 面对叛军唯一的优势, 就是火器方面的优势, 也就是说, 极其缺乏野战能力, 假如某座城池被泛阳军围住了, 其他地方的兵力很难去救, 因为可能会被敌人围点打冤, 而幽州才是幽烟一带的核心, 总管府搬迁过去, 好处多多, 林昭低头思索了一番, 然后微微摇头, 我在青州的根基最深, 而且军中将领许多都是青州人, 这件事情不好轻易做决定, 先生容我想一想, 见林昭没有点头, 沈辉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自然遵照民工的意思, 两个人在总管府的偏厅里, 足足聊了两个多时辰, 期间桌子上的韭菜都换了两轮, 到了傍晚的时候, 林昭才站了起来, 揉了揉自己有些酸痛的膝盖, 对着沈辉拱手道, 先生今日才到, 便拉着先生说了这么多, 辛苦先生了, 这是属下分内之事, 沈辉面色也有些疲惫, 他轻声叹息, 属下是青州人, 只盼着能替民工做些事情, 保住故乡父老, 不受逆贼枪害, 林总管声音诚挚, 先生放心, 我在青州一日, 一定卫护青州父老一日, 沈辉长生而起, 对着林昭深深作依, 沈辉带家乡父老, 多谢民工了, 林昭面色严肃, 对着沈辉拱手还礼, 我也带这下百姓, 多谢先生, 两个人拱手作别, 林昭才让府中的人 带沈辉下去歇息, 送走了沈辉之后, 林三郎打了个哈欠, 瞥了一眼依旧亮着灯的书房, 他揉了揉眼睛, 迈不进了自己的书房里, 只见一身轻易的崔姑娘, 正坐在她的位置上, 就着烛光用碳笔在算些什么, 林昭走了过去, 伸手揽住他略显瘦弱的肩膀, 声音温柔, 怎么这个时候了还在算账? 还不是你? 六娘白了林昭一眼, 目光里满是风情, 他低哼了一声, 快到中午才起, 然后一天不见人影, 害的这些东西都要我一个人处理, 林昭眯着眼睛看向书桌上的这些文书, 发现大多是各州送上来的账目 以及一些粮食的调配问题, 都不是什么急事, 今天不算了, 明天再弄, 林总管很是霸道的伸手, 把椅子上的崔芷晴拦腰抱起, 笑着说道, 天都黑了, 该回房歇息了, 崔芷晴脸色有些发红, 他低声道, 府里那么多人呢, 快放我下来, 见他有些急了, 林昭也不好, 强行抱着他, 于是笑呵呵地把他放了下来, 轻声道, 天气愈发冷了, 本总管房里还缺一个暖床的, 不知道崔姑娘, 崔芷晴连忙摇头, 撇嘴道, 才不去你那里的, 你就会折腾人, 林总管立刻保证道, 今晚就是睡觉, 我肯定不乱来, 真的, 崔芷晴小声问道, 当然是真的, 我要是骗人, 我就老三十岁, 崔芷晴连忙拉着他的手, 轻声道, 说什么疯话, 我跟你去救世了, 天是有点冷了, 西川, 蜀郡, 皇帝的龙驾, 终于到了蜀郡的成都, 这里, 是西南最大的城市, 也是整个西川的核心所在, 大洲先朝曾经在这里设都度府, 用来平镇巴蜀, 同时这里, 也是贱南节度使的治所, 此时, 贱南节度使李玄玉便陪同皇家, 毕恭毕敬地, 把皇帝, 请进了成都事先准备好的行宫之中, 这位贱南节度使, 乃是李家的宗室, 虽然血脉距离皇室已经很远, 但是毕竟是李家人, 对皇帝还是很忠诚的, 如果不是因为贱南节度使麾下, 只有四万兵马, 还要负责监控吐蜗, 李玄玉早就带兵出属, 池园长安去了, 皇帝到了西川, 这位贱南节度使也很是殷勤, 直接献出了自己的节度使府, 改造成了临时的行宫, 给皇帝居住, 只不过驾姓, 成都的皇帝陛下, 心情明显不是很好, 到了成都之后, 全然没有了在长安城日日朝会商量御敌之策的兴器, 每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几乎谁也不见, 他之所以性格大变,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离开长安的时候, 跟随他多年的兄弟李旭并不曾离开, 而是回到了长安城, 积极备战带领长安城里剩下的残存力量, 死守长安城, 后来长安城破, 这位宋王世子便不知所踪, 但是很显然, 在那种情况下, 李旭推荐又不方便, 估计大概率是死了, 李旭跟李旭多年兄弟, 他的死点皇帝带来的打击不小, 从路上开始便不怎么说话, 后来林简清醒过来之后, 皇帝便把大大小小的事情统统交给了林简, 自己再也不过问任何一件事, 他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刻意逃避着一切残酷的事实, 但是这一日, 他的房间门口, 还是传来了一个工人的声音, 陛下, 尚书蒲叶临相求见, 逃出长安之后, 在路上李旭特意给林简升了官, 如今的林简官职已经是尚书蒲叶, 与当初的崔叶一般无二, 别人他都可以不见, 林简却是不得不见了, 头发散乱的皇帝陛下微微皱眉, 声音沙哑, 让他进来, 很快, 头发已经灰白的林简, 多不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跪在皇帝面前, 叩手道, 陛下, 长安, 有消息传来, 皇帝陛下眼角抽了抽, 语气复杂, 林师, 直说就是, 林简微微低头, 声音中带着沧桑, 禀陛下, 康贼在长安, 拥立先皇第六子李济登基四位, 建立伪朝, 同时大封诸侯, 为第一登基, 便封出去了六个王爵, 听到这个消息, 本来应该十分愤怒地理寻, 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生不出气来, 他愣了愣, 然后呵呵笑了一声, 一口气六个王位, 真是, 好大方啊, 此时的皇帝陛下, 已经心灰意冷, 整个人看起来, 全然不像是三十多岁的壮年, 他头发虽然没有白多少, 但是精神状态却很是不好, 神色枯败, 没有什么神气, 相比较来说, 他甚至还没有满头白发的 灵简精气神充足, 灵简是在撤往西川的半路上 醒过来的, 醒过来之后, 他便几乎接手了整个西桃队伍, 从长安到成都, 都是他陵渊打载一路操办, 康贼应当是享用后力, 暂且稳住朝廷的各地军队, 因此, 他这一次封王的对象, 多是各地的节度使, 灵简说完这句话之后, 抬头看了皇帝一眼, 开口道, 陛下, 现在朝廷不能在蜀郡坐以待毙, 请陛下即刻给各节度使下诏书, 让他们务必齐力同心, 相助朝廷堪乱平叛, 皇帝陛下满脸疲惫之色, 他有气无力地看了灵简一眼, 然后自嘲一笑, 现如今, 镇都给人赶出了长安城, 镇下的诏书, 还有什么用处? 那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 在长安有难的时候, 都没有人来驰援长安, 如今更是各怀疑心, 说不定这些人都已经接受了叛军赤锋的王爵, 他闭上眼睛, 缓缓吐出一口气, 算了吧, 算了吧, 老六也是我李家的血脉, 既然他争赢了, 这皇位让给他, 镇也无话可说, 陛下, 灵简睁大了眼睛, 起身看着上手已经如同行尸走肉一样的皇帝, 满脸不可置信, 陛下, 且不说康贼身边那位六皇子是不是六皇子, 即便是他这个皇位也做不长久, 一旦康东平稳定了局势, 定然会谋朝篡位, 现在天下明星尚在, 大洲国运也在, 陛下, 万不可自决大洲国作呀, 灵简说这番话的时候, 浑身都在颤抖, 到这个时候, 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当初力保东宫的举动, 到底是对是错, 假使当时按着先皇的意思, 真的费了东宫另立其他皇子, 大洲如今的局面, 说不定不会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毕竟这位天子实在是太不成器了, 李寻坐在行宫心里的地座上, 浑身上下提不起一点力气, 他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低头看向下手的灵简, 然后默默叹了口气, 灵师, 朕的心已经与长安城同死了, 现在朕实在是打不起精神去应对这些事情, 朝廷里的事情就都由灵师您做主罢, 一切事情都依照灵师的意思去办, 灵简低头暗自叹息, 然后开口道, 陛下, 臣的意思是, 先将蜀郡升为成都府, 然后再立成都为大洲陪都, 这样陛下仍旧住在国都里, 大洲的朝廷就仍旧在, 大洲是州郡制度, 但是一些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就会立府, 比如说经兆府, 河南府, 太原府, 这些立府的地方, 行政长官也不再是次使, 而是府尹, 比如说经兆尹, 河南尹, 太原尹等等, 灵简的这个建议的意思是, 立了陪都之后, 最起码能保住朝廷最后的体面, 能够在成都与长安两两相望, 将来还有心腹就都的希望, 灵简说到这里之后, 顿了顿, 继续说道, 至于成都尹的人选, 陈建议可以破格启用原经兆府少尹齐轩, 作为战时陪都, 成都尹这个位置无疑十分重要, 毕竟成都府上下正式, 都要有这个成都尹一手操办, 而灵简建议的这个人选, 也有他的深意在, 齐轩原本就是经兆府少尹, 对于这种府中正式的处理并不陌生, 而且他还是皇帝的表兄弟, 由他坐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 皇帝也能睡得踏实一些, 更重要的是, 齐轩的父亲乃是朔方节度使齐师道, 如今朝廷想要心腹就都, 靠原先长安进军, 以及现在建南节度使麾下的兵力,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所能倚仗的只能是各地的这些君头们, 其中齐师道就是一个最大的君头, 让他的长子担任陪都府营, 也算是卖他一个好, 将来真正打起来的时候, 朔方才会真正出力, 皇帝没有多想, 便点头道, 那就照此办理, 劳烦灵师了, 灵简低着头, 继续说道, 再有就是, 朝廷需要派一些有分量的人, 离开西川去往朔方河东, 一来是查看北边的战士, 二来也好统筹两帝的兵力, 以筹备合击抗贼之事, 有分量的人, 皇帝陛下大皱眉头, 原本这件事, 让朕那个八帝去办最适合事, 但是老八他失落在了长安不知所踪, 现在朕的身边, 他叹了口气, 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用之人了, 灵简低下头, 声音低沉, 陛下, 皇长子今年已经十七八了吧, 这个时代的人成婚都很早, 尤其是像李循这种皇子出身的人, 虽然他成婚不一定很早, 但是一定很早碰女人, 有时候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身边就常有女人陪伴了, 现在的皇帝陛下, 已经三十二岁了, 他的长子, 的确已经十七快十八岁了, 李循微微皱眉, 低声道, 灵师, 炎儿的确十八岁了, 但是他不曾办过什么事情, 对武士更是一窍不通, 这个时候让他去北边, 会不会, 只需要皇长子的身份变够了, 灵简微微低头, 开口道, 明星仍在天界, 天界的长子去了北边, 北边的两个节度使, 就不敢不进行办事, 到时候合计叛军的时候, 也需要皇长子居中协调, 陛下, 此事神器轻微之际, 长安禁军都死了近二十万人, 天界子弟也应当奋勇当先, 不能再牺牲了, 李循坐在地座上, 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缓缓点头, 那就一灵失所言, 这两天时间, 朕让炎儿准备准备, 然后便让他带些人从成都北上, 到朔方去督战, 袁达公再一次皱眉, 他微微低头, 开口道, 陛下, 此时用督战二字不妥, 臣以为, 应当改为带陛下慰问前线将士, 老实说, 现在李家的国运已经在悬崖边上了, 这个时候, 自然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霸道, 对待歧视到这些军头, 也要尽可能地客气一些, 最好沿途能搜集一些粮草物资, 送到北边去, 算是替朝廷劳军, 这样一来, 效果会好很多, 那就照此办理吧, 皇帝陛下很是痛快地点头答应, 他伸手往自己手边的炉子里添了一块炭火, 然后又低头看向自己面前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师, 突然背从中来, 眼睛有些发红, 此间是多亏了灵失, 不然振振不知应当如何是好了, 临检规规矩矩地低头行礼, 此臣分内之事, 皇帝陛下再一次长生接叹, 也不知朕此生, 还有没有机会重回生我养我的长安, 临检在皇宫之中足足待了大半个时辰, 才向皇帝告辞离开, 走出行宫的时候, 这位如今朝廷唯一的一个宰府, 神色也有些暗淡, 主要是如今这个天子几乎失去了全部斗志, 也就是说他弄出了这么个烂摊子之后, 决定撒手不管了, 这么大一个摊子, 只靠临检这么个文官是绝对不可能收拾的, 但是为了大洲的江山, 林元达又不得不尽心竭力地去维持这个流亡朝廷, 走出行宫之后, 他回到了自己在成都府的宫房, 刚坐下没多久, 他便让人去把齐轩请了过来, 很快, 这位齐大公子就被请到了林检的班房里, 齐轩比林昭大两三岁, 现在已经有二十三四了, 因为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认金赵府少尹, 整个人看起来比起从前要更加沉稳一些, 虽然面相依旧年轻, 但是整个人的气质已经像是一个尔利之年的中年人了, 见到林检之后, 对着林检拱手行礼道, 学生见过林相, 齐轩在国子健读书的时候, 林检是当时的国子健记久, 因此, 两个人还有一层师徒身份, 不管双方官职如何, 他都可以自称一生学生, 这也是官场上比较常见的师徒关系之一, 林检抬头看了看齐轩, 有些疲惫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然后指着自己面前的椅子, 开口道, 齐少尹座, 齐轩这才坐了下来, 他抬头看了林检几眼, 然后低头叹了口气, 林相比起从前又憔悴了几分, 如今朝廷的千斤重担都压在林相一个人的身上, 千万要保重身体才是, 我不爱的, 袁达宫捋了捋自己下河的胡须, 看向齐轩, 方才我进宫面见了陛下, 与陛下商量了一些事情, 决定将蜀郡升为成都府, 同时把成都设为大洲的陪都, 齐轩无奈苦笑,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确实应该这么做, 林检看向齐轩, 声音平静, 决定由齐少尹, 你来任第一任成都尹, 学生任成都尹, 齐轩吓了一跳, 连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林检连连白手, 林相, 学生万万不能单此重任, 金兆尹、河南尹以及太原尹, 都是从三品的官员, 尤其是金兆尹这个职位, 极其重要, 就任这个位置, 已经是一只脚迈进的权力核心之中, 即便是在长安城里, 也是稳稳排名前十的重要人物, 现在朝廷避退到了西川, 金兆尹这个位置自然不复存在, 但是朝廷既然暂时立在了成都, 那么成都尹这个位置, 就相当于从前的金兆尹, 因此, 齐轩才很是意外地站了起来, 白手拒绝, 毕竟按照他现在的身份资历, 如果是正常进士升迁的话, 这会儿能到七品官,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虽然因为自己老爹的关系, 早早地坐到了金兆辅少尹的位置上, 但是副手跟主官毕竟不一样, 尤其现在朝廷的处境尴尬, 做这个成都尹更要小心谨慎, 容不得半点疏漏, 林检默默地看了一眼齐轩, 为何不能? 齐大公子苦笑道, 学生做这个金兆辅少尹, 已经为人诟病, 眼下朝廷不稳, 成都尹这个位置, 更需要一个能够稳得住局面的人担任, 眼下成都诸官员之中, 只有齐少尹你, 最能稳得住局面, 袁达公面色严肃, 因为朔方节度使, 歧视到齐大将军, 是齐少尹的父亲, 齐大公子闻言一愣, 然后摇头苦笑道, 虽然林向宁说的都是实话, 但是学生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把这种话说的这样直白, 林检微微皱眉, 沉声道, 我的意思不是说齐少尹你背后的势力有多大, 齐大将军手下有再多兵马, 暂时也影响不到西川, 我的意思是, 你是齐大将军之子, 由你来做这个成都尹, 成都朝廷上下的人多少会安心一些, 说到这里, 袁达公的声音满是疲惫, 长安失落之后, 朝廷里的官员跟到成都的只剩下十只二三, 而且人心散了, 带起来很是费心费力, 这个时候能让他们安心一点, 事情便会好办一些, 这件事情陛下也点头同意了, 齐少尹莫要推辞, 且当仁不让罢, 听到这个解释, 齐轩心中多少舒服了一些, 他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林向, 陛下他, 还好吧, 林检神情一致, 苦笑道, 谈不上好与不好, 只是陛下恐怕已经没了心气, 未来朝廷的路也不知道会走向何方, 齐轩默默点头, 犹豫了一番之后, 又问了一句, 那三郎呢, 他在青州也还好吧, 当年国子剑同学社的三个社友里, 就属齐轩与林昭两个人关系最铁, 这位七大公子也是对林昭帮助最多的人, 此时他跟林昭已经差不多两年未见, 得到的消息也不多, 因此只能向林检发问, 听到齐轩问起林昭, 袁达公脸上罕见地露出一抹笑容, 他放下了手中的毛笔, 轻声道, 说起三郎, 这孩子在青州弄得着实不错, 现在已经势力不小了, 前翻长安尾巢给各地截度使封王, 连带着给他也封了个北海郡王, 虽然此举乃是故意捧杀之举, 但也说明, 三郎他在青州的作为, 已经引起了尾巢的重视, 北海郡王齐轩低头小声念叨了一句, 然后感慨道, 两年不见, 当初的林三郎, 现在已经到了卫猎王侯的地步了, 真是了不起, 说完, 他看了看林检, 退后一步, 对着林检拱手道, 如今大洲朝局, 全靠林相一个人苦苦支撑, 林相如果有什么用得到学生的地方, 请一定直言相告, 学生定当亲历为之, 是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七少尹, 林检声音低沉, 缓缓说道, 方才我进宫去与陛下商量了一番, 决定让皇长子带一些人北上, 去北边慰问朔方河东二军, 顺便掌握北疆局势, 这件事陛下也已经点了头, 用不了几天皇长子就会动身北上, 说到这里, 他看向齐轩, 继续说道, 皇长子自然不可能孤身北上, 我的意思是想请齐家的二公子, 陪同皇长子一起北上, 不知道齐少尹意下如何, 其实道有两个儿子, 长子齐轩, 幼子齐平, 老大齐轩自小喜欢读书, 而二公子则一贯五刀弄棒, 二十来岁的年纪就给自己弄了一身剑子肉, 看起来很是健壮, 长安即将被围的时候, 齐平还想着留下来卫护长安城, 但是被丹阳大长公主强行带出了长安, 齐轩文言, 微微低头, 这件事学生要先回去问过家母, 才能给林相一个答复,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又是一个多月时间过去, 时间来到了永德四年的年末, 此时长安城里泛阳一系的文臣武将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 那就是明年改元的年号, 此时这个长安朝廷已经布告天下, 宣布西川那个小朝廷乃是伟朝, 既然是伟朝, 那么伟朝的年号自然不能再用, 不过康东平多少还是尊重了一些李寻, 并没有立刻更改年号, 而是准备在第二年改元, 长安这边改元之后, 天下间便同时有了两个不同的年号, 到时候双方势力立刻就会精卫分明起来, 用哪一个年号就等同于站在哪一边, 一目了然, 就在康家朝廷上下商议年号的时候, 他们派去青州宣旨的两个使者, 终于返回了长安, 两个人回到长安之后, 会在康东平面前不住地控告青州的林三郎, 因为在青州受了委屈, 两个人在康东平面前几乎T类满塞的控诉林招的嚣张跋扈二, 蛮横无礼, 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云云, 此时的康大将军, 正在甘露殿里观看一些西域的胡姬跳舞, 他皱着眉头, 听完这两个人的控诉之后, 原本还带着笑容的面旁, 立刻皱起了眉头, 他挥了挥手, 示意这些胡姬退下去, 然后对身边侍奉的下人沉声道, 去请庄先生进攻议事, 现在长安的形势是十分畸形的, 因为康东平手里的这个礼记是假的, 因此虽然康东平把他捧上了地位, 但是平日里根本不让他见人, 而康东平本人, 在给自己加封了大司马大将军之后, 又授封燕王, 然后直接堂而皇之地住在了宫里, 基本上就是把自己当成了皇帝, 而那个原本就是魁伟的礼记, 则是被扔在了太极宫, 除了让他衣食无忧之外, 根本没有人在意他的死活, 康东平下令之后, 很快一身紫衣的范阳首席谋士庄上, 便被请到了甘露殿, 到了甘露殿之后, 康东平眯了眯眼睛, 淡淡地看向庄上, 庄先生, 孤派往青州的使臣已经转回长安了, 庄上跪地行礼之后, 起身微微低头, 敢问王爷, 青州那边如何回应? 庄先生先前说, 这个青州的邻昭年纪最小, 最容易拉拢, 康东平眯缝着眼睛, 缓缓说道, 现在看来, 先生这一次猜得并不准确, 孤一共发出去六道封王的诏书, 其他几个节度使, 即便拒不受封, 也多多少少会给孤一些面子, 最起码, 把孤的使者客客气气地放回了长安, 而这个胆大妄为的林三郎, 不只当着孤使者的面子, 烧了朝廷送去的诏书, 甚至还让孤的使者跪在地上宣旨, 说到这里, 康东平语气中已经满是怒意, 这是公然采星朝的脸面, 人的想法, 是会随着自己的地位处境而发生变化的, 从前康东平这个人虽然野心勃勃, 但是不视为一个枭雄, 最起码碰到事情的时候, 他还能用相对冷静的态度去思考, 而且很是渴求人才, 当初在长安城, 他第一次见林昭的时候, 就想把林昭拉拢到自己麾下做幕僚, 但是现在, 他已经占据了长安城, 自视自己已经是天下未来的天子, 而且他一路从泛阳几乎是横推到了长安, 心中自然多了几分傲气与霸道, 而且对于康家来说, 新朝是他们康家的新朝, 不给新朝面子, 就是不给他们康家面子, 因此, 此时的康大将军心中已经十分恼火, 庄先生能在范阳当上首席谋士, 自然很了解康东平的性格, 听到他的语气之后, 庄上已经猜出了一些康东平的想法, 于是他微微低头, 开口道, 殿下, 在下原先以为, 林昭这种年轻人多少会识去一些, 现在看来, 此人是铁了心与殿下为敌, 既然如此, 殿下评扫天下的大业, 不妨从此人开始, 庄先生声音平静, 如今我范阳就地, 已经悉数被此人占领, 而且, 此人手中兵力, 也是在诸杰度史之中最弱的, 殿下先平灭此人, 一来可以拿回故地, 大同东西通路, 二来也可以立威给天下人看, 让天下人知道, 我朝廷王师的厉害, 庄上这几句话, 可以说是句句说在了康东平的心坎里, 即便是性情深沉的康东平, 此时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一些笑容, 他看向庄上, 开口道, 既然先生都这么提了, 姑自然不好不从, 现在已经年关, 将士们多半不愿意此事出城, 这样罢, 等明年开年, 朝廷便派五万王师, 讨伐青州叛逆, 康二大将军声音低沉, 姑要活捉了灵昭, 至多一年时间, 姑就要让这个灵家小儿, 跪在姑面前求饶, 到时候他才会知道, 他现在拒绝姑赐给他这个北海郡王, 是何等愚蠢之举, 庄上连忙起身, 对着康东平作一道, 殿下神武, 以王师之力, 在半年之内就可以得胜归还, 康东平点了点头, 开口道, 以先生之间, 姑派谁出战为好, 庄上默默低眉, 在心中暗自吐槽了一句, 派谁去都没问题, 不要派你那个弟弟去就行, 不过明面上自然是不能这么说的, 庄先生微微欠身, 开口道, 一在下愚见, 大将军麾下诸多义子, 都是万夫莫当的勇将, 只需要从中选出一两位, 便可以轻易平灭青州叛军, 将叛逆临昭, 捉回长安问罪, 姑的义子, 康东平低眉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样罢, 就让张也, 武圣二人, 领衡阳军, 靖赛军二军, 过完年关之后, 立刻开拔, 平灭青州叛逆, 衡阳军与靖赛军, 都是原先泛阳节度使徽下的九军之一, 泛阳军占了长安之后, 原先的泛阳九军仍旧没有改左, 只不过其中的周兴军被改了个名字, 改为燕兴军, 北平军改成了北定军, 而这九支军队的主将, 都是康东平的义子, 这些义子年纪有大有小, 年纪最大的, 只比康东平小了三四岁而已, 张衍和武圣二人, 都是康东平的义子, 分别率领衡阳军与靖赛军, 这两支军队原先在泛阳的时候, 各自只有万余人, 但是泛阳军一路细径疯狂扩张之后, 这两支军队都变成了两万余人, 加起来有五万人左右, 这些兵马, 可不像康东来原先带领的那几千新兵, 其中有不少就是泛阳军原先的边军, 战斗力极为强横, 听到了康东平的决定之后, 庄上立刻低头, 夸赞道, 殿下英明, 有了这两支军队东进, 估计只两三个月时间, 青州的那些乌合之众, 就要被王师打得灰飞烟灭, 这一记马屁拍的康东平很是受用, 他眯着眼睛淡淡地说道, 仅以青州叛逆之人头, 为天下人力规矩, 此时的泛阳军因为一路顺风顺水, 还处在士气高涨的阶段, 康东平的两个义子接到命令之后, 恨不能立刻就点起兵马东征, 夺回泛阳九州, 在康东平的命令之下, 这两个人才勉强按捺住性子, 一直等到年关之后, 才开始准备兵马, 发兵青州, 此时, 所有泛阳的中高层都以为自家的大将军, 很快就可以改朝换代, 因此, 他们想要建功立业的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 五万人马很快齐备, 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开向了青州, 这样庞大的军队调动, 自然瞒不住任何人, 这些泛阳兵马刚到河南府, 就有关于他们的消息送到了林昭的桌案上, 在青州总管府里, 一身轻衣的沈辉坐在林昭对面, 手里拿着河南府送回来的情报, 认真看了一遍之后, 皱起了眉头, 民工, 这只在河南府的军队, 确定是往我青州来的吗? 大概有七八成几率, 林总管面色平静, 缓缓说道, 他们自长安出来之后, 一路往东来, 除非他们的在河南府停下, 否则东面除了我们之外, 就只剩下契丹了, 先生总不会觉得他们, 是来帮着我们抵抗契丹人的吧, 这也太快乐一些, 沈辉苦笑道, 按照原先的估计, 他们就算要来进犯青州, 应该也是要等到今年下半年, 没想到这才刚刚开年, 这些叛军便直扑青州而来, 可能是因为, 先前我得罪了范阳的人, 因为已经收到消息有一会儿了, 此时的林昭倒显得平静许多, 他淡淡地说道, 再加上这么多地方势力之中, 属咱们青州最弱, 康东平想要立威, 自然要捡我们这个软柿子捏, 沈辉点了点头, 看向林昭, 问道, 民工准备如何应对, 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具体有多少人, 我已经派出了一个赤后营乔装改办, 沿途探查这一支范阳军的具体情况, 然后随时报到青州来, 等查明了到底有多少人, 才好进行下一步的准备, 说到这里, 林昭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然后抬头看向沈辉, 声音低沉, 先生, 打仗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我只需要在应对叛军的时候, 有一个稳固的衙门和后方, 先生能做到否, 听到这句话, 沈辉面色严肃起来, 他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民工放心, 青州城一日不破, 青州总管府就仍然可以统筹全局, 不会出乱子, 到现在, 沈辉已经就任青州总管府长使好几个月时间了, 青州总管府上下的政事, 大多都会经过他的手, 林昭现在更多的是行使最终决策权, 也就是说, 这位青州本地的读书人, 实际上已经成为青州小朝廷的宰相, 而且是唯一的宰相, 因此, 青州总管府麾下诸州的稳定, 都要靠沈辉来维系, 真正在诸州募兵练兵统兵的几个将军, 还有刺史, 我已经给他们去了信, 让他们赶来青州一同一事, 等他们到了青州, 再来具体商议, 如何应敌的事情, 林总管沉默了一会儿, 从袖子里取出一块刻着林子的牌子, 放在了沈辉面前, 开口道, 昭明先生, 这是我的腰牌, 暂且由你保管, 这段时间里, 负责青州后勤的韩餐会, 全然听从你的调遣, 他手里掌握着青州的粮仓, 以及许多后勤物资, 具体的事情, 有你跟他商量着办, 韩餐到青州之后, 林昭就把青州的后勤工作, 就全部交给了他, 毕竟这人曾经在青州, 帮着林昭打理了好几年的生意, 对于这种后勤的工作, 算是门青, 再加上他完全值得信任, 这段时间一直干得不错, 整个青州的粮食, 都在韩申手里, 沈辉犹豫了一会儿, 伸手接过这块牌子, 收在了自己的袖子里, 这位中年读书人, 心中颇为感触, 对着林昭低头道, 属下, 多谢民工信任, 现在的沈辉, 已经基本掌握了青州的政权, 有了这块牌子, 他又掌握了青州的半数财权, 可以说, 已经是青州上下权柄最重的人, 两个人相识还不到一年时间, 在这个时候, 能做出这样大胆的放权决定, 只能说明林昭气颇不小, 其实上, 这也是林昭无奈之举, 范阳君即将大举来范, 接下来, 林昭要把自己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军事身上, 无暇估计青州以及附近诸州的战士, 他只能把事情交托给沈辉, 好在青州还有一个大管家崔芷晴, 有崔姑娘这么个帐房在, 林昭可以随时了解青州上下的具体动向, 不至于让青州这个新兴势力在自己手上失控, 想到这里, 林昭心里暗自感慨, 如果这个时候, 自己的七叔能在青州就好了, 相比于沈辉来说, 林昭的七叔林简才是正儿八经的暗毒老手, 也是正经的宰相, 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林家自家人, 如果林简能在青州主政, 林昭就可以完全不用操心青州的政事, 放心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其他方面, 但是很可惜, 林昭心里明白, 以自己那个七叔的性格, 让他来青州帮自己干活的可能性, 无限接近于林, 万事不能强求, 想到这里, 林总管伸手拍了拍省会的肩膀, 沉声道, 先生, 如果叛军直扑青州而来, 那么这一战就真正是咱们的立身之战, 打赢了, 咱们便名利双收, 要什么便可以有什么, 以后忧烟一带, 也统统由我们说了算, 说到这里, 他眯了眯眼睛, 声音沙哑, 打输了便万事皆休, 还请朱俊与我同立, 沈辉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深深拱手, 青州沈辉, 愿为民工笑死, 林总管也站了起来, 对着沈辉拱手还礼, 送走了沈辉之后, 林昭的表情立刻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思索了一会之后, 便站了起来, 来到了总管府后院自己的书房里, 此时, 崔姑娘依旧在林昭的书房里, 用探笔算账, 因为现在青州集团的摊子大了, 每天送上来的账目也越来越繁复, 崔芷一个人很难计算过来, 她便在牙行里, 买了两个十四五岁的小丫头, 教会了他们数算之后, 每日跟着她一起算账, 见林昭走进来, 崔芷芹对着身边两个小姑娘笑了笑, 开口道, 好了, 你们先下去吧, 把各自的账目算好, 明天送到我这里来, 两个小姑娘扭头看了看林昭, 然后对视了一眼, 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 他们离开之后, 林昭才坐在了崔芷芹对面, 忧心忡忡, 崔姑娘神色温婉, 笑着说道, 出什么事了, 让林大总管这副表情, 林昭沉默了片刻, 才微微叹了口气, 六娘, 要不然, 我先派人把你送去扬州, 没有人是天生的战神, 也没有人会在这种情况下, 心里全无波澜, 听到前方战报也有踩碎木鸡的时候, 更不要说刚刚从长安出来没几年的林昭了, 林昭心里自然也没有底, 他在沈辉面前该装的模样必须要装出来, 要像谢安那样装出云淡风轻的模样, 但是真正到了自己亲近之人的面前, 这种是很难装下去的, 他曾经体会过范阳军的战斗力, 当初康东来带人攻打青州的时候, 只两千多个人便险些攻上青州城楼, 那个范阳军的猛将卫平更是两次攀上城楼, 如果不是那次林昭动用了火器, 说不定那两三千个范阳军的新兵便把青州给拿下来了, 两三千人尚且如此, 更不要说这一次到青州来的, 很有可能是数万人马, 现在他青州总管府麾下的兵马, 算上仍旧在训练的新兵, 那么多州加在一起也能勉强凑出四五万人, 但是这些新兵的质量跟范阳军这种边军暂时没办法相提并论, 这一仗林昭只能尽力而为, 而他心里其实只有三四成把握能够守住青州, 因为他对那些范阳军的真实战斗力很不了解, 他不清楚自己弄出来的这些火器, 能不能真正挡住如狼似虎的范阳边军, 听到林昭这句话, 崔芷晴先是有些吃惊, 然后抬头看向林昭, 轻声问道, 三郎, 发生什么事了? 林昭坐在了崔芷晴旁边, 默默说道, 刚收到消息, 长安那边有大股范阳军集结, 现在已经到了河南府, 估计是往青州来的, 他低眉道, 现在还不清楚具体有多少人, 但是最起码应该在三万人以上,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崔芷晴, 微微叹了口气, 在青州任何人面前, 我都必须要装出一副蜘蛛在握, 胸有成竹的模样, 但是在六娘面前, 我不得不跟你说实话, 林总管语气有些无奈, 老实说, 现在的青州, 面对数万人规模的范阳边军, 我心里不是很有把握, 所以, 我想把你偷偷送出青州, 送到扬州暂时避一避, 我再派人接你回来, 崔芷晴伸手拉着林昭的手, 他抬头看着林昭的面旁, 声音轻柔, 假如我去了扬州, 过段时间, 三郎你打赢了范阳军, 你又要用什么理由, 接我回青州来呢? 林昭沉默了, 他们现在无名无分, 一旦崔芷晴离开青州, 回到了崔家人的掌控之中, 那么林昭就没有任何理由, 能把他再接回青州来, 见林昭不说话, 崔芷晴站了起来, 直接坐到了林昭怀里, 他伸手轻轻缓住林昭的脖子, 把后者抱在自己胸口,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他语气轻柔, 林昭微微摇头, 苦笑道, 这里太过凶险, 我不喜欢把自己身边的人置于险地, 你这样太过自私了, 崔芷晴松开手臂, 低头看着林昭, 气息几乎喷涂在了林昭的脸上, 他缓缓说道, 因为青州凶险, 先前你不肯把谢姐姐他们, 接到青州来, 现在因为范阳军进犯, 你又要把我也赶出青州去, 眼睛有些发红, 那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你真在青州出了事, 我这个无名无分之人尚且不说, 谢家姐姐又该伤心到何种境点, 林昭声音沙哑, 开口道, 我身边那么多青卫, 就算青州破城了, 我逃出去也不是难事, 我不会出事, 你骗人, 崔芷晴擦了擦自己眼角的泪水, 咬牙道, 去年范阳军造反, 我从贝州逃出来都闲死还生, 青州要是破城了, 兵荒马乱地不说, 你那些青卫, 未必就还会对你忠心, 我不管, 我敌死也不离开青州, 他咬着牙, 神态坚决, 要死我跟你一起死在这里就是, 这样也好过将来一个人伤神, 林昭没有再说话了, 他这个人, 因为在世为人的原因, 从小到大, 老是想护着身边人, 小时候在东湖镇的时候, 他便尽力护着母亲, 不让旁人欺负他, 后来出了东湖镇之后, 他之所以这样努力拼搏上进, 也不是为了什么飞黄腾达, 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而是想要在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 让自己迅速强大起来, 从而拥有保护自己身边人的力量, 如今, 他临着人生中最大的考验来了, 林三郎伸手还住崔芷青的腰肢, 声音有些沙哑, 那好吧, 便留下来陪我, 这次的范阳君进犯,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场劫难, 熬过这场劫难, 咱们便浴火兴盛, 林总管目光看向了窗外, 正正出神, 只要能熬过去, 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 咱们青州都可以大声说话了, 崔芷青眼睛微红, 他伸手抱着林昭的脖子, 轻声道, 我相信三郎, 三郎你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子, 青州总管府的书房里, 两人相拥而坐, 难得得有了片刻温存, 因为林昭书信里的言辞很重, 因此只在三天之后, 青州总管府遍布各地的高层门, 便齐聚到了青州城, 说起来也就是陪检赵歇两个青州军的将军, 还有正通正牙叔侄俩, 至于其他这几个月总管府兴封的各州刺史, 林昭没有给他们写信, 也没走必要叫他们来, 人差不多都到齐了之后, 林昭让人把总管府长使沈辉请来, 又让人把一直在青州默默做事的韩参也叫了过来, 至此, 青州集团高层会议基本上就到齐了, 这其中韩参是最不起眼的一个, 但是他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他天性极为内向, 到场之后也只是默默坐在角落, 低着头一声不吭, 其实周德州胖子现在也还在青州城里, 只不过他不算青州集团的高层, 林昭也没有让人叫他, 所有人到到齐之后, 坐在守卫上的林昭, 环视了众人一眼, 缓缓开口, 几天时间过去, 想来各位多多少少都收到了一些消息, 说说看法吧, 众人犹豫了一番, 还是一脸大胡子的青州将军裴检, 第一个开口, 他抬头看向林昭, 微微低头, 林帅, 末将想知道, 这一次叛军到底有多少兵马犯我青州, 具体还不是很清楚, 林总管微微皱眉, 沉声道, 不过从这几天陆续传来的消息看, 应该在四万以上, 四万, 听到这个数字, 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裴检, 也皱起了眉头, 而正通正牙叔侄俩, 也是大皱眉头, 林检看了一眼这些人的表情, 然后闭上眼睛, 缓缓说道, 以现在我青州军的战力, 出城应敌就是送死, 因此, 这一次仍然聚成固守, 只不过与上次不一样了, 上一次是弃守其他城池, 固守青州一城, 而这一次, 林总管睁开眼睛, 眼神坚定, 该守的统统都要守, 地盘大了, 自然好处无穷, 但是同时也会受地盘限制, 现在的林昭, 已经生产火器很长一段时间了, 假使他现在只有一个青州要守, 那么, 以他现在生产的这些火器, 可以轻而易举地挡下数万人的进攻, 但是现在, 他的势力范围远远不止一个青州城, 只算直属青州总管府掌控的周郡, 就已经超过了十个, 而这些周郡之中, 除了周城之外还有一个个县城, 就算抛开那些县城部守, 现在的青州军, 最少也要守十来个城池, 而林昭这句应手禁手, 算是定下了这一次高层会议的基调, 听到他这句话之后, 裴俭立刻就皱起了眉头,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林帅, 如果敌人数量太多, 末将的意思是, 不必执着于一城一地, 可以以幽州为中心固守, 这样一来防御圈子收缩, 咱们防守起来的压力就会小伤很多, 他低声道, 如果这些叛军真是冲着我们来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我们的大军, 而不是那些城池, 因此放一些城池给他们, 无伤大压, 裴俭毕竟是专业的军事人才, 他这番话分析的有理有据, 也是现在青州可以用的最好方案, 而坐在主位上的林昭, 也是微微叹了口气, 苦笑道, 裴将军的这个思路, 我曾经也想过,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打, 只守幽州附近的几个州, 甚至于青州都可以放掉, 那么以咱们现在的兵力和军力, 最起码有八九成把握可以守住, 但是, 林昭环顾了这些手下一眼, 声音低沉了起来, 开口道, 但是咱们辛苦经营青州, 目的就是为了守土安民, 叛军这两年来的行径, 诸位应该也都看到了, 这些湖兵所到之处, 不仅是欺凌百姓那么简单, 更是随意烧杀抢掠, 从泛阳到长安沿途周郡的百姓, 吃足了他们的苦头, 如果我们也跟朝廷的军队一样, 见到叛军就往后退, 把麾下的子民尽数让给他们掠杀, 那我这青州总管府, 咱们的青州军, 便愧受百姓激养了, 青州总管府以及青州军, 现在并不靠大通商号养活, 而是靠各州郡送上来的钱粮, 也就是说是青州一带的百姓养活了他们, 灵昭这番话一说完, 所有人都微微皱眉, 即便是身为文官的沈辉, 也皱起了眉头, 没有说话, 灵昭看了看他们的表情, 苦笑道, 我知道, 自古以来就有词不长兵这个说法, 也有一个词叫做妇人之人, 既然兵是如此, 我也不会让大家领着兄弟们去送死, 存人师弟人帝皆得, 存地师人人帝皆失的道理, 灵昭还是明白的, 只不过明白是明白, 他毕竟没有到那种思想境界, 还是想要为自己属地的百姓努力一把, 他看向这些人, 缓缓说道, 我的意思是, 无论如何, 咱们要先在外围守一守, 先看一看, 叛军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战力, 以咱们的火气一众, 就算敌人是天兵天将, 手上十天半个月, 总是没有问题的, 说到这里, 灵昭顿了顿, 继续说道, 如果情势不对, 敌我力量悬殊, 那么就果断弃城向幽州靠拢, 他神色坚决, 吃了老百姓的粮食, 总不能让老百姓看到, 我们不战而逃的模样, 说到这里, 裴俭等人总算舒展了眉头, 这个黑脸将军点了点头, 开口道, 灵帅这个法子使得, 咱们也需要看一看这些泛阳军, 到底是个什么橙色, 他这个青州军方的老大开了口, 其他人便跟着开口附和, 身为副将的赵歇笑着说道, 既然这样, 那青州的外围, 就交给末将来守罢, 让末将替裴将军试一试, 这些叛军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 裴俭文言刚要开口, 就听到林昭继续说道, 军事部署的事情, 今日暂且不易, 等今天的事情说完了, 咱们在意部署的事情, 说完, 他扭头看向沈辉, 开口道, 昭明先生, 我调牌给你五千人手, 从今天开始, 青州外围的百姓, 尽量让他们迁移, 向幽州方向靠拢, 林大总管顿了顿, 继续说道, 如果不愿意去幽州的, 也可以往青州这边来, 林昭所说的青州外围, 实际上是指, 苍州, 银州, 墨州和一州四州之地, 这四州是青州总管府势力的西部, 也是首当其冲, 会碰到叛军的地方, 这两天时间, 总管府这边, 要估算出千亿百姓的花销, 递给我看一看, 沈辉微微点头, 开口道, 明公, 是不是指靠拢幽州就好? 沈辉的意思是, 要林昭在必要的时候, 弃首青州, 将众星全部放在大洲东北部核心的幽州上, 林昭微微皱眉, 青州, 我还是想要守一守的,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低声道, 这里是我出长安之后, 到的第一个地方, 我在这里辛苦了两年时间, 好容易把青州建成一个比其他大城丝毫不差的地方, 这里以后, 很可能会成为又一个天下重城, 这个时候, 要我弃了他, 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他环顾身边的一众下属, 微微低眉, 这件事, 我还需要细想,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不会放弃青州, 这里是林昭整整两年的心血, 先前沈会跟他建议, 让他把青州总管府搬到幽州去, 林昭没有同意,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且, 不单单是他个人的心血那么简单, 更是花费了不知道多少资源, 这个时候, 如果让青州给叛军占了, 一来是青州百姓遭遇横祸, 二来他多年心血也会毁于一旦, 真到了那个时候, 林昭将来也不会再有心理重建第二座青州城, 而是会把精力主要放在原本就是东北部核心的幽州身上, 林三郎微微低眉, 开口道, 我在这里与朱军说清楚, 这一次守城之战, 咱们主要的重心仍然是幽州, 幽州才是核心, 青州, 进人事就好, 沈辉站了起来, 叹了一口气之后, 对着林昭深深作依, 我便是青州人, 我代青州父老, 多谢民工圣德, 另一边的郑家舒直对视了一眼, 然后郑通也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笑了笑, 事到如今, 我郑家与三郎早已经无分彼此, 三郎需要什么东西, 便给我写一张单子, 我现在就动身, 亲自去给三郎操办, 帝州刺史郑娘也起身, 呵呵笑道, 我这个帝州刺史, 也随时听从总管大人调遣, 林昭点了点头, 看向一旁漠不作声的韩参, 开口道, 韩兄, 这几天, 你与我舅父在一起商量商量, 青州还缺什么, 你尽管跟他说, 韩参站了起来, 先是对着林昭低头行礼, 属下遵命,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又转头看向郑通, 再一次低头作医, 小人拜见郑公, 因为这一次青州面临的考验很大, 这一次青州的高层会议, 开得很是严肃, 几个人坐在一起, 足足讨论的一个多时辰, 这场会议才算落下帷幕, 众人都散去之后, 唯独郑通一个人留了下来, 他两只手揣在袖子里, 笑呵呵地看着林昭, 没有说话, 林昭静静地等着众人走出去, 这才看向郑通, 微微欠身, 问道, 舅父有事交代, 郑通再一次坐了下来, 他给自己倒了杯茶水, 然后上下打量了一眼自己的大外甥, 神情颇为感慨, 当初你从长安出来到地方围观, 我让老大跟着你, 最初也只是想着, 如果你能在青州弄出一支两三千人的军队, 咱们这些人即便碰到了乱世, 也能有一些立身的余地, 没想到, 短短两年时间, 青州在你手里已经成了这个模样, 他感慨完之后, 默默地看着林昭, 开口问道, 三郎, 你老实等我说, 这一次应对泛阳叛军, 你有几成把握, 林昭也重新坐了下来, 他端起桌子上的茶水捧在手里, 却没有喝下去, 思索了一会儿之后, 缓缓说道, 照现在的情报来看, 这一次泛阳军进攻我青州的兵力, 应该超过四万人, 这四万人, 不可能全是原先的泛阳军精锐, 能有两万精锐, 便了不起了, 林总管眯着眼睛, 沉声道, 如果只守幽州, 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 如果守幽州与青州两处, 再协防其他州线的话, 那么只剩下四五成的把握了, 林昭声音低沉, 缓缓说道, 我打算拼一拼这四五成的几率, 如果拼不成, 咱们还可以退守幽州, 拒取那九成的把握, 郑通呵呵一笑, 你说得轻巧, 这么一来, 你的青州军要多死多少人, 林昭默然以对, 如果直接退守幽州, 青州军的确会少死很多人, 要是拼一拼, 青州军可能就会出现大量伤亡, 吃了百姓的粮, 总是要替百姓受些难难, 林三郎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合上了双目, 二舅, 打赢了这一场, 范阳军拿我们就再没有什么办法了, 郑通依旧面带微笑, 除却这四万人之外, 长安的范阳军少说, 还有一二十万人, 何以见得, 林昭没有睁开眼睛, 只是平静地说道, 我仔细推算过, 这只, 进犯我青州的范阳军, 应该是目前康东平能够派出来的所有兵力了, 这天底下, 不止康东平与林昭两家, 除却这两家之外, 还有另外七八个节度使, 其中兵强马壮的也有三四家, 如果范阳军派出的人手过多, 那么长安就肯定会空虚下来, 到时候其他的势力说不定就会趁虚而入, 把康东平赶出长安, 因此, 在能保证固有地盘的情况下, 范阳九军派出两个军, 就差不多是康东平目前的极限了, 林三郎睁开眼睛, 目光中闪烁着金光, 再多派些人出来, 他手里的关中和中原便很难守住了, 这话不错, 郑通微微眯了眯眼睛, 淡淡地说道, 康东平的范阳军的确厉害, 一口便吃掉了关中与大半的中原, 只是李家的明星还在, 吃下去容易, 想要消化掉便不那么容易了, 此时他大半兵力都只能固守长安洛阳, 能够派出四万多人, 差不多已经是极限, 说到这里, 郑大官人似乎想起了什么, 对着林昭笑道, 差点忘了跟三郎提, 我前两天才收到消息, 关中那里, 最近出了一支关中义军, 专门袭杀范阳军, 听说已经杀了数百范阳军了, 虽然还不太成气候, 但是终归还是有了一些关中男儿的骨气, 关中义军, 临昭轻声重复了一遍, 然后看向郑通, 开口道, 他们才进长安多久, 关中就已经涌现了义军, 看来我远远地高估了康东平, 哦? 三郎原先是如何看康东平呢? 我原先以为, 康东平应该能在长安待五年以上, 现在看来, 这丝已经在关中弄得天怒人怨, 再加上李家明望人星都还在, 照这样下去, 林总管语气笃定, 他能支撑三年都算是得了天佑, 郑通脸上依旧带着微笑, 康东平这人打仗有一手, 但是在治理方面一塌糊涂, 的确在长安做不长久, 他看向林昭, 问道, 三郎可有联系北江? 联系了, 林昭低头喝了口茶, 缓缓说道, 几天前我就给齐大将军去了信, 询问他北江的情况, 至于河东王大将军那边, 我跟他不熟, 便没有去信, 算起来, 北江朔方的齐师道, 还有河东的王府, 已经跟突厥人打了一年多了, 郑通眯了眯眼睛, 声音低沉, 这一年多以来, 齐师道或许是真的尽了力, 无法从北江脱身, 但是那个王府肯定不老实, 与突厥人打仗, 朔方军是主力, 他的河东军最多只是协助朔方军, 怎么可能一年多时间, 连一点兵力也抽不出来, 林昭没有说话, 他也曾经怀疑过这个问题, 当初突厥人骤然进犯的时候, 是齐师道的朔方军顶了上去, 并且在丰州挡住了突厥人很久, 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后来, 河东截度使王府才派兵加入战斗, 与朔方一起抵御突厥人, 这两个截度使的职责, 是呈极角之势, 拱卫北江, 抵御突厥人, 但是突厥人现在的战斗力, 并不是特别强悍, 一个朔方军是能勉强支撑得住的, 也就是说, 如果当初河东的王府足够忠心, 他是有机会扔下北江部管, 带着河东军持员长安, 持员同关的, 最起码河东军抽出一半人去擒王, 问题是不大的, 王府的军队也是边军, 即便战力比不上泛阳边军, 但是也不会相差太多, 如果河东军能够及时加入战斗, 那么现在的泛阳军, 估计都还没有打进关中, 林昭学着正通的模样, 也把两只手拢在了袖子里, 他缓缓说道, 想这些无用, 我现在去跟王府说话, 他也只会装作没有听见, 只有我赢了这一仗, 才能有跟王府歧视道, 这些人平等对话的地位, 人都是有等级圈子的, 河东杰度使麾下, 虽然只有五六万兵马, 但是也都是战力顶级的边军, 比起林昭手下的这些新兵, 强横太多, 只有林昭的青州军, 赢了这四万进犯的泛阳军, 才能拥有与歧视道王府这些大军阀, 平等对话的资格, 一旁的正通咧嘴一笑, 三郎猜一猜, 赢了这一仗, 李家朝廷会给你个什么封赏, 林昭淡然道, 还没有赢, 不去想这些, 不过总不会像康东平那样大方, 给我封个北海郡王, 怎么样, 也得给你一个青州节度使罢, 郑大官人不知想到了什么, 笑容灿烂, 到时候, 三郎你就是天底下有数的几号人物之一了, 对于正通的这番话, 林昭并没有回应, 但是实际上, 正通说的一点都没错, 现在的大州, 已经不是先帝朝的大州了, 先帝朝之时, 大州算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王朝, 朝廷不说, 可以将整个天下控制的面面俱到, 最起码能控制天下十之七八的地方, 那个时候, 这天底下除了皇位以外最耀眼的位置, 是郑士堂的宰相, 是六部的天官尚书, 是门下省的大皇门, 是长安城里里的滚滚诸宫,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长安破城了, 长安破城, 代表着李州王朝的中央力量, 实际上已经被打碎, 而长安近二十万进军, 也几乎死伤殆尽, 即便李家人能够回到长安, 重新登临地位, 到时候, 中央朝廷的地位, 与十年前也会不可同日而语, 简单来说, 至今日起, 直强甘弱了, 即便李家再出一个先帝那样的中心之军, 但是天底下, 已经没有第二个旧时的宰相郑温, 退一万步说, 就算先帝李源与郑温同时复生, 想要重新组建长安进军, 把大州的主干强盛起开, 少说也要十几二十年时间, 而这两个人, 已经统统死了, 李家唯一一个比较出彩的宗室, 李旭也死在了长安城里, 现在的李家, 看不出还有什么人才, 也就是说, 即便范阳君被赶出关中, 赶出中原, 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里, 各地节度使藩镇的实力, 都将远超长安朝廷, 而林昭, 只要能胜过这四五万的范阳君, 他就会成为天底下屈指可数的几个藩镇之一, 也就是正通所说的, 天下数的昭的几个人之一, 林总管两手拢在前秀里, 看着正通, 舅父以为, 这天下还会姓李吗? 与我无干, 郑大官人呵呵一笑, 自你外族死后, 我便不把自己当作他李家的臣民了, 皇帝今后还是不是李家人, 我并不怎么关心, 说到这里, 他笑着看向林昭, 开口道, 反倒是三郎你, 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 郑家自从当年的变故之后, 便对李州皇室有了一些怨队之心, 因此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忠君爱国, 正因为这个原因, 郑通等人反倒跳了出去, 成为一个局外人, 而看局势看得最清楚的, 往往就是这些局外人, 现在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长安朝廷最起码将会孱弱一段时间, 而决定李家人能不能继续当皇帝的, 正是骑士道王府, 以及林昭这些各地的军阀们, 林总管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且过了这一关, 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吧, 在总管府的会议之后, 青州上下很快动了起来, 首先是郑通这个大通商号的大东家, 与青州的后勤总管韩餐聚在了一起, 定出了一个需要采买的名单, 然后郑大官人亲自从青州动身, 开始动用整个大通商号的人力物力, 去采买这些物资, 在之后, 就是以沈辉为首的诸州官员们, 开始按照林昭的意志, 慢慢迁移青州东部边缘的一些百姓, 在迁移百姓的过程中, 沈辉尽量把他们迁往幽州, 毕竟幽州才是他们这些人的绝对核心, 也是相对来说最为安全的地方, 不过在迁移的过程中, 还是有一部分百姓死活不愿意离开故土, 即便青州官员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说, 叛军就要打来了, 这些人还是无动于衷, 对于这部分人, 林昭与沈辉都没有抢求他们, 毕竟这个时候时间有限, 青州上下的行政力量也有限, 不可能雇得上所有人, 而在愿意迁移的这些人当中, 也只有一小半人愿意向幽州靠拢, 更多的人还是想要迁往青州方向, 一来是因为青州现在是大州东部最为繁华的大城, 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青州总管府的治所在青州, 既然林总管在青州, 那么老百姓就想当然地会以为, 青州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于这种情况, 沈辉向林昭反映了之后, 林总管沉默许久也没有反对, 这个时候, 他的主要任务要放在军事上, 其他的问题大部分都只能交给沈辉处理, 在青州待了七八天之后, 林昭便从青州动身离开, 与郑牙一起骑快马到了帝州的燕赐, 燕赐是帝州的州城, 郑牙已经在这里当了一年左右的帝州刺史, 到了帝州城之后, 林昭先是与郑牙在帝州大街上转了转, 只见这座州城也比林昭第一次来的时候繁华了不少, 大街上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些大同商号旗下的商铺, 帝州就在沧州边上, 而沧州原先是泛阳九州之一, 因此, 帝州也是第一波受到叛军影响的州郡, 当时的帝州刺史听闻范阳君造反之后, 二话不说便带着家人逃出了帝州, 之后帝州上下就一片混乱, 给林昭留下了一个好大的烂摊子, 不过看起来郑牙这个帝州刺史做得很是不错, 此时的帝州已经差不多恢复了前的年间的人口, 而且看起来似乎比前的年间还要繁华一些, 表兄弟两个人牵马, 行走在大街上, 看着大街上人来人往的情景, 向来浪当惯了的郑牙突然摇头叹了口气, 说来也怪, 我这个人自小便不怎么喜欢与他人有所牵绊, 但是再厌次做了一年地方官之后, 竟然对这里有了些感情, 他环顾四周, 轻生感慨, 也不知道这一次叛军来后, 这里还能剩下多少今日模样, 青州总管府的防御战略已经定了下来, 主要的重心在幽州, 其次在青州, 而帝州就属于能守则守, 不能守则气的地方, 也就是说, 一旦战士吃紧, 这里是会被放弃的, 林昭背负双手, 看了一眼帝州的景象, 也是微微摇头, 怪只怪咱们利弱, 不能迎敌于家门之外, 否则便不会有这种烦恼了, 说着, 他扭头看向正牙, 开口道, 好了大兄, 现在不是赶上这些的时候, 领我去火药署看一看, 帝州, 是青州集团的火药生产基地, 从半年前开始, 青州那边就把重心转在了火器身上, 至于生产火药这种不需要什么技术的流程, 就统统转交给了帝州, 一来是大通商号神通广大, 可以弄到足够多的原料, 二来是帝州的郑家人, 是林昭的母族, 也是他在整个青州集团里最亲近, 最值得信任的人, 郑牙微微点头, 翻身上马, 三郎随我来就是, 看着他骑马的方向, 林昭有些诧异, 火药署不在城外吗? 林昭上次来厌刺的时候, 曾经跟他们提过, 制造火药的地方最好安置在城外, 城外不够隐蔽, 郑大公子微笑道, 所以我在城里买了两个大宅子, 并在了一起, 冲作火药署, 不得不说, 有钱还是郑家有钱, 林昭现在虽然势力极大, 青州总管府的账上也有不少钱, 但是那都是公账, 他本人其实并没有很多私材, 也不可能像郑牙这样, 随意在城里一买, 就是两个大宅子, 当然了, 混到他这个地步, 钱不钱的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说句不怎么客气的话, 现在的林三郎, 只要手里有铜, 自己在青州住钱都不是什么问题, 有郑牙带路, 两个人很快到了燕赐城城南的 一座大宅子门口, 这个大宅子看起来很不起眼, 但是家丁却着实有不少, 郑门口一眼看去, 就能看到七八个家丁巡逻, 暗处的人更是不知道有多少, 郑牙下了马之后, 回头跟林昭解释道, 这些家丁都是青州兵改办的, 三郎你不让火药的事情外转, 因此, 这火药署, 里里外外, 我安排了两三百个青州兵日夜巡逻, 林昭微微点头, 跟在郑牙身后, 一路进了这火药署, 这些家丁虽然不一定认得林昭, 但是显然认得郑牙, 见到郑牙之后, 都纷纷低头, 口称使君, 就这样, 两个人顺利地穿过了层层关卡, 很快到了火药署的库房, 这处库房, 建在一处巨大的空地上, 主体用木头搭建, 用到石头的地方不多, 看位置, 这里原本应该是这个大宅子的后花园, 被郑牙强行填平了之后, 改成了这个库房, 郑大公子一马当先, 迈步走了进去, 林昭紧随其后, 进去之后, 只见这处库房里, 对着一个又一个木桶, 一进门就可以闻到一股浓烈的火药味道, 林大总管站在原地, 看着这些火药桶, 正正出神, 这些, 有多少斤? 郑牙微微眯了眯眼睛, 缓缓说道, 这东西, 只要原料充足, 制起来并不难, 大通商号路子比较多, 这几个月, 都是二叔亲自出面, 搞到了不少原材料, 我又在帝州, 征兆了一批少年, 加入了火器鼠, 因此制了不少出来, 郑牙看向这一个个木桶, 开口道, 这里摆放的, 应该有五六万斤左右, 除了这个库房之外, 我还让人在后院挖了个地窖, 不过那里比较狭窄, 放不下太多, 只有两万斤不到, 火药这东西, 只要原料充足, 配药粉的确, 很是简单, 但是帝州居然有这么多火药, 还是出乎了林昭的意料之外, 他看了看这些堆积如山的木桶, 咽了口口水, 五六万斤火药啊, 即便这些火药没有提纯过, 这样庞大的数量, 一旦炸开, 也是地覆天翻的威力, 可惜的是, 这种威力, 只能用一次, 见林昭不说话, 郑牙继续说道, 除了帝州这边堆积的火药之外, 按照三郎你的意思, 帝州每日都会往青州, 以及幽州运送火药, 现在这边的原料, 还剩下不少, 郑牙微微低头盘算了一会儿, 开口道, 估计再制出四五万斤, 不是什么问题, 林昭这才反应了过来, 他又看了这些火药一眼, 扭头看向正牙, 苦笑道, 临来之前我问大兄, 帝州还有多少火药存留, 大兄直接告诉我就是, 干什么要卖这个关子, 还要我亲自来帝州走一趟, 如果按先前林昭制作陶罐的法子, 一个陶罐最多只能用掉一斤的火药, 也就是说, 只帝州的存货, 就足够弄出数万个陶罐炸弹出来, 当然了, 即便火药足够, 现在的青州是绝对没有那么多陶罐的, 不带你来看一看, 怎么让你放心, 正牙呵呵一笑, 开口道, 为了买这些原料, 二叔可是出了大血, 眼下他又跟着你手下那个寒身帮着青州采买东西了, 这一趟下来再加上帝州的这些火药原料, 二叔二十年积攒的家底, 恐怕剩不下多少, 他看向林昭, 轻声道, 二叔出力出到这个地步, 三郎将来可不能忘了他, 林昭沉默了一会儿, 点头道, 旧父大恩, 我自然会记下的, 说完, 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些火药, 心里莫名打了个寒颤, 这里不安全, 咱们先出去再说, 去我的刺师府吧, 因为没有见识过火药事故的厉害, 郑大公子倒显得轻松自在, 他把林昭带出了火药仓库, 两个人刚准备离开, 就听到身后有一个声音喊道, 大凶, 林昭与郑牙同时回头, 只见一个年纪与林昭相仿的年轻人, 脸上还粘着一些黑灰, 正远远地冲郑牙白首, 他迈着小碎步跑了过来, 规规矩矩地对着郑牙行礼, 见过大凶, 说着, 他又看向林昭, 然后慌慌张张地低下了头, 见过表兄, 这个年轻人正是正通的长子, 被林昭安排到帝州的郑园, 见到他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 林昭看了看郑牙, 苦笑道, 大凶怎么把二郎安排到这么个地方来了, 郑牙耸耸了耸肩膀, 三郎可莫要冤枉人, 是二叔交代让我把他放在火器梳里做事的, 刚好这里也需要一个自己人看着, 因此我就让他过来了, 说完, 他看向郑元微笑道, 这半个月我不在帝州, 这里可还好, 都好, 都好, 郑元挠了挠头, 笑容有些憨厚, 我照着带兄的意思, 在这里好声盯着他们呢, 郑牙笑了笑, 伸手拍了拍郑元的肩膀, 开口道, 好了, 你表兄现在可是天大的贵人, 他好容易来厌慈一趟, 你也莫要在这里待着了, 随我一同回刺食府去, 去那里洗个澡, 然后给你表兄赔个酒, 林昭站在一旁, 心里有些无奈, 郑通之所以这么安排, 自然是有他的原因的, 对于现在的青州来说, 火器或者说火药, 就是青州最大的底牌, 因此, 火药署和火器署这两个衙门, 将来肯定会成为青州的重中之重, 郑通让自己的儿子到火药署来, 就是想让他在青州集团里, 先占据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最起码能让他入林昭的眼睛, 想到这里, 林昭也伸手拍了拍这个可怜小子的肩膀, 摇了摇头, 这火药内运雷火, 是天下之危险之物, 二郎你以后还是不要在这里了, 让大兄给你换个差事, 或者直接跟我到青州去, 我给你安排个事做, 火药仓库极其危险, 万一出了事, 把自己二舅的这个长子给吓死了, 那林昭还真不好跟郑通交代, 三兄弟中, 郑元年纪与地位都最小, 只能跟在两个兄长身后, 唯唯诺诺地点头, 很快, 三兄弟就到了帝州的帝州刺石府, 就在郑元下去洗澡的时候, 林昭与郑牙在刺石府的近视里坐了下来, 林三郎看着郑牙, 声音略微有些沙哑, 大兄, 既然帝州有那么多的火药, 那么些帝州城倒是可以守一守, 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 先前火药的生产主要是在青州, 而且是由林昭亲自盯着, 那个时候, 原料的采买也大多数是林昭自己负责, 即便是让大通商号代买, 也不敢把配方统统说出来, 因此总要亲自采买其中一部分, 因此那个时候, 火药的产量并不高, 康东来带兵进攻青州城的时候, 青州城里的火药最多也就是两三千斤, 而且真正制成陶冠做守城武器的也就几百个而已, 与康东平一战, 林昭手里的火器就消耗了六七成, 后来青州总管府的势力渐渐大了, 林昭为了省事, 就把火药的生产统统交给了郑家叔侄俩, 要帝州按时按量给青州提供火药, 因为帝州这边火药的供给始终没有停过,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送一批火药到青州去, 林昭就没有怎么顾问帝州这边的火药存量,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体会到大通商号的可怕之处, 这火药方子在自己手里的时候, 他虽然能做出来, 但是受限于原材料, 很难大规模制造, 但是大通商号不一样, 它们不管是资本还是渠道, 都远胜林昭, 只大半年时间, 便在帝州积攒下来这么多的火药存量, 即便如郑雅所说, 郑通为了采买这些火药原材料, 也是大商元器, 可是大通商号依然展现了自己极其可怕的能量, 原本林昭的打算是, 帝州这边并不作为重点防御目标, 也就是说, 必要的时候可以让帝州被敌军占了去, 可看到这么多火药之后, 他便改变了心思, 拥有这样庞大的火药存量, 那么帝州完全不用再拘泥于原先那种陶罐作为武器, 完全可以大规模制造炸药包了, 虽然炸药包的微能利用率远远低于陶罐, 也不会有陶罐碎片那种杀伤力, 但是只要当量足够, 便可以一粒详实惠, 轻松达到作战目的, 林昭坐在郑雅对面, 微微低眉, 开口道, 大兄, 从今日开始, 你在帝州主持正事的时候, 可以尽量把帝州其他县城的百姓迁到帝州城里来, 你这个帝州城可以作为咱们青州的防御重点之一, 少来, 郑雅被吓了一跳, 连连摆手, 我这里可没有陶俭, 更没有战力强悍的幽州士族, 虽然帝州这里的确睁目了一万多将士, 但是其中大半还是新兵, 根本上不得战场, 郑雅这个人生性随意潇洒, 但其实骨子里很是谨慎, 他看着林昭, 沉声道, 真正战士起来的时候, 还是让帝州的人马跟着你, 或者跟着陪叔, 这样这一战打下来, 他们该练出来也就练出来了, 用不着他们会打仗, 林总管微微低眉, 开口道, 一不用他们冲锋陷阵, 二不用他们去劣阵迎敌, 只要他们能站在城楼上, 往下丢丢东西就好, 你是说用城里的这些火药, 郑雅微微皱眉, 帝州的火药虽然多, 但是都没有成火器, 如何在战场上适用, 这个时代的人, 虽然已经见识过火药的厉害, 但是眼界见识, 毕竟受限于林昭弄出来的陶冠, 他们根本不知道, 火药还有其他用途, 郑通书执二人之所以在帝州拼命生产火药, 也是为了给林昭的青州准备足够火气, 并不知道火药还能用作他图, 林昭抬头看了看郑雅, 声音低沉, 火药这种东西, 未必就非要制成火气, 只要足够多, 随便找个布包包住, 弄个影线, 便能够轰然炸开, 火药越多, 威力越大, 说到这里, 林昭想起了火药鼠里那些木桶,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郑雅低声道, 比如说大兄你在火药鼠里的那些用来筑藏火药的木桶, 随便拿出来一个弄个影线点着丢在人堆里, 林三郎声音有些沙哑, 历史就是天崩地裂之危, 火药鼠里的那些木桶, 每一个都有半个高, 每一个木桶里的火药都有一百多斤, 真把这个大木桶点着扔到人堆里, 不说堪比后世的烈性炸弹, 但是正杀一十几二十个人绝对不是什么问题, 郑雅眨了眨眼睛, 伸手挠头, 这玩意儿, 还能这么用, 他看向林昭, 苦笑道, 三郎你也没跟我提过呀, 我怎么没跟你提过, 林昭面色平静, 开口道, 我上一次来帝州的时候, 便跟大兄说过, 火药仓库之中绝对不能见明火, 否则立刻天崩地裂, 方才在火药鼠的时候, 我看到郑雅便觉得胆战心惊, 林三郎微微苦笑, 什么地方不好, 带兄妃把他安排到那个地方去, 真出了什么事情, 你我都没有办法跟舅父交代, 郑雅很明显就是正通的接班人, 将来也会在青州集团中, 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如果这个人突然没了,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脸面, 再见正通了, 听到这里, 郑雅也是一阵后怕, 我说三郎刚才在火药鼠, 怎么突然想给老二换个差事, 他说完这句话, 门口就传来了正面的敲门声, 二位兄长, 小弟来陪兄长们喝酒了, 林昭与郑雅对视了一眼, 都很有默契地站了起来, 郑大公子看向门外, 开口道, 老二, 你去火药署提一桶火药出来, 让人送到城外, 说到这里, 郑雅的声音戛然而止, 罢了罢了, 你不要去了, 我让别人去办, 他一边说话, 一边推开房门, 看向郑雅, 笑着说道, 跟我们一起出城去, 这会儿的郑雅刚刚洗完澡, 换了一身干净衣裳, 闻言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他看向郑雅, 小心翼翼地问道, 临近饭点了, 大兄这是要到哪里去, 这个时候, 哪里还顾得上吃饭, 郑雅爽朗一笑, 陪着哥哥们一起出城转转吧, 一旁的林昭也对着郑雅微笑道, 你去看一看也是好事, 将来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说吧, 两个人拉着郑雅一起上了郑雅的马车, 与此同时, 郑大刺时也派人去了一趟火药署, 从火药署的库房里提出了一整桶火药, 让人运出了城外, 因为火药运送的过程中不能剧烈颠簸, 因此, 一直到一个多时辰之后, 一桶火药才送到兄弟三人面前, 这会儿, 兄弟三人正在一处矮山的山脚下, 眼前是一处宽敞的空地, 帝州的官军已经清场, 保证四周左近四五里之内, 没有任何人, 林总管亲自下场, 小心翼翼地从火药桶里捧了一捧火药, 然后在火药桶下, 埋出了一条长长的影线, 为了保险, 这个影线他足足用火药铺了十几近二十米, 他们这事, 要看一看, 火药桶的威力, 到底能到什么地步, 郑牙从怀里取出一根火折子, 递到了自己的堂弟郑元手里, 老二, 去替哥哥们点了他, 之所以, 要这么迫切地引爆一个火药桶, 是因为林昭与郑牙两个人, 都需要亲自体会一次这个火药桶, 到底能有多大的威力, 郑牙要看, 是因为他必须在确认火药桶的威力之后, 才能决定要不要留在燕赐固守地周, 而林昭, 也不清楚他在这个世界弄出来的火药, 到底能有多大的威力, 以及这种火药桶能发挥多少战书作用, 于是乎, 有些懵懂无知的郑元, 迷迷糊糊地从兄长正牙手里, 接过了火折子, 点燃了脚下用火药铺成的引线, 引线被点燃之后, 一道火光慢慢蔓延向火药桶, 双手都是黑乎乎火药粉的林昭, 看了两个表兄弟一眼, 微微皱眉, 再往后退几步, 两兄弟点了点头, 跟着林昭一起又往后退了四五步, 然后三个人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已经在二十步开外的火药桶, 林昭还是有惊艳的, 他咳嗽了一声, 提醒到捂住耳朵, 说吧, 他率先掩住了自己的耳朵, 郑雅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还是一言照做, 只有郑元站在原地盯着不远处的火药桶, 到现在为止, 他还不明白到底要发生什么, 终于, 火光到了火药桶的底部, 火药燃烧的声音消失, 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 远处的火药桶轰然炸开, 这种爆炸的声音与陶罐炸开的声音全然不一样, 如果陶罐的声音像是雷火, 这个火药桶就像是一个炸雷, 在三个人耳边直接炸响, 林昭第一时间感觉到了不对, 他自己侧过身子, 背对火药桶的方向, 同时伸手一拉, 把两个兄弟都往后拽了一下, 不在正面面对火药桶, 一股热浪猛然袭来, 伴随着这股热浪的, 还有一些在空地上四下飞溅的木块, 三个人被这股冲击波一冲, 都是一个裂解, 差点摔倒在地上, 还是林昭见机的快, 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他第一个回头, 看向身后已经一片狼藉的空地, 咽了口口水, 一百多斤火药, 可以制作上百个陶罐, 眼下这么多火药聚在一起爆炸开来, 威力相当可观, 火药桶原本的位置, 虽然没有炸出什么深坑, 但是已经有了一个三四尺的浅坑, 并且四周的土壤都被震成了浮土, 最震撼的是, 距离火药桶最近的一棵大概拳头粗细的小树, 被爆炸中心剧烈的冲击波一冲, 直接断成了两节, 上半部分已经飞了出去, 不知所踪, 就在林昭看着一片狼藉的场地发呆的时候, 另一边的郑牙兄弟也都回头看向实验场地, 其中年纪较轻的郑元呆愣在原地, 整个人都愣住了, 而郑牙相对冷静许多, 他慢慢走向爆炸的中心, 蹲在地上认真观察的四周之后, 默默起身, 看向林昭的眼神之中, 全是震撼, 好厉害, 郑大公子也被震惊到了, 鸡同天威了, 林昭倒是没有这么震惊, 他蹲在爆炸中心, 低头看了看地上的浅坑, 微微摇头, 只可惜这东西太过笨重, 眼下除了用来守城之外, 几乎百无一用, 好在眼下我们只需要守城, 别的东西可以暂且不考虑, 不要说这种上百斤的火药桶了, 就算是青州制出来的那种桃冠炸弹, 现在也很难应用在战场上, 目前的战场生态而言, 这玩意儿用来守城自然是百事百灵, 但是用来野外战场上, 便很难发挥作用了, 甚至于就连青州最近新弄出来的火冲, 在野战的时候也未必可以发挥多大作用, 能够守城便够了, 正牙看着附近的焦土, 咽了口口水, 三郎, 现在, 我有信心手下地州了, 他在地州的火药仓库里, 这种火药桶还有足足好几百桶, 一旦敌人来犯了, 不说别的, 时不时扔一个火药桶下去, 大量的伤亡, 直到这个时候, 正元才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 他用手指着一片狼藉的空地, 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大, 大兄, 这是, 怎么? 正牙苦笑摇头,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还是详细问一问你你表兄吧, 对于火药,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地方, 林三郎面色平静, 开口道, 火药预火便会爆炸, 越多爆炸的越厉害, 一整桶的火药便是这个效果, 看着两个算是世家子弟的人震惊成这个模样, 林昭心中暗自感慨, 事实上, 这一整桶一百多斤的火药威力, 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一来因为火药的配比, 没有到最合理的程度, 二来是因为火药没有经过提纯, 只是最原始的黑火药, 最多也就只能到达这个效果, 如果是另一个世界的各种高能炸药, 液体炸药等等, 同等当量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把一整栋大楼掀翻, 如果真有那种大杀气, 林昭现在根本不用怕什么泛阳军, 打仗的时候, 随便丢一点炸弹到敌方阵型之中, 战争就结束了, 郑牙蹲在地上, 认真观察四周火药造成的伤害, 许久之后, 他才站了起来, 抬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三郎, 有了这东西, 帝州我可以留下来死守, 但是帝州却一个合适的将领, 三郎需得从幽州或者青州, 调几个能指挥的将官过来, 指挥帝州的将士, 他缓缓说道, 最好, 把那个跟你一起到青州来的赵歇赵将军, 调到帝州来主持帝州军事, 赵歇, 现在是整个青州军的副将, 平日里跟在裴俭身边, 平时主要负责新兵的训练, 以及青州军的日常军务, 提起赵歇, 不得不说的, 是他现在进步很大, 当初他跟着林昭一起到青州来的时候, 虽然身上有些功夫底子, 也会训练一些相拥, 甚至一度都是他在帮着林昭训练当时的青州团结兵, 但是赵歇这个人毕竟只是寨子里出身, 严重缺乏专业性, 当时的他, 充其量也就能算是某个山寨的教头而已, 不过, 裴俭到了青州之后, 赵歇跟在裴俭身后待了一年多, 碰到什么不懂的便虚心请教, 很快就从赵家寨少寨主成为了一个将官, 他肯学, 裴俭也肯教, 如今的赵歇, 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合格的将军了, 林昭低头思考了一番, 然后点头道, 我会给赵歇写信, 让他从幽州先到帝州来, 帮你练练兵, 真打起来, 也可以留他在帝州指挥, 说到这里, 林昭低头默默盘算了片刻, 缓缓说道, 范阳军此时应该已经出了河南府, 如果他们行军速度正常的话, 咱们最多还有一个月时间准备,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正牙, 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来帝州之前, 我心中全无把握, 如今见到这么多火药, 心里踏实多了, 大洲永德五年, 同时也是伟朝的天命元年三月, 范阳军之中的张延武圣二人, 分别领着衡阳, 竞赛二军, 从长安城一路开到了贝州的清河, 因为沿途赶路疲惫, 二人便暂时在清河驻扎了下来, 准备歇息这段时间, 清河摧氏虽然文明天下, 但是清河却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城市, 最多只能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州城, 范阳军的两个将军, 进驻清河之后, 举止颇为霸道, 不止强占了清河摧氏的宅子, 做自己的居所, 二人之中比较好色的竞赛军将军武圣, 甚至还让清河本地的乡身, 给他献上自家士林少女事情, 其实贝州在去年, 已经被这些范阳军祸害过一遍, 因此, 贝州本地这儿八斤的豪族, 大多都已经搬了出去, 像清河摧氏这种大族, 现在家里只剩下一些旁枝之中的旁枝, 以及崔英这个家主, 在清河看着祖宅, 其他人大多都逃了出去, 而没有来得及搬家, 或者不敢在这种乱世瞎跑的乡身, 便不得已把自家的女人, 送到武圣帐中, 陪着他睡觉, 没有办法, 这些范阳叛军, 真真是杀人不眨眼, 去年的时候, 清河的乡身们, 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崔家祖宅里, 武圣怀里搂着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 浑身发抖的少女, 这个一脸大胡子的壮汉, 一边吃菜, 一边在少女怀里胡乱抓摸, 这少女满脸泪水, 偏偏在他怀里不敢反抗, 一旦反抗, 便很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下场, 好在这个时代的风气, 还没有到贞洁排放那种病态的地步, 夫妻之间合离之后, 娶二婚的人也大有人在, 坐在主位上陪客的崔盈, 一直大皱眉头, 直到他看到武圣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怀中少女又摸又捏的时候, 这个千年世家的当代家长, 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默默地站了起来, 脸色铁青, 崔某饱了, 二位将军慢用, 说吧, 这位崔相的长子拂袖而去, 没有办法, 他手里无权无势, 是决然不可能从武圣手里, 救出那个少女的, 能做的, 也只能像这样发发脾气而已, 而这种丝毫不给脸面的行为, 也让统领晋赛军的武圣有些恼火, 他抬头看了看面前的张眼, 闷哼了一声, 这老儿给脸不要脸, 还敢给咱们甩脸色, 如果不是一副交代过, 不能难为他, 老子这就一刀把他砍翻在地, 相比于比较粗鲁的武圣, 衡阳军的将军张眼, 看起来就要儒雅很多, 他身穿一身轻衣, 坐在武圣对面, 低头喝了杯酒之后, 笑呵呵地说道, 这些读书人当中, 是真有些人不怕死的, 武兄你现在去杀了他, 他立刻就要扬名天下, 说不定在地底下, 还要谢你老兄一谢, 说到这里, 张眼顿了顿, 继续说道, 不过清和崔氏在天下间影响力极大, 义父都亲自交代过, 你我现在都不能动他, 他放下手中的酒杯, 对着武圣呵呵一笑, 不过这老儿杀不得, 他在清和的族人, 却想杀多少, 便可以杀多少, 武兄要是实在气不过, 可以当着这老儿的面杀几个崔家人, 一解心中怒气, 好主意, 武圣两眼放光, 立刻开口说道, 等会我就去捉几个崔家人过来, 当着那老儿的面杀了, 让他知道, 得罪咱们范羊的下场, 见武圣真要去办, 张眼也有些错愕, 他摇头笑了笑, 与你说笑的, 以这老儿的刚烈脾气, 你敢当着他的面杀崔家人, 这老头便敢当着你的面撞死, 再说了, 真正的崔家人, 此时大多数都不在清和, 这老儿早早地把自己的儿女嫡系统统, 都送出了贝州, 自己却留下来博名声, 清和剩下的这些崔家人, 可能与崔营都出五福了, 杀了也无用, 张眼这个人, 是康东平徽下九个将军里, 难得的读书之人, 他不仅熟读书经, 更是败了范羊的首席谋士装上为老师, 整个人看起来阴森森的, 不太像是一个武将, 这人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瞥了一眼武圣怀中双目寒泪的少女, 淡淡一笑, 这里已经是贝州, 再往东去几百里, 就到了那个林三的地盘了, 武兄有何打算? 还能有什么打算? 武圣声音粗犷, 声音也大, 他大咧咧地说道, 就按照义父的吩咐, 开到青州直接推平了旧事, 同关的长安禁军尚且拦不住我们, 难道这个靠团结兵起家的青州刺史, 便能拿我们怎么样了? 张眼微微一笑, 位置可否, 他低头喝了口酒之后, 开口道, 武兄, 自长安东境以来, 小弟派人日夜搜集青州的情报, 据小弟所知, 眼下的青州势力已经非常庞大, 主要分布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 自然就是作为这林三发家之地的青州, 他麾下兵力, 有近半都聚集在青州附近, 按照小弟的情报, 只青州一州, 他手里恐怕就有超过两万人嘛, 说到这里, 张眼笑了笑, 继续说道, 不过这丝是以团结兵起家, 麾下的士兵战斗力极差, 远远比不上我朝廷的王师, 因此人数多到也不足为惧, 张眼面色平静, 娓娓道来, 除却青州之外, 另一个地方就是大将军先前所在的幽州, 幽州城里也有近两万军队, 是由一个叫做裴俭的人统领, 这个裴俭的来路, 我还没有查清楚, 不过这个人练兵很有一手, 他挥下幽州兵的战斗力, 要胜过青州兵不少, 说到这里, 张眼抬头看了看武圣, 又看了看他怀中已经裸露出一片雪白的少女, 淡淡地说道, 按照义父的意思, 咱们打青州要快, 不能拖, 最好是速战速决, 打给天下其他诸侯看一看, 以立王室之威, 所以按我的意思, 武兄与我可以分兵两路, 多一两个月, 便可以扫平青州叛逆, 得胜还潮了, 武圣虽然长相粗鲁, 但是能够统领异军一两万人, 绝对不是什么蠢物, 他低头思索了一番, 然后把怀中少女推到了一边, 抬头看着张眼, 咧嘴一笑, 书袋子, 你想打哪里? 小弟自然是想打青州了, 张眼微笑道, 青州是叛贼巢穴, 而且青州兵的战力, 也不如幽州, 我衡阳军战力远不如武兄的竞赛军, 这硬骨头还是交给武兄去啃, 武圣眯了眯眼睛, 仰头喝了口烈酒, 那就这么定了, 老子带兵去青州, 书袋子你带兵打幽州, 武圣语气霸道, 抬头直视张眼, 你要是一时半会, 打不下幽州也不要紧, 等老子收拾完了青州, 立刻北上帮你就是, 张眼闻言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脸上露出了一个有些神秘的笑容, 兄长吩咐, 小弟自然遵从, 青州跟幽州当然是有区别的, 青州是青州总管府的治所, 也就相当于是青州地区的国都, 打下了青州, 回到长安的时候, 功劳自然会大一些, 而这位被武圣称为书代的衡阳将军张眼, 也并不是简单的人物, 他之所以跟武圣提起这件事, 就是刻意想要武圣去打青州, 而他自己则是去取幽州, 青州与幽州相隔数百里, 如果两个人合并一处, 从南打到北, 或者说从北打到南, 哪怕战事顺利, 也至少需要四五个月, 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 才有可能能把青州从南到北扫上一遍, 而两个人临出长安的时候, 都在康东平面前撂下狠话, 最多三个月就能替朝廷拿下青州, 即便这三个月不算沿途行军的时间, 也不可能让他们合并一处, 从南往北打, 因此, 他们两个人从出长安开始, 就注定了要兵分两路, 而且按照张眼的情报, 那个越州03的人马, 也是分在了两处, 一处在青州, 另一处则是在幽州, 听到这个情报的时候, 张眼在心里狠狠嘲笑了林昭一番, 青州现在相比范阳军, 处在绝对的烈士, 如果想顾手, 最好的法子就是合并一处, 抱团抵御, 而这个近世出身的林三郎, 竟然愚蠢到奋兵两处, 简直是自寻死路, 不过张眼生性谨慎, 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强行去争打青州的差事, 而是很痛快地, 把打青州的活, 交给了武圣的竞赛军, 这位衡阳将军心中暗自嘀咕, 先前详细问了二爷曾经带到青州的那些人, 他们都说, 青州城里有一些诡异的罐子, 丢到人堆里就会炸开, 甚至魏平就是死在这种罐子手里, 魏平, 跟他们这些康东平的义子, 其实年纪相仿, 而且是当时泛阳军中最被看好的一个年轻人, 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这个魏平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康大将军收为义子, 有机会统领泛阳九军的其中一军, 然而, 这个范阳军中树的这号的猛将, 不明不白地死在了青州城下, 因此, 张眼心里就有些警觉, 他不知道青州的陶冠到底是什么东西, 也不清楚那玩意儿到底厉害到什么地步, 对于这种未知的事情, 他打心里不愿意去冒险, 因此, 他干脆把这个差事丢给了武圣, 这就是这个时代人思想的局限性, 张眼明明知道青州城里有火器, 甚至还了解了一些这种火器的内容, 但是他不清楚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 以及能不能复制,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曾出现这个东西, 因此, 张眼下意识地觉得青州的火器应该是不能量产的,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幽州城里的火器, 论数量比青州城里的火器还要高出一些, 就连青州新弄出来的火虫, 也是第一时间配罚幽州, 两个范阳军的将军, 在青河只休整了两天, 便带着手下人马离开了青河, 两支军队赶到德州的时候, 便开始分道扬镳, 武圣领竞赛军一路南下, 直扑南边的青州城, 而张眼则是带着自己的衡阳军北上, 朝着幽州方向缓缓前进, 在这个时候, 已经从帝州回到青州的临昭, 终于收到了关于这两支军队的详细信息, 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 看着手里刚刚收到的消息, 面色凝重, 衡阳军两万三千余人, 近赛军足足有两万五千余人, 他把手里的消息随手丢在桌子上, 微微摇头, 原来我以为他们只有四万人, 现在看来分明已经接近五万人, 泛阳九军一口气被派出了两个军, 康东平真是舍得, 林昭这段话自然不是在自言自语, 一身白色衣上的崔芷晴就坐在他旁边的矮桌背后, 束手提笔, 他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之后, 放下毛笔, 抬头看着林昭, 问道, 这五万人都朝着青州来了吗? 不曾, 林三郎眯了眯眼睛, 微笑道, 好像在德州兵分两路, 一个往青州来, 一个朝幽州去了, 说到这里, 林昭呵呵一笑, 本来按照我跟裴叔商量的计划, 如果他们集中兵力, 强行攻打青州或者幽州其中一座城, 那么另一座城就要设法救援, 当时我跟裴叔还担心, 青州到幽州的路途太远, 支援时间肯定也不会太短, 圆水解不了尽渴, 没想到我在头痛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些范阳君倒是自己撞上门来了, 听林昭这个语气, 崔芷晴就知道他肯定有自己的把握, 当即站了起来, 走到林昭的身后, 帮着他轻轻揉捏肩膀, 不管战事如何, 受苦的永远都是百姓, 这一仗下来, 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他是切切实实遭遇过兵货的, 当初范阳君刚开始牺牲的时候, 便经过他的故乡清河, 这才让这位清河催世的大小姐, 辗转流落到青州来, 那一段时间沿途看到的惨状, 让他记忆犹新, 今日死人, 是为了将来不死人, 林三郎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目光有些深邃, 过了许久之后, 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 如果能吃掉他们就好了, 前一段时间的林昭, 心里所思所想, 都是如何在这一次范阳君进攻之下活下来, 但是现在掌握了范阳君的动向之后, 他心里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没错, 他膨胀了, 如果能把这两支范阳君的军队, 给吞下去消化掉, 或者直接把他们打掉, 要是能俘虏范阳的这两个军, 哪怕只是俘虏他们其中一小部分精锐, 有了这些战力彪悍的边军, 林昭手下青州军的战斗力, 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唯一有些麻烦的是, 这些范阳君的人, 平日里跟着自己的上司作恶惯了, 真的俘虏了他们, 想要收尾己用,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便不能消化, 这些范阳君, 只要能消灭他们, 就等于是消灭掉了康东平两成多的力量, 这样一来, 岳州林三郎不仅可以闻名天下, 也把这个昔日的范阳截度使, 如今伪朝的燕王, 彻底困死在关中以及中原一带, 但是, 难度太大了, 林昭只是守城方, 理论上来说, 敌人会一直拥有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环境, 即便真的在守城之战中, 赢下了这两个范阳君, 也很难对他们进行追击, 毕竟这些人与康东来先前带过来的那些软脚虾不一样, 他们即便撤退, 也会有序撤退, 很少会能让林昭抓住他们撤退时候的漏洞, 从而对他们造成大规模杀伤, 林总管在自己的椅子上, 思来想去, 正正出神, 许久之后, 他才看向长安方向, 对着远方的康东来缓缓开口, 看来, 我也要像你一样, 去寻一个诱人而又致命的诱饵了, 因为林昭分散了兵力, 把自己麾下的势力, 划分成了两片, 因此他守起来是有压力的, 按照他之前的估计, 如果这些叛军全力攻一处, 那么他胜算不高, 可能只有四五成的把握, 真守不住的时候, 林昭已经准备放弃所有的地盘, 固守幽州了, 但是按照现在他探查到的情报, 这些泛阳军也跟着奋兵两处, 那林昭心里的大石头就彻底放了下来, 泛阳军奋兵就代表了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优势, 在林昭有充足火药的情况下, 他们根本不可能攻破青州或者幽州任何一座州城, 也就是说, 现在林昭已经不再考虑这场战争的胜负, 而是开始考虑这场战争的战果了,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林昭一直在密切关注泛阳军的动向, 此时的泛阳军正在苍州攻占苍州的各个城池, 苍州在幽州与青州的中间, 这些泛阳军也会在苍州奋兵, 一个向南攻青州, 一个向北取幽州, 这一日, 青州总管府掌使沈辉, 拿来了一份急报, 急匆匆地送到了林昭面前, 这位前任苍州刺史, 神色有些哀伤, 把手里的急报递到林昭面前, 微微低头, 民工, 叛军已经占了苍州的州城青池,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占领苍州全境, 因为要集中力量, 林昭并没有在苍州留多少助手力量, 苍州的百姓也迁徙了一大部分到幽州和青州, 因此, 苍州很快沦陷, 沈辉摇了摇头, 说叛军进入青池之后仍旧是大肆劫掠, 那些来不及撤走的百姓深受其害, 我在苍州大半年的经营, 只两三天时间便被这些叛军毁伤殆尽, 由不得他不难过, 沈辉重新出世之后, 第一个就任的职位就是苍州刺史, 他本人也在苍州城待了差不多一年时间, 好不容易把苍州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 但是因为苍州的地理位置不重要, 因此在战略上被放弃了, 按照原先的规划, 同样被放弃的还有镇压的地州, 林昭接过这份急报, 认真看了一遍之后, 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微微低头, 昭明先生, 叛军占领苍州全境, 还要多长时间, 他们已经占了青池, 如果急着南下进攻我青州的话, 未必就会一一占领苍州的县城, 可能会直占领各州州城, 直扑青州而来, 沈辉缓缓说道, 咱们在苍州没有什么防守的兵力, 即便他们一一占领沿途的所有城池, 最多也就大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南下帝州了, 大半个月, 林昭从手边拿来了一张地图, 铺在了桌子上, 对着沈辉说道, 先生坐下来说话, 沈辉微微欠身在林昭对面坐了下来, 林总管手指在地图上的苍州位置, 然后缓缓说道, 眼下叛军都汇聚在苍州, 按照咱们的情报, 他们已经一分为二, 其中一半兵力北上攻幽州, 另一半来取我青州, 幽州兵强马壮, 又有裴将军亲自镇守, 我并不担心, 至于我青州, 林昭抬头看向沈辉, 笑着说道, 青州现在不算新兵, 训练超过半年以上的, 也有一万多人, 再加上青州城里明星在我, 必要的时候, 城中百姓都可以动员上城墙, 因此我认为, 咱们守住青州, 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是纯粹的冷兵器时代, 动员百姓上城墙守城, 除了往下丢滚石, 泼火油之外, 真正打起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来是因为这些百姓没有经过训练, 不可能与那些边军正面搏杀, 即便是守城常用的弓箭, 也有使用门槛, 寻常的百姓根本不可能用得来, 更重要的是, 不可能给他们配甲, 真的拼起来, 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一旦守城物资耗尽, 百姓上城墙, 只能单纯地拖延时间而已, 但是有了火器就不一样了, 且不说青州火器属新弄出来的那些火冲, 单单说青州大量生产的那些陶罐炸弹, 这些火器使用起来基本上没有任何门槛, 十个人就能用, 而林昭现在是青州一带人气最高的青天大老爷, 青州城里现在足足六七万户人家, 只要他登高一呼, 征召个三四万百姓上城墙毫无问题, 因此他对现在守青州一点都不担心, 沈辉还没有听明白林昭的意思, 他微微低头, 开口道, 民工有信心便好, 青州城不失, 也是我青州父老之福, 先生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 林昭看向沈辉, 开口道, 如果只是固守青州, 咱们现在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只守不攻, 敌人尝到苦头之后, 便不会再强攻了, 而且很有可能暂时退去, 两股叛军合兵一处, 一起来打青州, 沈辉微微皱眉, 民工, 我青州军的战力, 现在应该还急不上叛军, 您不会打算出城迎敌吧? 不是出城, 是出城, 林总管眯了眯眼睛, 缓缓说道, 我准备行一次险招, 说着话, 他把自己的手指从苍州挪开, 指向了北边紧挨着青州的帝州, 如先生所说, 即便叛军南下只取青州, 为了防止父辈受敌, 他们即便不去占据沿途的县城, 但是周成是肯定要占的, 林昭把手指在帝州的周成咽刺上, 声音低沉, 也就是说, 他们在进攻帝州之前, 必然会先攻打咽刺, 前几天我收到叛军奋兵的消息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 如何能在这场战事之中, 尽可能扩大战果, 现在看来, 固守青州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 因此, 我准备离开青州, 亲自去一趟帝州, 林三郎声音沙哑, 帝州不大, 咽刺也不大, 这些叛军吃下苍州的时候, 这样顺风顺水, 在攻打咽刺的时候, 肯定会掉以轻心, 因此, 咱们可以再咽刺, 让他们吃个大亏, 林昭抬头看向沈辉, 脸上露出笑容, 操作得足够好的话, 这一次甚至有可能御敌于青州之外, 即便出了什么岔子, 也还有退守青州的余地, 沈辉目瞪口呆, 即便是大州的国都长安, 面对叛军的时候, 也是想着固守待员, 但是自家的这个老板, 居然想要出去埋伏兵, 他看向林昭, 苦笑道, 民工三思, 这样太冒险了, 这件事, 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 明天我就带一些人离开青州, 前往厌赐, 到时候青州的事宜, 就全然交图给昭明先生处理了, 林昭这个人, 虽然有时候有些优柔, 但是并不寡断, 只要他决定的事情, 就一定会坚决地直下去,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自己桌子上的地图, 目光有些热浅, 这两年来, 叛军已经闹得天怒人怨, 他们到现在, 之所以仍旧强而不倒, 是以五位吓人, 只要一场大败, 林总管深呼吸了一口气, 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只要一场大败, 伪朝便会立刻开始慢慢崩解, 前些日子, 在帝州看到正牙库存那么多火药的时候, 林昭心中就萌生了在帝州打一仗的想法, 但是那个时候, 他还不知道范阳军会在苍州奋兵, 因此, 当时林昭心里想的, 最多就是在帝州用火药阻击一番敌军, 打个十天半个月, 就撤回青州来, 而且当时林昭并不准备亲自去帝州主持战事, 他只是想让郑牙与赵歇两个人在帝州, 用火药阻敌, 而他本人则是在青州遥控指挥, 但是, 当他收到苍州的范阳军奋兵两处的消息之后, 心中便萌生了这个大胆的念头, 在总管府认真考虑了三天之后, 他终于下定决心准备动身前往帝州城, 这一次去帝州无疑是有风险的, 因为如果帝州守不住, 他必须要带着郑牙等人转移回青州, 而青州军现在缺乏野战能力, 在转移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范阳军围追堵截, 不过, 林昭赶去帝州自然有他的想法, 他在心中认真估算过两万多叛军打帝州, 而帝州城里足足有数万金火药, 再加上帝州是大通商号的地盘, 城里也不缺粮食, 也就是说即便帝州破城, 破城之前城中的火药肯定可以完全丢出去, 哪怕范阳军是铁做的, 几万金火药下来, 最多也就只能剩下一小半战斗力, 到时候打不过, 跑回青州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抱定了这个想法之后, 林昭跟沈辉交代了一些青州的事物, 就准备动身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沈辉也多少了解了一些自家老板的脾气, 他实在是劝不动林昭, 便只能苦笑低头, 叹息道, 民工是青州的核心, 民工若出了什么事, 青州总管府也就散了, 万望民工一定要以大局为重, 遇事能慎重一些便慎重一些, 林昭跟他扯皮了几句, 便把这个青州总管府长使送了出去, 送走了沈辉之后, 他便让自己身边的赵城, 去青州的火器营调人去了, 青州火器营, 组建到现在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整个火器营满打满算, 也就五百多个人, 这五百多个人都是, 从刚入伍的新兵之中临选出来的, 选中之后, 林昭就开始手把手教他们使用火器, 从火药罐子到火器署, 最近已经致氏生产的火冲, 他们都有接触, 当然了, 现在林昭手下的这个火器营, 相比于另一个世界大名的神机营, 还要相差太多, 不过万事总要开头的, 这个火器营, 现在只是刚刚起步, 如果再给林昭五六年, 甚至两三年的时间, 青州的火器营差不多就可以成型, 形成战斗力, 但是很可惜, 不管是谁都没有给林昭安稳发育的时间, 不过这一次守帝州, 林昭准备把这个火器营的人统统带上, 这一次是难得的训练机会, 经过这一次帝州的守城之战, 这只青州火器营的成型速度一定会快上不少, 实战, 本就是最好的训练, 交代完照成之后, 林昭便回到了自己的卧房里, 准备收拾一些随身的物品, 带到帝州去, 他刚推开自己的房门, 就看到一个一身白衣的女子, 已经在他的房间里开始收拾东西了, 而他收拾的东西, 除了林昭的贴身衣物之外, 还有一些明显是女子的衣物, 甚至还带了一些香粉, 这个女子, 显然就是清和崔氏的嫡女崔志勤了, 自从两个人的关系, 发生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之后, 他虽然仍旧是住在总管府的客房里, 但是平时差不多都是睡在林昭的房里, 因此这个房间里, 也有很多崔志勤自己的东西, 林昭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走到崔志勤面前, 咳嗽了一声, 六娘这是在做什么? 听说你要去帝州? 崔志勤声音还算平静, 但是可以看到眼睛有些发红, 我跟你一起去, 林大总管无奈摇头, 自己要去帝州的事情只跟沈辉说过, 而且是刚刚说过没有多久, 没想到这么快就传到了崔志勤的耳朵里, 很显然, 那位昭明先生也不愿意让他离开青州, 去帝州冒险, 因此直接去找到了崔志勤告状, 林昭伸手拉住了崔志勤的手, 微微摇头, 六娘, 你不能去, 崔志勤终于忍耐不住, 眼中垂泪, 沈先生说, 一旦打起来帝州便生死难料, 既然你非要在这个时候赶去帝州, 那我便跟你一起去, 莫要听大头书生胡说, 林昭搂住了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六娘放心, 我这个人最是怕死, 危险的地方我是不可能去的, 我既然敢去帝州, 说明帝州一定不会有什么风险, 我旧父表兄此时都在帝州, 如果帝州真的有生命危险, 此时我早就让他们退回青州来了, 林昭轻轻拍着他的肩膀, 低声道, 六娘答应过我, 要给我生个女儿, 女儿还没见到, 我可舍不得死, 到现在, 两个人同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崔志勤怀孕, 只是迟早的问题, 林昭都想好了, 假如以后清禾的那个崔家岳父, 不同意这门亲事, 他便抱着孩子上门去, 崔志勤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低哼道, 既然没有危险, 那我为什么不能去, 因为你要留在这里, 帮我看着青州, 林三郎拉着他坐在了床边, 轻声道, 现在陪捡赵仙, 还有我母族的人都不在青州, 一旦我离开青州, 青州这边便是赵明先生一个人说了算了, 青州城附近还有一万多兵马, 我虽然相信, 赵明先生不会行背信弃义之事, 但是这么大的家业, 总要有个自家人留下来看着不是, 林昭轻轻拍了拍崔志勤的后背, 在他耳边轻声道, 有六娘这个青州刺史在, 我不管去了哪里, 都能够放心, 崔志勤也伸手搂住了林昭的脖子, 两个人抱了一会儿之后, 这位崔家的嫡女, 这才听出了有些不对劲, 她正开林昭的拥抱, 看着眼前的爱人, 你说你走之后, 青州还有一万多将士, 崔志勤失声道, 你不准备带青州兵去帝州, 现在青州的战力, 也就是一万多不到两万的样子, 林昭这个说辞, 就代表他不会从青州抽掉将士, 派往帝州, 大规模调兵目标太大了, 现在青州城内外, 肯定有不少叛军的眼线, 这个时候调兵一定会惊动叛军, 林昭微微摇头, 低声道, 我去帝州是为了伏击叛军, 要是大规模调兵, 我这一趟去便没意义了, 他看着崔志勤, 微笑道, 我只带五百个人去, 崔姑娘低着头, 用手捏着林昭的衣巾, 那, 那帝州表兄那里, 有多少人, 这段时间, 帝州争了不少兵, 家一起差不多有近万人, 林三郎面色平静, 缓缓说道, 不过大多都是新兵, 能打得不多, 好容易说服了崔志勤之后, 当天夜里, 林昭便带着青州火器营五百个少年人一起, 连夜出城, 这个时候, 必须要趁夜赶路, 双方交战, 林昭既然可以派人盯着那边的叛军, 那么敌人没道理, 不会派人盯着青州, 这个是一不能派大股将士出城, 二不能让敌人发现, 林昭本人已经悄悄离开了青州, 因此, 他们只能在晚上走, 为了保密, 林昭离开青州的消息, 在青州集团内部都没有传开, 整个青州城, 目前就只有沈辉和崔志勤两个人, 知道他离开, 五百个人趁夜离开, 白天即便被人发现, 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大战在即, 五百个人的军队调动, 基本上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力, 帝州距离青州并不远, 而且这五百个人, 林昭都给他们背了马, 只用了不到两天的功夫, 他们在第三天的晚上到达了帝州城下, 为了隐蔽, 林昭提前给郑牙打了招呼, 让帝州这边不要出城迎接, 因此, 他们一行人到达了城门之后, 帝州城门才缓缓开启, 城门之后, 足足有几十个火把, 把这一片照得透亮, 难得穿了一身官服的郑牙, 上前, 对着马上的林昭攻身行礼, 属下帝州刺使郑牙, 见过林帅, 站在郑牙旁边的赵歇, 也对着林昭低头抱拳行礼, 属下赵歇见过林帅, 林昭翻身下马, 上前把两个人扶了起来, 微微摇头, 都是自己人, 这么客气做什么, 赵歇微微攻身, 没有说话, 郑牙就要轻松很多, 他行礼之后, 对着林昭笑了笑, 二叔交代的, 让我在人前对你客气尊敬一些, 免得将来你记我的不是, 听到这句话, 林昭心里微微有些异样, 然后笑着摇头, 咱们兄弟, 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说着, 他对郑牙指了指自己身后的五百少年, 沉声道, 大兄, 这是我在青州新组建的火器营, 五百个人全给你带过来了, 这些人可都是青州的宝贝, 你可要好好安置他们, 郑牙也早听说了火器营的事情, 文言顺着林昭的目光, 借着火把的光亮, 看了看这些少年兵一眼, 则则摇头, 人人配马配甲, 三郎好生舌的, 即便是幽州裴检麾下最精锐的将士, 也只能做到人人配刀配枪, 很难做到人人配铁甲, 但是林昭带过来的这个火器营, 却是真正做到了人人配甲, 在这个冷兵器时代, 战场上有一副铁甲, 就能让你的生存率直接提升十几倍, 这些甲咒, 是林昭亲自叮嘱军器署的人, 给火器营打造的, 没有办法, 他们可宝贵的井, 不能让他们死了, 林昭牵着自己手里的马匹, 一边走一边跟郑牙说话, 咱们青州军的底蕴不足, 不要说现在战况紧急, 就算给我们五六年时间, 真正的野战能力, 也很难比你泛洋, 朔方这种边军, 想要在战场上赢过他们, 就只能抄近路, 说着, 林昭回头看向身后的这些火器营少年, 声音低沉, 这些便是青州军的近路, 郑牙这才再一次回头, 认真看了看这些少年, 轻声笑道, 但愿如此吧, 郑圆, 他喊了一声, 穿着一身便服的郑圆, 便一溜小跑来到了郑牙身边, 他先是对着林昭拱手行李, 然后又看向郑牙, 低头道, 大兄吩咐, 郑圆原本是在帝州的火药署工作, 但是当郑家人知道火器的危险之处后, 便把他从火器署给弄了出来, 现在跟在郑牙身边, 当个跟班, 方才因为天黑, 郑圆又跟在一群人身后, 因此, 林昭没有第一时间看见他, 去给这些火器营的兄弟们安排住处, 兄弟们一路赶路辛苦, 今天晚上尽量给安排肉食, 让他们好好休整几天, 郑圆立刻低头, 开口道, 小弟这就去办, 说着, 他转身离开, 带着帝州衙门的一些人, 给这些火器营的人安排住处去了, 见状, 林昭又看了看一旁的赵歇, 笑着说道, 赵大哥, 这些火器营也编入你麾下, 守城的时候, 归你统一指挥, 赵歇先是点了点头, 这个黑点汉子犹豫了一番之后, 低头道, 相公, 若这些火器营也交给属下统领, 那属下的意思是, 就不要给他们另外安排住处了, 有属下领到帝州大营之中, 统一安排住处, 他眉目低垂, 缓缓说道, 这些人人人配甲, 已经是难得的优待, 再给他们特殊待遇, 难免会让他们生出骄纵之心, 帝州大营里的其他将士, 心中也难免会有些不愤, 林昭一拍脑袋, 苦笑道, 这段时间一心想着战士, 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罢了罢了, 便不给他们另外安排住处了, 现在就交到赵大哥手上, 赵歇点了点头, 然后面色平静地转身, 去寻已经走远的郑远去了, 这会儿, 众人都已经走远, 只剩下林昭和郑牙两个人, 还有一群随从, 迈步朝着帝州的刺石府走去, 大兄, 我赶路两天, 消息有些之后, 叛军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已经快到帝州了, 郑牙微微摇头, 低声道, 昨天, 叛军占了苍州的烙林, 烙林就在帝州边上, 如果他们不再烙林休整的话, 最多明天就可以进入帝州境内, 说到这里, 郑大公子看了看林昭, 继续说道, 另外, 已经查明这一次从苍州南下进攻青州的, 是泛阳九军之中的靖赛军, 将军是康东平一子之一的武圣, 其人好色如命, 而且凶残暴力, 打起仗来出了名的凶狠, 当初泛阳军进攻洛阳的时候, 便是此人率靖赛军, 先登洛阳城楼, 立了头功, 武圣, 林昭低头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开口道, 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吗? 有的, 已经准备好了, 郑雅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等咱们到次师府, 我在哪里三郎看, 这个人当初在泛阳的时候, 便屡屡掠民女施暴, 泛阳军作乱之后, 更是肆无忌惮, 昨天我简单翻了翻下面送上来的情报, 此人之罪孽, 简直庆竹难书, 说到这里, 郑雅脸色都有些难看了, 康老二跟他比起来, 都算是菩萨在世了, 康老二, 自然就是康东来了, 康东来这个人也是滩花好色, 那些年在长安城里, 没有少作恶, 韩参全家之死, 便是康东来诸恶之一, 听到这句话, 林昭也皱起了眉头, 他抬头看了看, 已经依稀在望的帝州刺师府, 欲气悠悠, 表兄默契, 范阳军作下种种作孽, 自然会招来报应, 至于这个武圣, 林总管目光之中, 杀气引现, 这帝州便会是他的报应, 善恶有报这个说法, 其实很多时候, 只是人们用来自我安慰的台词, 毕竟还有杀人放火金腰带这么个说法, 的的确确有人作恶, 半生寿终正寝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善恶总在人心里, 对于这些恶贯满盈之徒, 老天不降报应给他, 只能由林昭来给他们降下报应, 到了帝州刺师府之后, 林昭先是翻看了正牙送上来的, 关于靖赛军的详细情报, 其中有靖赛军现在的位置, 以及武圣这个人的性格, 世纪, 这其中, 自然包含了武圣的种种劣迹, 林昭毕竟是正儿八经的近世出身, 又在门下省那种暗独如山的地方历练过几年, 看东西还是很快的, 只用了一炷香的时间, 他就把这些东西简单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 即便是以林昭的心理素质, 也不禁怒气上涌, 这个武圣, 贪花好色不说, 而且性格极其残暴, 动不动就会杀人全家, 而且被此人糟蹋过的女子, 一般都很难活着逃出他的魔掌, 按照林昭手里的情报来看, 这人在范阳之时的劣迹略据不谈, 单单从范阳起兵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死在这个武圣手里的女子就超过三十人, 而且, 往往一家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这还只是大通商号的人打探到的消息, 实际上有多少无辜女子死在此人手里, 恐怕就连武圣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这畜生, 林三郎狠狠地把手中的情报丢到一边, 咬牙切齿, 早知道是这种畜生, 我连苍州都不会放给他们, 给他们占了苍州, 我治下百姓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罹难, 一旁的正牙低头捡起情报, 也跟着叹了口气, 应该不会, 这个武圣虽然凶狠暴力, 但是他在打仗的时候是不碰女人的, 从战事开始到战事结束, 他都不尽女色, 林昭点了点头, 心里稍稍舒服了一些, 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思索了一会之后, 开口道, 除了难来的这个武圣之外, 北上攻幽州的那一支军队, 有没有详细的情报, 林昭是青州总管的总管, 也是包括青州幽州在内, 十几个州的最高统帅, 因此, 他不能只把目光着眼在青州帝州, 着眼在这个竞赛军武圣身上, 另一支军队, 他也必须要时刻关注才行, 这一次来范靖的两支军队, 除了这个竞赛军的武圣之外, 另一个是衡阳军的张衍, 张衍这个人我也派人查过, 其人颇有些阴郁, 是范阳军中出了名的儒匠, 打起仗来诡计多端, 而且机敏善变, 说到这里, 正牙微微低头, 不过衡阳军在范阳军中排名不高, 在九军之中排名第七, 以裴叔的能力, 再加上幽州也有不少火药火气, 相信即便裴叔不能大破贼军, 守住幽州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好, 林昭眯了眯眼睛, 笛声道, 我也相信裴将军能够守住幽州, 既然如此, 咱们就暂且不理会那个张衍, 说到这里, 林昭怒哼了一声, 康东平用此恶辽为将, 难怪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弄得天怒人怨, 这般眼界见识, 范阳军再如何凶猛, 也必然是灰飞烟灭的下场, 晋赛军只在烙陵驻扎了一天, 第二天天色刚亮, 身材壮瘦的武圣便带着军队从烙陵开靶, 一路南下, 烙陵就在帝州的边上, 军队只走了半日, 便开进了帝州境内, 进入帝州之后, 静色军中的赤后银统领, 立刻就在中军找到了骑马而行的武圣, 这个赤后银统领躬身低头, 声音躬紧, 武将军, 咱们已经进入了帝州境内, 前方就是帝州的阳姓县城, 拿下阳姓再往南, 就是帝州的周城念刺, 武圣这个人, 虽然性格上缺点很多, 但是碰到战士的时候, 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战争中去, 心无旁骛, 这也是为什么, 即便他这样胡作非为, 康东平仍然会用他的原因之一, 武圣旗在马上, 眯着眼睛看了看这个赤后, 淡淡地说道, 我军现在距离阳姓多远, 距离艳刺多远, 范阳军都是边军出身, 军队的军事素质还是够的, 这个赤后统领立刻低头道, 回将军, 我军前军距离阳姓只有四十里左右, 距离艳刺也只有不到二百里了, 武圣旗在马上, 闭目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羊皮地图, 拿在手上细细端下, 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科学的绘图技巧, 这些范阳军也不会像林昭那样, 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制作地图, 因此, 武圣手中的地图很是粗糙, 基本上就是几条线加上一个圆圈, 标注上地名, 就算是一张地图了, 武圣一边行军, 一边盯着地图看了许久, 然后缓缓开口, 不去阳性耽误时间了, 他看向身边的传令官, 声音粗重, 传本江的将领, 全军全力开拔南下, 今日太阳落山之前, 务必行军五十里, 两日之后, 前军务必老子开到帝州城下, 此时, 已经是接近中午了, 这个时代不足的行军速度, 平日里差不多是一天五六十里路, 要在半天走五十里, 已经算是强行军了, 而两天走二百里路, 即便是范阳军这种边军, 也会有些吃不消, 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休整, 武圣这么做, 就是想要打帝州一个出其不意, 以最快的速度, 吃掉帝州城之后, 他的后方就再也没有什么威胁, 到时候, 可以从帝州城直扑青州, 迅速结束掉这场战事, 按照他的情报, 此时帝州城里, 应该有好几千守军, 但是这些守军, 基本上都是新征目没几个月的新兵, 而靖赛军, 现在还有一半是当初泛阳正儿八经的边军, 况且, 靖赛军人数也占优, 武圣根本没有把帝州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这位青州的灵探花, 已经愚蠢到了极点, 如果这个时候, 灵昭把所有的兵力统统调回青州, 那么, 凭借着A人数优势, 或许还可以在靖赛军的攻势下, 固守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青州帝州都有守军, 而且帝州的守军不少, 足有好几千人, 这无疑是大大分散了青州的守备力量, 让武圣颇为欣喜, 本来在他的估算之中, 自己的靖赛军拿下青州, 应该需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如今青州守军分散开来, 如果顺利的话, 半个月就足够了, 武圣看向燕子方向, 目光炯炯, 老子连洛阳都能啃下来, 一个小小的青州, 只会是我靖赛军的战功,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于气变得有些热切, 拿下了这些青州叛逆, 老子便是新朝第一功臣, 靖赛军虽然填充了大量新兵, 但是毕竟有从前边军的底子带着, 整体素质还是要强过目前的青州军一些的, 在武圣下达了急行军的命令之后, 这两万多靖赛军立刻绕过了阳性县城, 直扑南边帝州而去, 在武圣的命令之下, 这些靖赛军急行军了整整两日, 勉强在第三天的下午, 前军终于到达了帝州城, 最后靖赛军在帝州城外十里处扎营, 这个距离是有些狂妄的, 一般双方安营扎寨, 为了防止敌人袭营, 距离应该在三十里左右, 最少也有二十里, 而这个十来里的距离, 基本上就是笃定了敌人不敢过来找自己的麻烦, 才敢在这个位置扎营, 而且此时靖赛军赶路两天, 已经人马疲蔽, 需要休息一两天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敢在这个位置扎营, 说明了武圣全然没有把这个帝州城看在眼里, 扎下营帐之后, 武圣命令全军原地休整, 并且在当天傍晚, 就派了个人给帝州送了一封战书, 这封战书很快就送到了帝州刺史郑牙手里, 这会儿郑牙正在自己的刺史府里, 与灵昭一起议试, 拿到这封战书之后, 他先是打开看了一遍, 然后微微摇头, 把这份战书递到了一旁的灵昭手里, 无奈道, 这个武圣, 好生狂妄, 在我城外十里处扎营部说, 刚扎下营帐没有多久, 便派人送来了更加狂妄的战书, 灵昭放下手里的毛笔, 扭头看向这份文书, 问道, 他怎么说? 郑牙微微低眉, 苦笑道, 他说, 明日正午之前开城投降, 可以留我们一条性命, 如果明日正午之前, 帝州城门没有开启, 那么他日帝州破城之后, 车骨之上进展, 听到这里, 灵昭也皱了皱眉头, 武圣的意思是, 如果帝州不开城门投降, 他们在破城之后便会进行徒城, 只要比车轮高的, 便会统统杀了, 一个不留, 亏他们先前还是大洲的冠军, 林三郎闷哼了一声, 目光之中满是怒气, 单听这句话, 这些竞赛军就统统都有取死之道, 车轮之上全杀, 一般是两族交兵, 而且是其中一方九攻不下伤亡惨重, 终于攻下城池之后, 才会干的事情, 但是竞赛军不一样, 竞赛军原本是泛阳的边军之一, 也是正儿八经的大洲冠军, 泛阳军中是有很多胡人, 像是康东平兄弟, 以及九军之中的四个将军, 都是胡人出身, 可这个武圣, 却是正儿八经的洲人, 竞赛军的将士, 也大多数都是洲人, 同是洲人的情况下, 军队刚开到城下, 就扬言要屠城, 足剑制人之凶惨, 不必答复他, 林昭借过这份战书看了看, 然后随手丢在一边, 面无表情, 这些竞赛军一路从涝陵奔袭到帝州来, 现在已经人匹马伐, 他们至少要等到明日下午, 或者是后天早上, 才会开始攻城, 我们还有一天多时间准备, 郑牙低头想了想, 开口道, 三郎, 既然这些叛军如此拖大, 敢在人马疲惫的情况下, 在我城外这么近的地方扎营, 那今日晚上, 咱们或许可以带人出去席营, 向他们的军营里, 丢一些火药罐子进入, 这样即便不能造成大量的伤亡, 最少也能打压一番这些叛军的士气, 听到这句话, 林昭想也没想, 便摇头否决, 武圣这个人, 虽然凶残粗蛮, 但是他绝对不是什么没脑子的人, 他敢再赶路两天以后, 在这么近的地方扎营, 就一定是有所防备, 说到这里, 林总管顿了顿, 继续说道, 如果是裴将军在, 他带着麾下的精兵, 或许可以尝试这么干, 但是帝州的将士不行, 咱们的野战能力太差了, 林昭有些疲惫地闭上眼睛, 轻声道, 而且, 此时帝州城里的大多都是新兵, 带着他们去席营, 一旦敌人有所准备, 可能都要现在里面, 没有办法回来, 到时候对于咱们的士气, 也会是巨大的打击, 这个时候不能着急, 林昭低头喝了口茶水, 缓缓说道, 咱们有城墙, 有火气, 静静地等着他们来宫救世, 没必要出去跟他们硬拼, 郑牙微微点头, 笑着说道, 三郎说的是, 说不定这个时候, 内斯正在自家军营里, 等着我们过去呢, 林昭没有接话, 而是站了起来, 朝着门外走去, 郑牙连忙起身, 跟在林昭身后, 问道, 三郎哪里去, 我去看一看守城的物资, 有没有准备齐备, 还有城墙上的防备, 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郑大公子无奈摇头, 我陪你一起去, 城外, 进赛军军营之中, 太阳刚刚落山, 武圣便躺在了自己大帐里的床上, 折甲而睡, 临睡之前, 他还特意嘱咐了身边的清兵, 此时的时候叫醒他, 这些边军的将军, 为了应对突发的战事, 行军的时候, 一般都不会卸甲, 而且, 像武圣这种老兵, 一般都能掌握快速入睡的法子, 躺下之后, 武圣很快闭目睡了过去, 一直到半夜子时的时候, 他才被自己身边的清兵叫醒, 这位竞赛军的大将一言不发, 直直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然后伸手抓过自己帐中悬挂的佩刀, 迈步走出了大帐, 此时, 圆月当空, 军营之中, 除了一些依稀的崇鸣之外, 万籁俱寂, 武圣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清兵, 声音低沉, 甲自营在府, 清兵恭敬低头, 回将军, 甲自营已经备战完毕, 随时等待军令, 嗯, 武圣眯了眯眼睛, 缓缓说道, 原地待命, 准备迎敌, 说完这句话之后, 武圣便回到了自己的中军大战之中, 他端坐在主位上, 静静地等待着敌人到来, 但是很可惜, 这位竞赛军将军在中军大战, 坐了整整三个时辰,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天明鸡叫的时候, 整个大战里依然没有任何异常, 这个时候, 负责同龄甲自营的副将, 迈步走进了他的中军大战之中, 低头半跪在了地上, 将军, 大营里没有任何异常, 未见敌人有习营的迹象, 武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面无表情, 他默默地抬头, 看了一眼地周城方向, 南南低语, 真是古怪, 我迈了这么大一个破绽, 即便是不懂航武的人, 应该也能看出来这是个习营的好机会, 我苦等一夜, 居然无人到来, 说到这里, 他又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桌子上的一些军务文书, 微微低眉, 究竟是你们太过精明, 看穿了我的计谋, 还是, 还是你们太蠢, 连最基本的形式也看不分明, 这一次, 双方算是进行了一场无形的交锋, 临召之所以可以精准避过竞赛军的埋伏, 一来是因为他是军事方面的外行, 不明白昨天武圣迈的这个破绽有多大, 这个席音的机会有多么难得, 这么说吧, 假使是裴俭在这里主事, 即便他知道可能会有埋伏, 他也可能会带人去干他一波, 这是一种基本上所有将军都没有办法抵抗的诱惑, 而林昭因为自己的外行, 对这种诱惑没有太大的感觉,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林昭打定了主意要在帝州重创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他需要在保存战力的同时把火药藏一藏, 这样才有机会调到竞赛军的主力, 就这样, 机缘巧合之下, 双方平安无事地来到了第二天的清晨, 城外的竞赛军依旧没有动作, 他们长途奔行两天, 想要恢复完整的战力, 至少要好生休息一天一夜, 再加上昨天晚上, 他们之中的一个甲字营也是彻夜未睡, 因此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动手, 而这个时候, 只穿着一身轻衣的林昭, 已经开始在帝州的城墙上四下巡视了, 在帝州捅兵的赵歇, 颇为恭敬地跟在林昭身后, 跟着他一同巡视城墙, 林昭大概转了一圈之后, 回头看向赵歇, 沉声道, 赵大哥, 我估摸着最迟明天, 这些叛军就会攻城, 你现在还缺什么东西尽量提, 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办, 该有的都有了, 暂时不缺什么东西。 说着, 赵歇抬头看了看天上有些厚重的云层, 颇为忧心地说道, 现在唯一需要担心就是明天会不会下雨, 假如明天下雨, 那么城里的那些火药桶便不太好用了。 这个时候, 青州的高层大多都已经知道了火药的特性, 尤其是裴检与赵歇, 这两个青州军的主将和副将, 已经对火药的特性了如指掌。 听到赵歇这句话, 林昭也不禁脸色微变, 他之前在想帝州之战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天气因素进去, 的确如赵歇所说, 火药这种东西,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雏形阶段, 阴与天最起码会让火药的威力下降五成以上甚至更多。 假如因为阴与火药受潮的话, 受到的影响甚至还会更高。 当然了, 现在的好消息是, 它们是守城的一方并不在野外, 即便是下了雨, 城中也有大量可以存放火药的地方, 只是用起来会麻烦一些就是了。 天象的事情, 我也说不明白。 林昭抬头看了看天空, 低声道, 稍后我让人去请个老农过来, 问一问明天的天气, 不管明天会不会下雨, 这场仗咱们都是要打的。 林总管声音有些沙哑, 赵将军与兄弟们要做好一切准备。 赵歇恭敬低头, 末将遵命。 离开了帝州城墙之后, 林昭让郑衙去找了一个帝州本地的老农, 这些农户常年与土地打交道, 而且靠天吃饭, 因此一些有经验的农户, 能够根据天象或者云彩, 预估今后一段时间的天气。 郑衙很快就在城里找到了一个曾经在乡下务农的老者, 这老者抬头看着天上的云彩, 摇头晃脑半天之后, 给出了一个不怎么讨喜的答案。 明天八成会落雨, 听到这个消息, 林昭与郑衙两个人, 脸上的表情都不太好看。 当然了, 这种消息是没有办法告诉其他人的, 不然会严重影响帝州的士气, 因此只有林昭两个人知道。 好容易又熬过了一天, 第二天一大早, 天色还没有亮起来的时候, 林昭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打开窗户看外面的天色。 这会儿是早上, 天上还没有太多光亮, 但是已经可以依稀看到厚厚的云层, 林昭健壮, 不禁大皱眉头。 他连忙穿上衣服, 换上了自己的甲皱, 带着正牙一起, 朝着帝州的城楼赶去。 现在还只是阴天, 只要今天雨水不落下来, 便不会影响战士。 但是好巧不巧, 老天这一次并没有站在林昭这一边, 因为在他们两个人赶往城楼的时候, 天上已经开始稀稀疏疏地往下落雨, 而且雨势不小, 等两个人登上城楼, 帝州的雨水已经从小雨变成了中雨。 兄弟两个人都是脸色阴沉, 走在林昭身后的正牙, 咬牙道, 这会儿还是春天, 真是见了鬼了,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下雨? 雨季一般会在夏天, 这个季节雨量并不是很大。 林昭没有说话, 只是步行在城楼上抬头看了看雨室, 然后在城楼上找到了正在布房的赵蝎。 因为没有撑伞, 这会儿林昭身上已经被淋湿了大半, 他看着眼前的赵蝎声音沙哑。 赵大哥, 我昨日问过会看天象的农户了, 老人家说, 天上的云朵雨量不会太多, 即便落雨, 最多也就是下个一天, 明天便会云开雾散。 林昭看着赵蝎咬牙道, 今日这种天气, 火药虽然能用, 但是会严重影响威力, 所以说到这里, 林昭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但是他话里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 赵蝎沉默了片刻, 对着林昭恭敬低头, 小相公放心, 帝州城里有上万兄弟, 滚石, 火油, 金汁之类的守城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备, 即便没有火器, 末将也有把握守半个月以上。 一天,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不用火器守城, 就代表要用冷兵器时代的常规手段, 去跟静赛军这种边军精锐对抗。 而问题是, 静赛军这种军队, 对于这些常规手段, 绝对是了如指掌的。 如赵鞋所说, 以帝州这近万守军, 守住一天,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一天之内, 帝州守军会死多少人, 就是一个未知之数了。 林三郎微微点头, 然后看向了远处静赛军安营扎寨的地方。 石里的距离, 再加上阴天, 按理说是, 绝对不可能看到静赛军军营的。 但是着眼看去, 林昭分明看到了一条黑线, 正在朝帝州方向缓缓靠拢。 林总管面色微变, 他们来了, 人数过万, 便是人山人海了。 静赛军足足有两万多人, 缓缓朝着帝州推进的场面, 还是颇为震撼的。 赵鞋看了看叛军的方向,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回头看向林昭, 低声道, 小相公, 按照他们这个速度, 最多大半个时辰, 就能到帝州城下, 您跟郑刺史快下去罢, 这里交给末将就是。 林昭没有答应, 而是伸手指了指自己身上穿着的甲咒, 声音低沉, 我今日这甲而来, 便是要与诸军一同守城的。 见林昭不肯走, 一旁的正牙脸色一苦, 林昭这个领导不走, 他自然也是不能走的。 这位帝州刺史无奈之下, 对着赵歇拱了拱手。 赵将军, 劳烦你给我也准备一套甲, 竞赛军推进的很是坚决。 今天的仗对于帝州守军来说, 注定了是一场硬仗, 他们最起码要在这一天之内, 再没有火器火药的影响下, 挡下竞赛军的进攻, 不然林昭先前在帝州的所有准备, 都要变成一场空。 作为主将的赵歇, 这会儿也神经紧绷, 他看了一下远处如同黑线一样的竞赛军, 对着身边的轻微低喝道, 起火烧油。 落石火油都是守城的常备物资, 所谓火油就是烧得滚飞的热油, 在敌人攻城的时候泼洒下去, 可以大范围地烧伤敌人。 这种火油在守城上面十分好用, 只可惜油本来就贵, 一个城里的存量也不会太多, 因此这种守城物资不可能太多。 赵歇一声令下, 立刻有人架起了大锅, 开始起火煮油。 赵歇目光凝重, 死死地盯着远方的竞赛军, 低喝道, 闭锁城门, 用轻石封住四门, 绝不能让敌人打进城里来。 本来守城是不用封锁城门的, 因为城中的守军也需要临时积变, 有可能会撤退出城, 或者是出城席营, 即便用石头堵住城门, 一般也会留一个门, 不会把四个门统统封住。 但是帝州的城墙太矮了, 帝州比青州还要小一些, 原先帝州只有两万户不到三万户, 只是中州之中的下州, 而且帝州也没有像青州那样被灵州扩建过, 因此不仅城墙低矮, 城门也相对薄弱。 如果不用大师堵住门口, 被敌人的撞成锤一撞, 城门可能就会被撞开, 然后被人攻进城里来。 因此这个时候, 必须要用石头封住四门, 才有巨城而守的可能。 此时, 赵歇这个帝州主将, 手心也不禁有些冒汗。 他跟陪俭那种职业将军不一样, 相比于陪俭来说, 他只能算是个半路出家的将军。 这一两年, 虽然跟在陪俭身后学了不少东西, 也跟着陪俭打了几个胜仗, 但是那毕竟都是跟在陪俭身后做事。 这一次, 是他真正第一次作为主将, 指挥作战。 此战, 不仅对青州总管府来说意义重大, 对于他赵歇来说, 也有很大的意义。 赢了这一仗, 他便不再是赵家寨那半个江湖中人, 而是真正成为了青州军的副将, 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将军。 赵歇目不转睛地看着城下的竞赛军, 眼见敌人越来越近,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身后猛然挥手, 攻卢守准备。 前方的靖赛军到达帝州城下之后, 迅速开始列阵, 因为一面城墙不可能同时有太多人进攻, 此时靖赛军只分出了一个已自营两千人, 作为先锋军朝着帝州缓缓推进。 不同于长安洛阳那种高大的城片, 帝州的城墙只有五米左右高, 有些地方甚至只有四米多, 只要靖赛军贴近, 很容易就可以架起云梯攻上城楼。 现在城墙上的帝州守军, 算是帝州之中相对精锐的一部分, 听到了赵歇的号令之后, 二百多个弓弩手立刻各就各位, 弓手张弓, 弩手上弩。 敌的盾兵带着一众不足, 推进到一箭之地之后, 赵歇立刻怒喝了一声, 抛射, 放箭。 城墙上的弓手立刻抬头仰射, 一百多只弓箭成仰角被射上天空, 然后落在了靖赛军的第一波先锋军里。 这些先锋军之中的盾兵立刻举盾变党, 但是人多箭也多, 很快就有二十多个竞赛军倒在了这一轮箭雨之下。 这个时候, 竞赛军强悍的军事素质终于体现了出来, 即便有数十人在箭雨之下或死或伤, 但是这些人硬是脚步不乱, 仍旧朝着帝州城缓缓推进。 赵歇见状微微皱眉, 然后继续挥手, 再射。 竞赛军以自营推进的速度并不慢, 从他们进入四百步的一箭之地, 到他们攻入帝州城下, 赵歇一共只有六七轮箭雨的机会。 这几轮箭雨, 只对这些竞赛军造成了不到两百人的伤亡。 也就是说, 这竞赛军的先锋军只伤亡了不到两成。 他们到城下之后, 立刻开始搭建云梯, 有人扛着盾牌一马当先, 身后跟着几个竞赛军朝着帝州城墙上攀爬。 好在这一轮先锋军为了冲锋的速度, 只带了云梯并没有带攻城锤, 因此城门处的压力并不大。 赵歇亲自张弓, 一箭射杀了一个云梯上的叛军之后, 迪鹤岛用火油泼下去, 打退云梯上的叛贼。 有了主星谷指挥, 帝州将士们立刻开始往下泼滚飞的热油。 这些热油杀伤力极大, 一旦交到人身上, 甚至是见到人身上, 立刻就会烫出一大片血泡。 除了那些意志力极强的变态之外, 大多数人被火油烫伤之后, 都会暂时失去战斗力。 除了这些滚油之外, 还有城墙上早已经准备好的石块, 再加上近距离威力强劲的弓弩。 城墙上的帝州军将士, 在付出了一百多个将士的性命之后, 终于打退了竞赛军的第一轮进攻。 而在此时, 远处高婆上观战的武圣, 时刻关注着以自营的攻城状况, 只看了一个时辰不到, 这位竞赛军的将军, 就失去了兴趣。 他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 呵呵笑道, 连我一个以自营应付起来都这么吃力。 这帝州在我大军手下, 恐怕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在武圣身边, 站了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黑汉子, 他对着武圣微微低头, 开口道, 将军, 要不要现在派饼自营填上去, 看现在的情况, 只要咱们再猛攻几轮, 这帝州应该就坚持不住了。 这人是近塞军的副将, 也是从底层一点一点爬上来的老族, 作战经验极其丰富。 武圣重新把目光放在帝州城上, 他看着帝州城, 思索了一番之后, 缓缓摇头, 罢了, 一个帝州, 不值得让我军精锐拿性命去填。 近塞军按天干分营, 总共有甲乙丙丁十字营, 其中前四营大部分都是当年近塞军的边军, 是近塞军里绝对的精锐, 也是武圣最为宝贝的一部分力量。 如果此时派饼自营一股脑冲上去, 的确有可能直接拿下帝州, 但是这样一来, 以自营与饼自营, 可能会因为这一场强攻, 伤亡惨重。 但是守城的物资倒是不少, 城墙上煮火油的大锅就有十几二十口, 不能用精锐的性命去填。 传经下去, 武圣声音低沉, 让庚自营与新自营顶上去, 把以自营换下来。 告诉这两个营的都尉, 不惜一切代价, 强攻帝州。 庚心两营都是新兵居多, 在武圣心里属于随时可以补充的兵力, 不怎么放在心上。 说完这句话, 武圣伸手抹了抹自己头上滴落的雨水, 看向帝州城, 声音低沉, 只要这些火油滚石用尽, 最多明后天, 我大军便可以畅通无阻地开进帝州城。 这个黑脸大汉立刻对着武圣低头抱拳, 末将这就去传练。 武圣的这种做法, 是为将者很常见的行为。 毕竟攻城战其实就是消耗战, 不把敌人的守城物资耗尽, 只靠着一枪汗勇, 即便能攻下来, 也会平白伤损性命。 消耗掉一些随时可以补充的炮灰或者是新兵, 把敌人的守备物资消耗干净, 再用自己的精锐力量迅速拿下目标, 是一个将军最基本的素质。 此部长兵, 就算是裴俭在这里, 把他放在武圣这个位置上, 多半也会做出同样的抉择。 毕竟这个帝州城并不是靖赛军的目标, 他们快速拿下帝州之后还要南下攻取青州, 把青州那个顶撞新朝使者的叛逆灵昭捉拿回长安灵赏。 就这样, 靖赛军的庚自营与新自营按照武圣的命令顶了上去, 把作为先锋军的乙自营换了下来, 此时两千多人的乙自营已经伤损不少, 最起码死了四五百人, 另外还有几百人受了或重或轻的伤, 回到了大营里休养。 另外两个新兵营足足有四五千人, 接替了乙自营之后, 对帝州城开始了新一轮的猛攻。 而这个时候的灵昭, 依旧在城楼之上不曾离开。 他身着铁甲, 抽出了自己腰间的佩刀, 面无表情地看着城下的敌人。 方才以自营攻城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汉勇之辈攻上了帝州城楼, 差一点便冲到了灵昭面前。 好在城楼上有不少将士, 而且灵昭自己的亲卫也在左近, 那些敌人很快被打退。 不管怎么说, 有灵昭站在城楼上, 即便他不指挥战斗, 这些帝州将士心中也会生出几分底气。 毕竟大老板都在城楼上不退, 也没有怕死, 他们这些底层的不足, 自然没有怕死的道理。 此时, 城上城下都在激战, 一块块滚石, 一盆盆火油从城墙上泼了下去, 与此同时, 城墙之下便传来一阵阵惨叫声, 然后便会有几个灵星的弩箭飞射到城墙上。 一些帝州守军被射中之后, 很快就会有人把他们的尸体拖下去, 然后新人上来顶替前者的位置。 天空中的雨, 下得越来越急, 雨水落尽正在滚沸油锅里, 发出一声噼里啪啦的炸响, 而城墙上的灵昭, 衣衫已经被大雨淋透, 他时不时从弯弓搭箭, 朝着城下的人堆里射上几箭。 他虽然不怎么精通这些战场上的杀人之术, 但是早年毕竟是跟赵吉一起学过一些赵家寨呼吸吐纳的法门, 以及一些锻炼身体的露术, 虽然有功无法, 但是身上的气力还是有的。 再加上城楼之下的敌人秘籍, 灵昭虽然没有什么准头, 但是也射中了不少人, 其中有两个人被他射中要害, 当场被射杀。 双方的激战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 到了中午快下午的时候, 天上的雨水虽然仍旧未停, 但是已经小了不少。 同样一身透湿的赵歇, 迈步走到灵昭面前, 弓着身子说道, 小相公, 城墙上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 无论如何, 敌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攻下城楼, 现在兄弟们信心士气都在, 这城墙上凶险。 小相公与正刺史, 还是快快下去吧。 灵昭把手中的公母扔给了一旁的亲卫, 判军有些奇怪, 早上刚攻城的时候, 攻势异常凶猛, 就连我看着也有些心惊, 但是打着打着, 他们似乎换了一拨人, 人数虽然变多了, 但是攻势似乎弱了不少。 早上第一拨攻城的, 应该是叛军之中的精锐。 赵歇微微吐出一口气, 苦笑道, 这叛军之中的精锐着实厉害, 不满小相公, 刚开始的时候, 末将心里也有些没底, 如果这些叛军, 真能用精锐跟咱们拼一整天, 那咱们地周城能不能守住, 还真是两说, 好在, 赵歇吐出一口气, 低声道, 好在叛军不舍得在地周死太多精锐, 达到一半, 便换了一些明显弱伤不少的叛军, 剃掉了这些精锐。 赵歇微微低头道, 那姓武的, 多半是想要用这些普通叛军, 消耗掉咱们的守城物资, 比如说滚石火油之类的, 等消耗得差不多了, 再用精锐一鼓作气攻下地周。 火油这种东西, 除了可以用来烫伤敌人之外, 倒在敌人架起的云梯之上, 还可以让梯子滑不溜手, 阻止敌人攀爬上城墙, 是极其重要的守城物资之一。 听到这里, 林昭还没有说话, 一旁着甲的正刺史, 便咧嘴一笑, 开口道, 咱们地周, 可能没有什么强横的军队, 也没有高大的城墙, 但是物资最是不缺, 赵将军尽情使用这些火油。 你一天十二个时辰坡个不停, 我刺史府供应你十天半个月, 也不成问题。 这就是大通商号的厉害之处了。 早在林昭定下, 要守地周的战略之后, 身为地周刺史的镇牙, 便开始通过各种渠道采买物资, 当时是在一个月前, 这一个月时间, 大通商号送了不少东西进城来, 除了火油这种守城物资之外, 还有不少粮食, 可以保证地周即便被围城, 也可以坚持一段不短的时间。 林昭没有说话, 而是抬头看了看天上慢慢变小的雨势, 微微眯了眯眼睛, 这场大雨, 误了咱们不少事情, 但是也未必全是坏事。 说到这里, 他看向赵歇, 开口道, 赵大哥, 既然这里局势暂时稳定了, 你带着兄弟们在城墙上守着, 我与兄长先回刺史府去, 筹划明日之战。 赵歇立刻恭敬低头, 末将遵命。 林昭再一次环顾了这座 并不怎么高大的城墙, 又低头看了看城墙下面的众多叛军尸体, 缓缓吐出一口气。 我们走吧。 郑牙点了点头, 跟在林昭身后, 慢慢走下了城墙。 下了城墙之后, 走在前面的林昭, 对着郑牙开口道, 大兄, 让人准备饭时, 送到城墙上去, 最好是热饭。 兄弟们, 都淋了一天的雨了。 身为帝州刺史的郑牙, 爽快点头, 开口道, 三郎放心, 我这就让人安排, 打仗的事情我不懂, 但是后勤的事情, 我这个帝州刺史, 一定给将士们准备妥贴。 说着话, 两个人都骑上了自己的马匹。 临回次师府之前, 郑牙跟在帝州跑腿的郑元交代了几句, 郑元立刻点头, 跑去给帝州守军张罗饭食去了。 而林昭与郑牙一起回到了次师府之后, 则是先吞下了身上已经被淋湿透的衣裳, 简单擦洗了一番身子, 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裳。 郑牙亲自端了几点小菜, 送到了林昭的房间里。 进入房间之后, 他一边摆放饭菜, 一边说道, 我让人弄了点吃的。 三郎你也忙活一天, 水里未尽了, 快吃些东西吧。 房间里无人回应, 郑牙抬头一看, 才看到那位青州大老板正站在窗口, 呆呆地看着窗外。 郑牙无奈摇头, 上前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问道, 三郎在看什么? 在看老天什么时候挺远? 林昭目光, 一直盯着外面已经稀疏的落雨, 声音低沉, 今日一战, 咱们表现出的战力并不是如何高, 叛军试探了一日, 林昭华说到这里, 突然神情一变, 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直接绕开正牙, 推门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来到了刺师府的院子里。 到了刺师府院子里之后, 他先是伸手感觉了一番, 又仰头看了看天空, 确定没有雨水落在身上之后, 这位青州大老板对着正牙, 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大兄, 雨停了。 按照昨日那个老者的说法, 帝州这场雨可能只下半天, 最多只会下一天, 明天就会日出云开, 但是没有人能够准确把握天象, 因此, 林昭心里也吃不准, 因此, 他一直在等这场雨停下来。 这场雨, 不止关系到帝州能不能守下来, 更关系到整个青州战局, 如果因为这场大雨, 导致帝州的火药派不上用场, 被叛军短时间内攻占, 那么, 甚至还会威胁到林昭, 以及正牙赵歇等青州核心的人身安全。 眼下, 这场大雨终于停了, 林昭站在刺师府的院子里, 抬头看着天空上的乌云, 明显可以感觉到云层已经比白天厚了许多。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希望明日不要再下雨。 正牙跟着林昭走到院子里, 同样抬头看着半空, 压低了声音。 但愿吧, 今日上午, 那些叛军的战力着实骇人, 面对滚石火油仍然能够面不改色, 前赴后继地往城墙上冲锋。 如果今日一整天都是这种汗不畏死的精锐, 那么现在帝州再不在我们手里, 都是未知之数。 今天一整天, 两个人都在城楼上观战, 城外的那些竞赛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的确骇人, 尤其是那些精锐, 基本上全部都是见过生死的人, 打起仗来, 几率性非常高。 对比起来, 帝州的守军素质就要差上很多, 有些守军被城下的叛军射杀, 后续的人顶上去的时候, 不少人都两股战战, 手也跟着发抖, 连弩都举不起来。 这种战力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毕竟林昭的发家过程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真正开始弄青州军也就是一年出头, 他现在空架子虽然有了, 但是真正的底蕴还是太差太差了。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想要把军队练到那种程度, 最少要一个练兵有数的将军, 领着军队在边境与敌人打个三四年才有可能。 而范阳军这种边军, 已经在边疆与契丹人打了几十年, 双方有差距并不奇怪。 现在来说, 咱们想要迅速提高单兵战斗力, 很是困难, 暂时不去想这些。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似乎想起来什么, 笛声道, 不过如果能俘虏一些竞赛军, 倒是可以把这些竞赛军编入青州军之中, 抬升咱们的战力。 一个军队的组建, 有钱有粮, 只是最基本的条件, 还是要有充分的战斗经验, 甚至是几代人的经营, 让战斗经验一代代传承下来。 像是范阳军、朔方军这些传统边军, 都有几任甚至十几任的节度使, 一代代练出来的。 郑牙摇头苦笑, 只一日时间, 咱们便在叛军的进攻之下苦苦支撑, 三郎居然还想俘虏别人。 他摇了摇头, 抬头看向林昭, 三郎, 叛军这样凶猛, 火药即便能用上, 也不一定能够守住帝州。 我的意思, 趁现在敌人还没有围城, 你带人趁夜从南门离开, 回青州去。 无论如何, 你是不能出事的。 郑牙声音正中了起来, 你不出事, 青州总管府就还有主心骨。 你还有青州、幽州, 以及手下数万将士。 你要是在帝州出了事, 郑大公子声音沙哑, 咱们这两年的忙活, 便都成为一场空了。 我不走。 林昭缓缓摇头, 开口道, 代兄放心, 即便帝州挡不住这些叛军, 少说也要让他们元气大伤, 到时候, 咱们守不住帝州, 也可以安然撤回青州去。 说着, 林总管抬头看了看天色, 缓缓开口, 好了, 天色不早了, 大兄先回去歇息, 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正牙张口还想劝两句, 但是想起林昭的性格, 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了。 他走之后, 林昭站在院子里, 也不去吃房间里的饭食, 仍旧呆呆地看着天空发呆。 一直到紫夜时分, 他实在是乏得不行了, 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随意扒了几口已经凉透的饭, 躺在了床上闭上眼睛。 次日清晨,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 刚躺下只有两三个时辰的林昭, 猛然睁开了眼睛。 他第一时间看向了窗外 已经隐隐发亮的天色, 也顾不上穿衣服, 只穿了一身礼衣, 便推门跑了出去。 院子里, 没有见到雨水滴落。 他抬头看向天空, 只见这会儿天色虽然蒙蒙亮, 但是天上昨夜的云彩已经统统散去, 整个地周的上空一片晴朗。 事实上, 这才是这个季节的常态, 昨天那场大雨实在是太反常了。 林三郎终于露出笑容, 他回乌刚穿上自己的衣裳, 顶着黑眼圈的郑牙便找上了门。 很显然, 这个地周刺史昨夜也没有怎么好好睡。 见到郑牙之后, 林昭连忙问道, 大兄, 现在立刻让人把火药桶运送到城楼上去, 先运个一百桶上去。 一桶火药有一百多斤, 一百桶火药已经是一万多斤了。 郑牙缓缓开口, 昨夜我一晚上没有睡, 跟城中许多人确认今日不会下雨之后, 我便连夜带人把火药运上城墙了。 他抬头看着林昭, 开口道, 此时, 地周城墙上有差不多两百桶火药。 说到这里, 郑牙顿了顿, 继续说道, 我来寻三郎, 是想问一问, 三郎带过来的那只火器营, 今日要不要上城墙? 因为火器营的将士比较宝贵, 昨天一整天时间, 即便城墙上守得再如何艰辛, 这只火器营也始终没有动弹。 为什么不上? 当然要上。 林昭狠狠握拳, 开口道, 我带他们来, 就是让他们来地周练兵的, 今日就是最好的练兵时机, 统带上城楼交给赵将军统一指挥, 镇牙微微低头, 我这就去办。 与此同时, 城外的靖赛军大营里, 一身铁甲的武圣, 带着十来个靖赛军的高级将领, 站在大营门口, 他的目光看着远处的地周城, 眼神凶狠。 这座城不大, 昨天打了一整天, 城中守城的物资应该好去七七八八了, 咱们还要继续南下青州, 没有时间在这里磨蹭太多时间。 武圣环顾自己身边的各营都尉, 冷冷地说道, 今日有丙自营丁自营主攻, 甲自营与物自营随同侧应, 日落之前, 把本将的武自齐插上帝州城楼上, 有没有问题? 丙丁二营都是靖赛军的精锐, 先前因为埋伏了一整夜, 对以休息了一天没有参加战斗的甲自营, 也被点名参战。 也就是说, 靖赛军四个精锐营, 除了伤亡严重, 没有加入战场的乙自营之外, 其他的三个营都被武圣投入了战场。 相比于昨日的试探性进攻, 今日靖赛军已经势在必得。 十几个靖赛军高层之中, 有四个都尉站了出来, 对着武圣恭敬低头。 末将定然, 不复将军所望, 城墙上一个个火药桶整齐地摆放在了城楼上。 其实这种能起到决定作用的东西, 本来是应该用黑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盖住的。 但是这时代, 除了灵昭还有郑牙照歇这些青州高层 知道这玩意是什么东西之外, 其他包括火器营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能够做什么事情。 青州军的将士都不知道, 对面的靖赛军就更不知道了。 靖赛军唯一从康东来那里得到的消息是, 青州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会爆炸的陶冠, 威力可怖。 但是这些叛军昨天攻城攻了整整一日, 至今没有见到帝州城上有什么陶冠, 因此也就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终于, 太阳爬上了半空, 一扫昨日的层云阴雨。 阳光照耀之下, 林昭站在帝州城楼上, 远远地看着正在朝着帝州缓缓推进的竞赛军。 林三郎微微吐出一口气, 低声道, 赵大哥, 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 先正常守一守, 等到城下叛军人数够多的时候, 再往下扔火药。 至于火器营的人, 都有你调用。 赵歇这会儿也颇为紧张, 经过昨天一整天的大战之后, 他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些叛军的可怕之处, 此时整个帝州以及青州集团的命运, 就握在了他这个第一次主事的新人将军手上, 由不得他不紧张。 赵歇缓缓吐出一口气, 开口道, 相公, 末将的意思是, 等这些叛军靠近了, 先用陶罐炸一炸他们, 看一看情况, 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事实上, 整个青州现在最主要的火器, 还是林昭最开始弄出来的那种陶罐, 既然决定要守帝州, 帝州这会儿自然也有不少火药罐子, 虽然没有青州存货那么多, 但是至少上千个还是有的。 之所以昨天一直没用, 主要还是受到了阴雨天气的影响, 怕威力受损, 也怕提前暴露底牌。 林昭没有过多犹豫, 立刻点头道, 战场上的事情, 都有你来决定, 不必问我。 另一个世界的记忆, 给林昭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让他的思维模式, 跃升到了另一个层面。 他心里很清楚, 专业的事情, 必须交给专业的人去办, 外行领导内行, 甚至亲自下场威操, 是最愚蠢的事情。 在打仗方面, 林昭虽然有一些指挥经验, 但是远不如裴俭与赵歇, 因此他很干脆地把战场上的权力, 统统交给了赵歇。 赵歇咬了咬牙, 对着林昭低头道, 相公, 一会儿打起来, 城墙上仍旧不安全, 你与正刺史, 还是先回刺势府等消息, 这里的情况, 末将会让人随时上报。 你打你的仗, 不用管我。 林昭目光看向远处正在推进的叛军, 深呼吸了一口气, 这一次这个难关, 是一座大大的龙门。 能不能跳过去, 就看今天了。 这一场帝州守卫战, 或者说整个青州保卫战来说, 对于林昭, 以及整个青州总管府来说, 就像是一座高大的龙门, 成功跳过去, 从此, 青州总管府, 便会成为天下间几个庞然大物之一。 而林昭让人, 也会愉悦成龙, 成为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几个人之一。 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即便他把指挥权全部给了赵歇, 他还是要在这里, 亲自看着自己这条大鱼, 越过叛军这道龙门。 赵歇没有再坚持, 而是叮嘱了林昭的亲卫赵诚一声, 转身去部署将士去了。 叛军的推进速度很快, 在两个方阵结成盾阵之后, 这些叛军很快突破了帝州守军的剑语, 在付出了很少一部分伤亡之后, 已经开始在城墙上架设云梯。 与此同时, 两队盾兵护送着一个粗大的木桩, 缓缓朝着帝州的城门靠拢。 攻城锤, 这是攻城的时候撞开城门的戾气。 与此同时, 在帝州城一箭之地以外, 又有叛军架设了五六座投石车, 开始向帝州城楼上抛射石块。 像攻城锤以及投石车这种攻城器械, 因为太过笨重, 是不可能随军携带的, 一般都是军队开到某个地方之后, 就地取材制造。 在昨日叛军攻城的时候, 既没有攻城锤, 也没有投石车, 但是今天全都有了。 很显然, 昨天晚上这些叛军也没有闲着, 一夜之间弄出了不少攻城器械。 城楼上, 火油已经煮得滚沸。 赵歇大手一挥, 低鹤道, 射杀撞城之人。 立刻有二十多个弓手, 晚宫搭建, 朝扛着攻城锤的几个人射去。 与此同时, 已经有云梯架在了城楼上, 帝州城外, 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喊杀之声。 赵歇站在城楼上, 侧身避开了一块扔在他左近的石块, 低头向下看去, 只见一会儿功夫, 已经有四五架云梯搭在了城墙上, 城下的叛军开始井然有序地攀爬云梯, 对城墙上展开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赵歇立刻感觉到了不对。 这些叛军的军事素质, 与昨天下午那些叛军全然不在一个层次, 倒是跟上午那些攻城的叛军相差无几。 是叛军之中的精锐。 反应过来之后, 赵歇不再犹豫, 当机立断。 火器营, 开始投掷陶冠。 帝州的这些守军, 基本上都没有去过青州, 也没有怎么用过火器。 因此, 赵歇干脆让林昭带来的火器营将士, 负责往下扔陶冠。 毕竟这些火器营将士, 从受训以来就跟火药还有火冲打交道, 对于火药的性质很是熟悉。 赵歇一声令下之后, 立刻有一百来个火器营将士, 从怀里取出火折子, 点燃了早已经准备好的陶冠银纸, 点燃了银纸之后, 他们并不急着扔下去, 而是静静地等着银纸烧了大半, 即将烧到末端的时候, 才迅速往城墙下丢去。 如何最大程度发挥火器的作用, 也是火器营平日里训练的内容之一。 这些火器营将士年纪都不大, 很容易接受新事物, 再加上青州最多的就是这种火药罐子, 因此他们对如何使用陶冠, 极有心得。 他们很清楚, 这玩意儿一旦扔到地上, 很容易就会摔碎, 严重影响效果。 而想要他发挥最大的效果, 最好就是让他在半空爆炸, 最好是在即将落地的时候炸开。 虽然不是所有火器营的将士都能做到这么精准, 但是一百多个人里, 至少有四十个人做到了让陶冠在落地之前炸开。 一声声爆炸的巨响在地洲城下传开, 只一瞬间, 城下的叛军便哀嚎一片。 陶冠爆炸的冲击力直接掀翻了一群人, 与此同时爆炸产生的陶冠碎片四散开来, 划破了一个又一个叛军的血肉。 几十上百声巨响传开之后, 城下的叛军精锐, 阵形也发生了一些散乱。 面对这种未知的武器, 即便是酒精沙场, 他们心里也有些慌了。 城墙上照些手势不停, 对着火器营狠狠挥手。 火冲手, 弓弩手, 射杀叛贼。 城墙上的地洲弓弩手大多都是一些新人, 但是凌昭带过来的这几百个火器营的将士都是人手一把手冲的。 手冲与弓弩不太一样, 弓弩怎么样也需要一些熟练度才能发挥作用。 但是火冲这种东西, 只要射发出去, 把铅弹打出去, 打到人身上便能发挥作用。 如果是在野外野战, 这些火冲的命中率将会成为巨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是守城, 城下都是密密麻麻的叛军, 根本不需要瞄准。 只要填充弹药, 无脑往下打就是了。 当然了, 现在的火冲还比较原始, 每打一次都要填充弹药。 因此, 凌昭在训练火器营的时候, 也教了他们三连牌的射法。 不过那种三连射击法适用在野战的时候, 这种工程的时候就大可不必。 随着赵歇一声令下, 几百个火冲手立刻来到了城墙边上, 人手一个火折子, 点燃了自己手中有些笨重的火冲。 几百个火冲陆续发射千弹, 朝着城下的叛军射去。 这些火冲里的弹药都是千弹, 有效杀伤距离并不远, 但是从城上往城下射击怎么也够了。 更要命的是, 这些千弹的始发速度极快, 基本上不太可能躲闪。 城下除了那些举着盾牌的盾兵之外, 其他人只要被千弹射中, 瞬间就会失去战斗力。 火冲再加上弓弩, 只一轮骑射, 城下的精锐叛军便倒下了接近二百个人。 除了弓弩和火冲带来的伤亡之外, 那些可以爆炸的火药罐子, 也给竞赛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短短斩查时间, 地州城下的这些竞赛军至少倒下了五百个人。 除了大量的伤亡之外, 更重要的是阵型的散乱。 两军对阵, 最重要的就是阵型不能乱, 阵型一乱, 很容易就会溃败。 其实, 以这些竞赛军精锐的军事素质, 即便与契丹人正面对冲, 也很难会让他们阵型散乱。 但是这些声音如同雷震, 并且从未见过的新型火气, 让这些竞赛军精锐产生了对于未知的恐惧。 因为这些火气, 竞赛军的阵型已经散乱不堪。 城墙上的赵歇看到城下的战局微微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又把目光看向的城墙上正在重新填装弹药的火冲兵, 微不可查地皱起了眉头。 这些火冲兵固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 那就是填装速度太慢了。 按这个速度, 普通的长弓手射四五箭, 这些火冲兵只能将将射发一枚铅弹。 现在, 这个缺点还没有被这些叛军发现, 一旦给叛军发现了, 这些叛军的畏惧之心立刻就会大减。 赵歇微微挥手, 对着这些火冲兵再一次下令, 分两排, 轮流射击。 这些火气营的火冲兵早就训练过双排射击, 甚至练过三排射击, 收到命令之后, 立刻分成两排, 轮流射击。 而城下叛军的猛烈进攻, 也被这一轮火气直接打退。 赵歇看了一眼城下的叛军之后, 快步来到了正在观战的林昭面前, 恭敬低头。 林帅, 火气效果不错, 只片刻时间这些叛军便伤亡惨重。 林昭一直在认真观望局势, 原本正看着战场发呆, 听到了赵歇的话之后, 他才从出神的状态之中回过神来。 这位青州的大总管低头思索了一番之后, 缓缓说道, 赵大哥, 这样打下去, 守住帝州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敌人伤亡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的意思是, 林昭看向那边正在搬运逃罐的守城士兵, 开口道, 你们用火药罐子炸上半个时辰, 随即慢慢减少投掷火药罐的数量。 火冲的动静也慢慢小一些。 赵歇很快明白过来, 他对着林昭低头, 小声问道, 林帅的意思是, 用叛军的主力来攻城林昭看向远处的竞赛军大营方向。 缓缓说道, 这个竞赛军的武圣, 我看过他的详细情报, 其人虽然有些谋略, 但是打起仗来, 还是以汉勇为主。 也就是说,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这人不是知难而退的性格, 当初叛军久攻不下同关, 以洛阳为耳, 又同关守军出关, 结果一举消灭了同关守军的主力, 现在咱们要慢慢示弱, 以帝州为耳, 将这竞赛军的主力给诱过来。 竞赛军伤亡这样打, 这个耳他不得不咬。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了城墙上一直没有动用的火药桶, 目光变得凌冽起来。 战局大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竞赛军强攻下帝州的可能不是没有, 假如他们现在发疯, 把所有的兵力一股脑投入进来, 同时进攻帝州的四面城墙, 帝州还是有破城可能的, 但是如果那样做, 竞赛军在这一战之后, 基本上也就废了。 但凡是一个合格的将军, 在这个时候就不会选择这么做, 武圣自然也不可能。 如果让武圣觉得拿下帝州已经不可能, 他就会尽量保全自身实力, 暂时退回去与张眼的衡阳军会合。 那样一来, 就仍然可能会对青州造成威胁。 因此, 现在林昭以及整个帝州的任务, 就是尽量消灭竞赛军的主力, 即便不能全歼, 也要把这支竞赛军打残。 帝州城下火气爆炸之声不绝, 每时每刻都有叛军死在帝州的火气之下。 随着竞赛军精锐地迅速消耗, 那个竞赛军的副将, 慌慌张张地爬到一处高坡上, 对正在高坡上观战的武圣拱手低头。 武将军, 这个副将脸色难看, 低头道, 武将军, 咱们攻城的四个营, 到现在, 伤亡已经超过两成, 这个帝州, 有那种会炸开的罐子, 还有那些有火光的暗器, 前线将士每时每刻都在死人。 将军, 他咬牙道, 军中的精锐不能再这样消耗了。 末将的意思是, 暂且退一退, 摸清楚敌人的底细之后, 再做进攻不迟。 实在不行, 可以北上与张将军合兵, 再做计较。 此时, 武圣的脸色更为难看。 他麾下甲乙丙丁四字营的精锐, 是晋赛君, 也是他本人最大的本钱。 此时这四个君, 除了正在休养的乙字营之外, 另外三个营同样伤亡惨重。 而且, 是那种他很难接受的伤亡。 只半天时间, 晋赛君精锐的伤亡数量, 已经超过了他们强攻洛阳的时候。 这让武圣很难接受。 他脸色阴沉的几乎可以滴出水来, 沉默许久之后就恶狠狠咬牙, 就这样撤了, 兄弟们便白死了。 仗打成这个模样, 在北上与张眼合兵, 那到时候是老子听他的, 还是他听老子的? 说完这两句话, 武圣又把目光看向地周, 眼神凶狠。 虽然不知道地周的那些罐子, 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的罐子, 已经越来越少了。 武圣深呼吸了一口气, 压低了声音, 打进地周, 把这些罐子带回长安献给义父, 咱们便仍有功劳, 要是就这么灰溜溜地逃了, 今后不止长安城, 就连这镜色军里, 都没有你我容身之处。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世道临头了, 即便你知道, 再进行下去, 可能会有风险, 还是不得不狠下心来, 去拼他一把。 因为到了这个关头, 已经没有退去的余地了。 现在武圣就面临这个处境, 这个时候, 他心里也很清楚, 即便强攻下地周, 对于晋赛军, 以及整个泛阳集团来说, 也是得不偿失, 但是让他就这样灰溜溜地撤走, 他实在是不甘心。 一方面, 是他不清楚, 北边的张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假如北边战事顺利, 张衍正在夺取幽州, 而他却在一个小小的地州吃扁, 那么接下来整个晋赛军, 都要在衡阳军面前抬不起头, 他这个晋赛军将军, 以后也要矮张衍一头。 更重要的是, 这一次他们两个人的战果, 会直接影响以后, 他们在泛阳集团之中的地位, 毕竟泛阳集团所有人都知道, 用不了多久, 自家的大将军就会登基称帝, 他们这些人各个都是开国的功臣, 一旦战事失利, 他在新朝的地位就会十分尴尬, 而且以康东平有些博良的性子, 他武圣甚至可能会因此获罪。 这个时候, 不得不把自己的筹码全部压上去了, 咬着牙拿下帝州, 将那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新式武器, 弄回长安去交给自家的义父, 那么他还算戴罪立功, 如果这些新武器对泛阳有用, 他可能还会因此受到嘉奖。 想到这里, 武圣双目之中已经满是血丝, 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缓缓说道, 传我将令, 让人鬼二营留下固守本营, 以自营以及几更新三营, 立刻点起兵马, 本将亲自带着他们冲阵。 泛阳军的九个军, 在西晋的过程中都是扩军过的, 像是晋赛军的天干石营, 只有前四营是金锐, 后面的几个营是以新兵居多, 而排位最后的人鬼二营, 基本上就全是西晋过程中争目的新兵, 战斗力与前四营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 整个晋赛军十个营, 武圣已经一口气拿出了八个, 基本上这就是他晋赛军的全部家底。 说句毫不客气的话, 如果这八个营一起上, 还是拿不下地舟, 那再加那两个新兵营, 多半也是于事无补。 晋赛军军事素质不低, 随着武圣的一声令下, 整个大营立刻动了起来, 只用了半个时辰多一些的时间, 四个营的将士就全部集结在了武圣身后。 这位晋赛军将军, 领着这四个营, 先是开到了帝州城下的一箭之地以外, 然后他驻马步前, 现在原地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帝州城。 此时, 帝州城的城墙上, 仍旧有一些火气营的将士, 不住地往下投掷逃冠, 但是投掷逃冠的频率相比先前, 已经少伤太多, 之前城墙上都是几十个逃冠一起往下扔, 而且因为被陶冠炸了整整半天, 这些竞赛军的精锐, 面对这些陶冠也多少有了一些经验, 他们手持盾牌, 一旦有陶冠扔在身边, 便把盾牌挡在身前, 然后直接握倒在地。 这样一来, 最多就是被陶片划出皮肉伤, 不太可能伤到性命。 其他没有盾牌的人, 也都跟着有样学样, 碰到身边有陶冠, 便直接扑倒在地上。 这样一来, 只要陶冠不是离得特别近, 便最多是背后受一些皮肉伤, 不至于伤及性命。 而武慎, 至始至终, 就在帝州守军的攻击范围之外, 冷冷地观望着城上城下的局势。 在城下陷入苦战的四个营, 数次派人到武慎面前求援, 都被这位冷面将军直接拒绝。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帝州的城楼上, 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而此时, 帝州城楼上, 也有一个身着铁甲的年轻人, 正在城楼上观看局势。 这会儿, 两个人的距离只有几百不远, 已经可以依稀看到对方的身影。 城楼上的林昭, 看了看远处已经靠近, 但是并没有直接攻城的竞赛军援军, 微微皱眉。 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武慎依然在观望, 真是沉得住气啊。 林总管眯着眼睛, 想要把远处的武慎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因为常年读书, 他有些近视, 再加上距离远, 还是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 林总管挥了挥手, 对着身边跟着的赵诚说道, 去知回赵将军, 让他停了火冲, 只往城下扔陶冠, 扔得陶冠再少一些, 速度再慢一些。 赵诚跟赵歇都是南阳郡赵家寨里出来的, 论关系, 赵歇是赵诚的同辈大哥, 听到了林昭的话之后, 赵诚立刻低头, 急匆匆地朝着正在指挥战士的兄长跑去。 很快, 城墙上的守军就按照林昭的意志, 火冲手停止了进攻, 扔下城楼鹅的陶冠也慢慢减手, 只偶尔往下扔一两个。 即便如此, 几百步开外的武圣仍然不为所动。 城下的四个营压力大减的情况下, 也慢慢恢复了攻势, 渐渐地又有云梯搭在帝州的城墙上。 直到这个时候, 距离帝州城墙只有几百步的武圣终于忍耐不住了。 他扼马上前, 看向帝州的目光极为凶狠, 只听他扼狠狠一声怒吼, 声音如同一只寿虎。 兄弟们, 敌人雷火已尽, 随我冲杀过去。 本将领以自营, 几字营攻帝州北门, 更新二营分别攻帝州的东西二门。 天黑之前, 务必给老子拿下帝州。 在此之前, 因为需要集中优势兵力, 因此, 竞赛军都是主攻帝州北门一面城墙, 想要速战速决。 而这个时候, 武圣已经发现了不能只攻一面城墙, 需要同时进攻树门, 分散这些帝州守军的战力。 毕竟现在敌人的火气已经差不多耗尽了, 此时即便北门仍有火气, 东西二门肯定是不会有火气了。 武圣一声令下, 他挥下四个营立刻开始行动, 一个完整的几字营, 还有只剩下大半的一字营, 跟在他身后, 直扑北门支援。 而另外两个营, 则是奋兵两处, 扑向帝州的东西两个门。 四个营每个营都有两千多个人, 加在一起, 足足有一万出头, 一起扑向帝州的场面浩浩荡荡, 极为壮观, 给人一种极其强烈的压迫感。 城楼上的林昭, 远远地只看见一条黑线, 朝着自家城池涌来。 这个时候, 换做是裴俭在这里, 估计都要打几个哆嗦。 而林大总管, 则是咧嘴一笑, 露出了自己的大白牙, 笑容无比灿烂。 他回头看向自己的亲卫赵诚, 微笑道, 大鱼还是没有忍住, 上钩了, 给本总管搬个火药筒来。 林昭笑容收敛, 看向那些慢慢靠近的竞赛军, 目光凶狠。 本总管要亲自炸鱼了。 赵诚是个老实人, 听到了林昭的话之后, 立刻跟几个亲卫一起, 给林昭搬来了一个火药筒。 林总管也不顾火药筒上的飞灰, 一屁股坐了上去, 眯着眼睛, 看向城下越来越近的竞赛军。 他这么一坐不要紧, 赵诚等十来个亲卫, 立刻围成了一团, 把他护在了中间, 生怕战场上的流屎, 或者是敌人的投石车, 伤到了这位青州大老板。 帝州城下的四个金锐营, 原本加在一起也有近万人, 但是经过大半天的苦战, 以及火气的狂轰滥炸之后, 这会儿已经阵亡了一千多近两千个人, 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伤者之中, 大多数都是被逃遍划伤。 这个时代的军队, 军事素质普遍不高, 如果是长安禁军那种水平的军队, 军队战损超过三成, 可能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叛逃。 而这些竞赛军精锐的军事素质, 明显好伤很多, 即便他们加上伤员的战损, 已经远远超过三成, 但是依然可以留在战场上战斗。 本来这些人, 因为面对火气这种未知的武器, 心里已经生出了一股无力感, 士气全无。 但是现在身后四个营的援军冲上来, 这些已经元气大伤的竞赛军精锐, 立刻重新打起了精神, 开始对帝州城发起新一轮的冲锋。 此时, 帝州城墙的守军已经换了一批, 虽然抵抗得很是艰苦, 但是在赵歇的命令之下, 这些帝州守军还是保持了克制, 依然没有大规模的使用火器。 战斗仍在继续, 随着越来越多的叛军投入战场, 在苦战了大半个时辰之后, 城墙上的帝州守军终于有了支撑不住了迹象。 已经先后有四五波进赛军叛军驾云梯冲上城楼, 虽然这些人都被顽强的帝州守军打退, 但是帝州守军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城墙上, 城墙下, 已经到处都是尸体。 在城墙上指挥战斗的赵歇, 虽然打得很是艰难, 但是林昭没有开口, 他依旧紧咬牙关, 始终没有大规模动用火器。 终于, 城墙上的林三郎, 在抽出腰间的长刀, 亲自砍杀了一个叛军之后, 长身而起, 他对着身边赵诚低声喝道, 把火药桶给我抬过来。 一个火药桶一百多斤, 一个人虽然搬得动, 但是在战场上太过笨重了。 赵诚等人立刻领命, 两三个人搬起一个火药桶, 放在了城墙边上, 林昭从怀里掏出火车, 点燃了一枣不好的影线, 影线飞快燃烧。 林总管不假思索, 一脚把这个火药桶踢下了城楼。 地州城虽然不高, 但是也有四五米, 本来这个木制的火药桶, 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 还是有很大, 可能会摔散架的。 火药最需要的, 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一旦火药桶散开, 威力将会大减。 好在, 此时城下都是密密麻麻的叛军, 这火药桶被踢下去之后, 直接砸翻了两个叛军, 并且借由这两个人的缓冲, 滚到了人堆里。 此时, 影线终于燃烧到了尽头, 然后, 爆炸了。 这种爆炸, 不同于火药罐子的爆炸。 青州所制备的那些火药罐子, 是用火药的密封性, 最大程度发挥火药的特性, 借由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用桃片伤人。 而这种火药桶, 则大不一样。 它, 全靠自己的药分量足够。 一桶火药就有一百多斤, 相当于一百个桃罐。 这么多火药被束缚在了一个木桶里, 然后还被人点燃了。 一瞬间, 九天之上的天雷在平地炸响。 其他桃罐炸开, 只能伤敌几人, 至多十几人。 但是这个火药桶一爆炸, 直接炸飞了它左近的十几个人, 巨大的冲击波扩散开来, 又先飞了十来个人人。 单单这种威力, 倒也不能在战场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最关键的是, 军队打仗都是有固定阵型的。 这火药桶一炸开, 冲击波四散开来, 掀翻十几个人的同时, 立刻就把禁塞军的阵型弄得大乱。 本来就是一万多个人拥堵在一起。 这么一来, 人群里立刻就发生了踩踏事件。 听到这声巨响之后, 正在现场指挥战斗的武圣, 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脸色骤变, 立刻怒吼着下达军令。 后撤! 后撤! 武圣目自禁列, 全军后撤白布! 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的情况下, 暂且往后退上一段距离, 无疑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但是很可惜, 已经太迟了。 首先, 是现在地州城下的竞赛军将士实在太多, 单单十几架云梯上的竞赛军就有好几十个, 加上正在撞城门的, 以及其他人, 单单地州城下的竞赛军就有好几百人。 而且现在, 因为那个火药桶的爆炸, 整个前线的阵型已经散乱, 根本不可能迅速有序地撤退。 更重要的是, 灵昭的这个火药桶爆炸, 正是地州守军反攻的信号。 随着这个火药桶的爆炸, 在武圣怒吼着下达军令的同时, 城墙上的赵歇也双目通红, 怒吼道, 点燃火药桶给老子扔下去。 弓弩手朝着天空抛射, 越远越好。 火冲手朝着远处打。 火药桶这东西威力大则大矣, 但是它的缺点也十分明显, 那就是太过笨重了。 这种东西笨重到灵昭, 只能把它踢下城楼, 让它用自由落体的方式掉下去。 因此, 它根本不可能用来投掷, 也根本不可能用来杀伤远处的敌人。 即便是用投尸车来投掷, 这么重的火药桶, 也不可能扔出去太远。 因此, 照些才会让弓弩以及火冲, 尽可能杀伤远处的敌人。 因为近处的敌人, 用这些火药桶就够了。 此时, 地州城墙上, 已经有十来个准备好的火药桶, 每个火药桶旁边有三个火器营的少年。 这些少年收到命令之后, 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一个用火折子点燃引线, 另外两个抬起火药桶, 奋力朝城下扔去。 少年利弱, 即便是奋力投掷, 也扔不太远。 最远的一个火药桶, 也就是滚到了城下十来米的地方。 不过, 这位足够了。 林三郎看着这个光景, 面无表情地抬起双手, 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然后, 先后十来声巨响, 再进赛军的人堆里炸开。 与此同时, 同样陷入苦战的帝州东西两面城墙, 也收到了林昭这边的信号。 他们那边虽然没有火药桶, 但是火药罐子却有不少。 听到了北城这边的巨响之后, 两边的守军立刻拿出了自己的火药罐子, 点燃之后, 奋力朝着城下的人堆里扔去。 伴随着一声声惨叫, 与震耳欲聋的爆炸之声, 罪恶而又绚丽的火药之花, 终于在这个时代第一次真正绽放。 他一直呈下一片哀嚎的泛杨叛军, 脸上看不出半点表情。 他心里明白, 随着帝州的这一声声巨响, 从今天开始, 整个天下再也没有人能够瞧不起他林昭。 李嘉仁也不行。 此时, 武圣的竞赛军败局已定。 接下来就看林昭这边如何处理, 如何攫取最大的战果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一支竞赛军基本上失去了再战的能力。 他们失去战斗力, 基本上就宣告了青州保卫战的胜利。 林昭现在虽然还不清楚北边的幽州是个什么光景, 但是幽州并不缺火器, 以裴简的指挥能力。 林昭相信即便他不能做到正面打败张眼的衡阳军, 守住幽州总是不成问题的。 即便裴简那边陷入苦战, 林昭这里基本上已经奠定了胜局, 只要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考虑率兵北上支援幽州, 到时候那个衡阳军便不足为虑了。 赢下这一战, 意义极其重大。 衡阳军与竞赛军是泛阳九军之二, 而且是泛阳九军之中的中上流军队。 也就是说, 这两支军队就是整个泛阳集团三成左右的力量。 现在林昭面对整个泛阳的三成力量, 不只守住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甚至还大败敌军。 就这一点而言, 现在的朔方或者河东都不一定能够做到。 甚至就连当初那十几万长安禁军, 也未必能做到这件事。 而林昭做到了。 这就代表从此之后, 他的青州集团正式步入顶级势力, 比起现在流亡西川的李家朝廷, 只强不弱。 同时这也代表着他可以放心, 把家人统统接到青州来。 从现在开始, 青州就是天底下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比起曾经的长安城都要安全一些。 想到这里, 即便是新姓老城林三郎, 心里也难免有些激动。 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声音低沉, 去把赵歇叫来。 他身边的轻微立刻点头, 一溜小跑去找赵歇去了。 没过多久, 这个帝州防卫站的总指挥, 便大步来到林昭面前, 对着林昭恭敬低头, 林帅。 林昭两只眼睛满是血丝, 他看向城下四下奔逃的靖赛军, 声音沙哑。 这些叛军阵形大乱, 已经接近溃逃的边缘了, 一旦他们溃逃, 赵将军敢带兵出城追击否? 赵歇面露犹豫之色, 他低着头, 苦笑道, 林帅, 帝州守军的战力, 与这些边军差距极大, 聚成而守还好, 一旦出城, 恐怕, 由不得他不犹豫。 先前第一天竞赛军精锐攻城的时候, 就让这位第一次指挥战斗的新人将军心惊胆战了。 当时这些竞赛军精锐发挥出来的军事素质, 完全碾压了帝州守军, 甚至还要超过陪姐一手调教出来的那些青州军老兵不少。 可以这么说, 假如没有火气, 帝州城里的这一万守军, 恐怕在这支恐怖的竞赛军面前撑不过三天。 在这种战力差距之下, 赵歇当然不怎么愿意带兵出去追击敌人。 林昭哑着嗓子, 开口道, 必须出城追敌, 否则咱们这几天的辛苦, 就要白费了。 现在的竞赛军, 的确伤亡惨重, 但是直接被火药击杀的人并不是很多。 算上那几个精锐军的伤亡, 整个竞赛军两万多人, 现在真正伤亡的也就三四千, 算上失去战斗力的, 估计也不会超过七八千。 在这种情况下, 竞赛军后撤一段距离之后, 完全可以重新收拢军队。 那样, 这几天帝州守军阵亡的将士, 林昭这几天在帝州承担的风险, 统统都要付诸流水了。 因此, 不管双方差距多大, 必须要追出去。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了城下叛军之中, 正在拼命指挥军队的武圣, 咬牙道, 你先把帝州所有的骑兵带出去, 每个人带两个火药罐子, 点燃之后扔到战场上。 再告诉他们, 我青州有道军老爷赐下的天雷神咒, 助咱们平定泛阳叛乱。 此时归降青州, 道军老爷尚可不计前嫌, 如果再敢反抗, 早晚死于天雷之下。 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贸然追出去, 一旦敌人整理好阵型, 的确会有很大的风险, 此时只能用火药罐子, 再炸散一番敌人的阵型, 再动用那冥冥之中, 不知道是否存在的道军老爷了。 毕竟这火药, 的确是倒是发明出来的, 而且爆炸的时候, 也的确有雷火, 凌昭的青州城里, 现在还有一个赵天师, 还有京城玉真官的分官之手冠, 这样看来, 凌昭跟道门约约不浅, 既然这么有缘分, 动用一番道军老爷的名头, 道军老爷总不会生气才是。 毕竟在这种时代, 随便一个不知道从哪里鼓道出来的教门, 就可以卷起数万甚至十数万规模的农民起义, 宗教迷信在这个时代深入人心, 有火药这种未知的神迹加入的情况下, 这个说法应该会忽悠到不少人, 尤其是像禁塞军里那些基本上没有读过任何数的粗人。 说到这里, 凌昭看了一眼仍有些犹豫的赵仙, 咬牙道, 赵大哥如果不愿意去, 我便亲自领兵去。 听到这句话, 赵仙吓得一个哆嗦, 连忙单膝跪地, 对着凌昭低头道, 末将不敢, 末将这就去, 记得带几个大嗓门的, 跟那些叛军说, 咱们的火器是道军老爷赐下的天雷咒。 说到这里, 凌昭低头思索了一番, 开口道, 你带骑兵出城之后, 如果没有能够完全打乱叛军的阵型, 便立刻撤回帝州来, 追击的事情也就罢了。 这个时候, 只能看凌昭这个宗教干扰能不能成功了? 能成功, 竞赛军直接原地崩解, 青州也可以收一部分为己用。 如果失败了, 那么陷于自身战力, 凌昭也只能咬牙看着这些竞赛军撤走了。 毕竟即便是现在残缺不全的竞赛军, 真硬碰硬起来, 失亏的仍然会是这些帝州守军。 听到这句话, 赵歇这才松了口气, 低头道, 末将明白了。 说完这句话, 他在凌昭面前低下头, 色声道, 相公, 末将先前不愿意领兵出城, 非是贪生未死, 只是, 不用多说, 我明白, 你是怎么想的。 凌昭摆了摆手, 开口道, 现在就带骑兵出城吧, 再晚一些, 这些叛军的阵型可能就收拢起来了。 末将遵命! 赵歇直接从地上爬了起来, 转身大声呼吓一番, 让人搬开了堵住城门的大清石, 然后亲自带着帝州仅有的不到一千骑兵, 每个骑兵带一个或者两个火药罐子, 放在马背上, 呼啸出城。 其中一些嗓门大的, 已经开始嚷嚷着道君老爷, 天雷咒之类的话了。 而此时, 身为帝州刺使的郑牙, 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林昭身后, 这位郑大公子扭头看了林昭一眼, 语气感慨, 真没想到, 咱们居然打赢了泛阳边军。 机缘巧合之下, 给我们把握住了机会而已。 林三郎看向前方, 有些疲惫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真正夜战, 咱们全然不是这些边军的对手。 希望哪一天, 我青州军也能拥有泛阳边军这种战力, 在热武器没有发展到自动化之前, 冷兵器仍然会是这个时代不可替代的力量。 尤其是在这种火药以及火气刚刚起步的时候, 冷兵器仍然会是战争的主色调。 因此, 青州想要真正强大起来, 就不能全部依靠火气, 必须提升自己的野战能力。 这一次, 青州面对这四万多个叛军, 之所以打得这么艰苦, 就是因为严重缺乏野战能力。 假如林昭手里, 能有一个边军八成左右战力的军队, 不要人数人多, 只要一万多人, 再加上青州并不缺武器装备, 在武圣第一天在帝州城外扎营的时候, 他就可以带人出去席营, 一夜之间把竞赛军冲烂。 因此, 在这一次青州保卫战结束之后, 林昭除了继续发展火气之外, 还要把重心放在提升军队自身战力上。 帝州的骑兵并不多, 或者说整个青州集团的骑兵都不多, 倒不是太缺战马, 而是缺少能够训练出骑兵的人, 以及训练骑兵的时间, 现在林昭麾下, 真正算得上骑兵的, 估计也就是幽州陪检麾下的那两三千人, 全部是陪检自己带出来的。 而帝州城里, 只有五百多个会骑马的, 根本算不上骑兵, 毕竟骑兵除了会骑马之外, 还要能够在马匹上熟练战斗。 好在这一次,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 只需要再马上往下丢套罐就行了, 并不需要做什么马上骑射的高难度动作。 因此很快, 在帝州北城城门后的大石块被搬开之后, 就有赵歇领着五百多个骑兵冲出了城去, 朝着慌乱撤退的竞赛军冲去。 此时的竞赛军,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组织其有效的阵型, 更不可能有规模地对这些骑兵进行反击。 再加上他们阵型散乱, 撤退的速度也不够快, 很快被这些骑兵追上。 然后, 就有一个个逃罐, 被丢进了人堆里。 这些逃罐, 在竞赛军之中引起更大的骚乱, 一时间人仰马翻, 整个战场乱成一团, 任凭竞赛军的将领们如何大声呼喊, 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把军队重新组织起来。 道军老爷降下神雷, 专杀叛乱之人。 此时, 这些帝州骑兵里有人高声大喊, 声音极大, 放下武器, 道军老爷还可以饶术等性命, 否则天雷降下, 而等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只可惜, 今日天上的乌云已经散去大半, 如果这个时候天上再闪过几道雷霆, 这些竞赛军叛军多半就会直接跪地投降了。 不过即便如此, 这些被火药桶吓到的叛军, 还是有很多人被这番话影响到。 赵歇带人来回奔跑了两圈, 呼喝了好几声之后, 就有大概两三千人放下武器投降, 失去了战力。 此时, 赵歇身边的一个护卫对着帝州城墙上挥动大旗, 城墙上的帝州副将立刻明白了主将的意思, 立刻飞奔下了城楼, 带着城中仅剩的五千帝州军出城, 追击城外的竞赛叛军。 先前如果贸然追出去, 可能会引起叛军的反攻, 但是这个时候, 叛军已经失去了战役, 即便还剩下一万多叛军, 但是也在溃逃之中。 赵歇很快接掌了这些出城的帝州军, 他大声呼喝, 给自己手下的这些帝州军分派了任务。 兄弟们, 敌人已经溃败, 这个时候追出去, 到手的便统统都是战功。 赵歇怒吼道, 升官发财就在眼前了, 一个叛军人头, 赏二十罐钱。 他高声怒吼, 给我杀过去。 二十罐钱在太平年代, 甚至可以买凶杀人了, 真的大一笔钱, 由不得这些帝州军不心动。 听到了赵歇这句话之后, 这些人便嗷嗷叫冲了出去, 开始追杀四下溃逃的叛军。 而赵歇看着这些追击的帝州军, 心里微微叹了口气。 经过这几天的交兵, 他很清楚这些竞赛军的战斗力, 这样追杀出去, 的确可以扩充战果, 但是同时也会给己方带来不可避免的伤亡。 这就是他先前之所以犹豫的原因。 不过没有办法, 青州大老板林昭一心想要这一战彻底打残敬赛军, 那帝州军就只能这么做。 想到这里, 赵歇挥洞手里的马鞭, 抽了一下自己胯下的座骑, 也带着数百人朝一个方向追杀了过去。 城楼上仍旧着甲的林大总管, 看着城下四处追敌的敬赛军, 神色有些复杂, 镇牙仍旧站在他身后, 没有说话。 两久之后, 林昭才缓缓说道, 立刻联系裴将军, 我需要知道幽州的战况。 镇牙低头道, 三郎放心, 这些日子, 我每日都会派人联系裴叔, 现在竞赛军已破, 幽州那边的情况很快就会报过来。 林昭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统计, 统计我军伤亡人数, 镇王的将士每人补贴三十罐钱, 务必送到家人手上, 这笔钱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 继续说道, 这笔钱先由帝州刺师府带给, 刺师府的钱不够, 大兄就先补上, 事后把账目送到青州, 由我总管府来给。 镇牙微微低头, 继续说道, 这个没问题, 刺师府的钱应当足够, 等镇王名单统计出来, 三日之内, 抚恤就会送到各家手里。 帝州刺师府在镇牙的经营之下, 还是很有钱的, 毕竟大通商号有不小的一部分, 都被他搬到了帝州来。 接下来就是战后重建的事情了。 看着城下到处都是焦土血迹的战场, 深呼吸了一口气, 等赵将军回城之后, 立刻带人清理战场, 掩埋尸体, 莫要在青州弄出瘟疫。 这些战后的事情, 都由大兄弟来负责。 这里是帝州, 镇牙是帝州刺师, 本来这次守城都是他的事情, 现在账基本上打完了, 这些善后的工作, 自然都是他的事情。 郑大公子苦笑道, 打仗之前, 帝州上下的官吏失去七八, 大部分都逃了, 现在我这个帝州刺师, 算是个光感司令, 真正要办事, 还是要用青州军, 这帝州城里的兵马, 除却赵将军在用的人之外, 其他人大兄都可以调派。 至于官吏, 林三郎眯了眯眼睛, 闷哼了一声, 这天下最不缺的, 就是想当官的。 战前逃命不知所踪的帝州官员, 如有再回来的, 一律不予录用。 郑雅点了点头, 他站在林昭身后, 呵呵一笑, 此战应该很快就会举世闻名, 惊动天下, 不知道李州朝廷会给三郎一个什么加封, 现在他们封或者不封, 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了。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目光看向了长安城, 时逢乱世, 声明已无用处, 只看谁权都够大了, 接下来就是看谁, 能把康东平赶出长安。 眼见大局已定, 林昭交代了政衙一些任务之后, 便回到帝州的刺师府歇息去了。 这几天时间, 虽然他没有亲自指挥战争, 但是基本上也是参与了守城的整个过程, 三四天时间, 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好好睡觉, 此时大局已定, 他也不用再耗费精神, 回到了刺师府之后, 简单洗漱了一番, 便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因为心中的大石头落了下来, 再加上很是疲累, 这一觉, 林大老板睡得很是香甜, 从这一天的傍晚, 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下午, 才缓缓睁开眼睛, 从睡梦之中醒过来。 醒来之后, 确定已经到下午之后, 他微微皱眉,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之后, 起身披上衣裳, 迈步走了出去。 见林昭醒来, 立刻有两个丫鬟上来, 服侍他洗漱穿衣, 林昭也没有推剧, 任由这两个小姑娘帮着自己洗脸穿衣。 这是郑牙的丫鬟。 虽然邢阳正氏, 或者是郑温这一只郑家人已经没落, 但是毕竟是士族出身, 到了郑牙这里, 生活还是很讲究的, 他不管到哪里, 都会带上不少侍女丫鬟, 照顾自己起居。 林昭住进次师府之后, 郑牙自然也给安排了人照顾。 洗漱完毕穿好衣服之后, 林昭走出自己的小院子, 然后朝着次师府的书房走去, 他还没有走到书房, 顶着两个黑眼圈的郑牙, 便收到了消息。 他迈步来到了林昭面前,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三郎醒了。 林昭睡了一个饱觉, 这会儿神弯弃足, 他上下打量了一遍郑牙, 笑着说道, 看大兄这个模样, 似乎到现在都还没有合眼, 那也不至于。 郑牙摇了摇头, 苦笑道, 只是事情太多, 昨夜勉强睡了两个时辰, 便被人从床上拉了起来做事。 帝州的守城战结束了, 但是正因为这场战争, 城里城外不知道多少事情, 需要他这个帝州刺史去处理, 最起码三天之内, 他别想睡个好觉。 林昭笑眯眯地说道, 南肯的骨头, 青州军都替大兄肯下来了, 这帝州的事情, 就该大兄你去操忙。 说到这里, 林大老板咳嗽了一声, 问道, 昨天赵将军出城追敌, 有结果了位? 还有就是幽州那边, 收到准确消息了吗? 他在床上睡了差不多一天一夜, 这会儿起床之后, 自然要问这几个他最关心的问题。 赵将军还没有回城, 不过他传了消息回来, 正牙让开身子, 让林昭走在自己前面, 然后有些疲惫地说道, 这一次追击战, 赵将军收获不小, 一天一夜的时间, 他们先后俘虏了四千多人, 沿途歼灭的小谷竞赛军, 也有一两千人左右, 只是, 说到这里, 正牙苦笑道, 只是咱们帝州的军队, 追击的过程中很是吃力, 这一日一夜的时间里, 追出去的五千人, 也有近两千人的伤亡。 按照赵将军传回来的消息, 逃出去的竞赛军, 估计有五千人左右, 但是这些竞赛军, 还没有聚拢在一起, 四下逃窜, 不太好追击, 因此估计今天下午, 说的虽然有些委婉, 但是已经说明的, 帝州军的战力十分低下, 毕竟这些帝州守军, 都是刚刚参军几个月的新兵, 面对竞赛军这种边军, 肯定力不从心。 大概五千帝州军, 出去追击已经溃逃的竞赛军, 但是除去那些被俘虏的竞赛军之外, 帝州军歼灭敌人, 和自己伤亡的数目, 竟然达到了一比一左右。 要知道, 如果是两个实力相当的军队, 其中一方产生的溃逃, 那么追击的一方几乎就是一面倒的屠杀, 自身基本上不会有太大伤亡。 灵昭沉默许久, 长长地叹了口气, 都是一些新兵, 难为他们了, 希望这一战之后, 他们能够成熟起来。 他看向郑牙, 继续问道, 竞赛军的那个将军无慎, 捉住了没有? 郑牙摇了摇头, 开口道, 没有收到赵将军的消息, 估计是没有捉到他。 灵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无伤大雅, 竞赛军也已经被打残了, 即便此人逃了, 给他聚拢军队, 也对咱们青州造成不了威胁。 说到这里, 灵昭眯了眯眼睛, 冷冷地说道, 帝州战况如此, 他要是赶回长安见康东平, 绝对会死得凄惨无比。 虽然没能杀了他, 但是天下已经没有他容身之处, 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竞赛军人数, 一共是两万三四千人的模样。 这几天的战斗下来, 他们在帝州城下的阵亡就有三四千人, 再加上伤者, 估计数量在七八千人。 昨日火药筒砸下去的时候, 当场就有两千多人投降, 再加上召些他们一日一夜追击的战果, 也就是说, 竞赛军的大部分战力都被留在了帝州。 这是一场已经堪称完美的战争, 逃出去的竞赛军加在一起, 最多也就七八千人, 这七八千人之中肯定会有逃兵, 即便逃走的武圣能够重新聚荣军队, 最多也就能够聚荣起四五千人, 而这四五千人也不是竞赛军的精锐, 这个数量的军队不太可能对青州造成威胁, 况且帝州之战, 整个竞赛军被打残, 还没有捞到半点战果, 武圣要是还敢带兵回长安, 一定会被康东平生吞活泼了, 此时这个作恶多端的武圣已经走投无路, 郑牙点了点头, 开口道, 只可惜没有能够捉到他, 不能亲手诛杀此恶贼。 说到这里, 郑牙看向林昭, 继续说道, 北边幽州的战况, 也已经有不少消息传来, 裴叔并没有固守幽州的州城际县, 而是在龙山与雍卢二城, 与叛军的衡阳军激战, 虽然这会儿还没有具体的战果传来, 但是以裴叔的本事, 再加上幽州军的精锐程度, 应该不至于吃亏才是。 裴俭这个人, 早年是萧其卫的统领, 练兵带兵很是有一手, 他身边本身就有青州军之中的精锐, 再加上他在幽州征目的新兵, 也有两万多人, 人数并不比衡阳军少。 更重要的是, 幽州军也有火器。 种种条件加在一起, 幽州的仗比帝州这边好打不少, 况且裴俭远比赵歇有指挥经验, 他在幽州吃亏的可能性不大。 尽快弄清楚幽州的具体情况, 不能大意。 林大老板缓缓说道, 如果裴叔在幽州吃了亏, 咱们要做好带兵北上支援幽州的准备。 郑雅点了点头, 开口道, 快马赶去幽州了, 这一两天时间就会有详细的战报传来。 两兄弟说话的功夫, 已经到了次师傅的书房里, 进书房坐下来之后, 林昭低头喝了口茶, 缓缓说道, 再有就是, 可以给舅父去一封信, 让他把我的家人接到青州来了。 听到这句话, 郑雅脸上露出笑容, 开口道, 是这个礼, 三郎与姑母还有弟妹他们分别了两年多, 也是时候让他们过来了。 说到这里, 郑雅看向林昭, 感慨道, 当初三郎离开长安的时候, 只是一个不起眼的中州刺史, 如今在见到家人的时候, 却已经是一方诸侯了。 等姑母他们到了青州, 也不知会惊讶到何种地步。 林昭是永德三年年初离开的长安, 现在已经是永德五年的年终, 仔细算起来, 其实也就两年时间。 如果是太平时期, 两年多的时间, 估计林昭这个青州刺史, 才刚刚开始起步。 但是因为范阳君造反, 紧接着洛阳长安先后破城, 天下局势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 此时林昭这位曾经的青州刺史, 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撇开火气不提, 现在青州总管府麾下的兵力, 也接近五万人。 如果算上竞赛军的这些俘虏, 恐怕已经五万有余。 而这些, 还只是青州势力的雏形。 经过帝州这一战, 除非康东平愿意主动退出长安, 全军来袭青州, 否则最起码两年之内, 不会有人再敢来进犯。 林昭手下的这个青州势力, 可以安安心心地发育两年左右的时间。 这会儿, 青州上下已经完全步入正轨, 前两人手都有, 两年时间, 青州的势力会比现在壮大, 不知道多少。 此时的林大总管, 与两年前刚出长安的那个年轻的林刺史, 已经大不相同了。 帝州守卫战结束之后, 林昭又在帝州待了两天, 见了追击回来的赵歇, 以及抚慰了一番伤亡惨重的帝州军之后, 他就准备动身回青州去了。 临行之前, 郑雅与赵歇两个人, 都一路送行到帝州城外。 此时的林大老板, 骑在自己的马上, 回头看了看赵歇, 开口道, 赵大哥, 帝州的将士们伤亡不少, 这一段时间你就留在帝州, 一来是与我兄长一起处理后续的抚恤, 以及给伤兵治伤的事情, 二来, 要重新把帝州军弄起来。 林三郎缓缓开口, 竞赛军的那些俘虏, 先关他们一段时间, 等磨掉了他们的脾气, 还是赵大哥你去接手, 尽量把这些叛军编入帝州军, 提升帝州军的战斗力。 说到这里, 林昭沉声道, 告诉他们, 造反是一三族的罪名, 他们此时迷途之反, 跟随我青州军拨乱反正, 尚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否则不仅自己人头落地, 家人也难逃株连。 赵歇骑马跟在林昭身后, 低头道, 相公放心, 属下都省得的, 这些俘虏, 也大多愿意加入咱们青州军, 弃暗投明。 赵歇所说的青州军, 是指青州总管府麾下的所有兵马, 这里面包括现在的帝州军, 以及北边的幽州军, 还有就在青州的青州军, 以及省辉之前在苍州征目的苍州军。 只不过现在青州军的军队编制有些散乱, 因此称呼起来有些不太好理解。 林昭坐在马上, 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开口道, 现在咱们的兄弟越来越多, 摊子也越来越大了, 在按先前的称呼, 就有些杂乱。 照我看, 整体依旧可以叫青州军, 但是下属的幽州, 苍州, 帝州以及青州本部的人手, 可以各自起一个新的名号, 这样日后行驶军令的时候不至于出乱子。 行军打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命令清晰, 真正带兵的时候, 但凡命令有一点差错, 放到整个战场上可能就是致命的错误, 因此整理军队番号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林三郎低声道, 青州那边的军队暂时是朔方来的齐胜在带, 帝州这里的军队以后就是赵大哥拟来统领, 至于幽州的军队是裴俭在统领。 除了这三处主力之外, 还有苍州之类的州郡带出来的军队都要有确切的番号。 你们几个人先自己好好想一想如何整理军务, 等这一次幽州的战事也结束之后, 一起去青州商议商议, 给我一个具体的章程。 不然, 军队编制杂乱, 将来是要出大问题的。 赵歇立刻点头, 开口道, 属下一定尽快给出一个章程。 按照现在林昭收到的消息, 北边的裴俭应付起衡阳军还算轻松, 虽然没有能够取得帝州这样大的战果, 但是总体还是占了一些上风的, 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叛军赶出青州势力范围之外。 因此, 林昭就没有打算去增援幽州, 让裴俭自己练兵去了。 林大老板坐在马上, 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他看向赵歇, 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还有就是, 我需要与七叔沟通进来发生的事情, 但是青州这边没有什么合适的人手。 当初从南洋带出来的赵家寨兄弟们, 现在大多脱不开身, 我的意思是让赵诚回到南洋去, 带几个人一起去西川跟七叔见一面, 向七叔说明青州这边发生的事情。 当初赵家寨跟着林昭出来的那二三十个人, 如今基本上已经全部成为了青州军之中的将官, 多则统领一两千人, 少的也带了一两百人, 不容易脱身。 而赵诚则是一直跟着林昭身边的亲卫, 对于青州这边的事情也知道的多一点。 赵家寨与林昭之间的缘分就是自临检而始, 这个时候让赵家寨的人敢去西川送信, 是最合适的。 赵家立刻点头, 开口道, 这个没有问题, 我这就给父亲写信, 让赵诚带回南洋去, 寨子里的青壮都可以跟着他一起去西川建元打工。 林昭这才放心, 点了点头, 起码跟在林昭右侧的正牙, 一直静静地听两个人说话, 等两个人话说得差不多了之后, 他才对着林昭笑道, 要我说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给李皇帝把青州的战报递上去, 给朝廷上书请功, 到时候林昭自然就知道咱们青州的事情了。 林昭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咱们请功, 反倒有些落了下城, 这种功劳, 我们自己说出来动静不大, 要别人亲眼看到之后, 替我们去说, 才会显得惊天动地。 说到这里, 在马上的林大总管, 看向了长安的方向, 淡淡地说道, 此去长安两千里, 快马应该五六天就可以到, 不知道康东平收到了青州的战报之后, 还能不能睡得着觉? 他多半会后悔, 挑错了三郎你这个软柿子。 郑大公子畅快大笑, 他要是早知道今日之事, 多半会给三郎你封个月王, 而不是什么北海郡王。 现在倒好, 咱们大盛的消息传到长安之后, 这个高座汉庭的活儿便要进退两难了。 林昭听到这里, 脸上也露出了一个笑容, 康东平的大外甥还在我的手里, 本以为这张牌要过些年才能用得上, 现在看来, 用不了多久可能就会派上用场了。 三个人一边骑马一边谈话, 很快就离开了帝州十里开外。 林昭回头看了一眼帝州城, 开口道, 好了,帝州城里还有很多事情要二位处理, 不用远送, 这便回去罢。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看向正牙。 听说天子把他的长子李延派去了北江靠军, 现在也不知是个什么动静, 兄长有空关注关注北边, 有消息了便送到青州去。 正牙点了点头, 含笑道, 废物老子多半不会有什么厉害的儿子。 不过三郎开口了, 我让那边的人多注意注意就是, 帝州距离青州不远, 再加上林昭是起码没有坐马车, 也没有带兵, 因此赶路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他早上从帝州出发, 到晚间便已经回到了青州城。 此时青州城早已经关闭了城门, 不过大老板回来了, 城门自然很快打开, 进了青州之后, 已经是夜间时分, 守门的将士就要去知会, 作为总管府长使, 兼青州刺史的沈辉, 不过被林昭拦了下来。 这么晚了, 不用惊动他们,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吧。 他是悄悄回的青州, 也不能硬要求别人过来迎他。 就这样, 林大老板敲摸摸地回到了自己的总管府, 急得吓人给他打了热水洗漱了一番之后, 就已经到了子夜时分, 他赶路一整天, 这会儿也有些疲惫, 便镜子来到了自己的卧房里, 脱去外衣, 倒头就睡。 躺到床上之后, 林昭才发现有些不对劲, 他伸手往床里头摸了摸, 赫然摸索到一个女子的身体, 林三郎连忙站了起来, 借着房间里的微光向床里头看去, 只见一个只穿着礼仪的女子, 正睡在床里面, 这会儿正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自己, 看清楚这女子的容貌之后, 林昭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十六娘啊, 我还以为有刺客呢, 这女子正是崔芷晴, 崔姑娘也不知为什么, 到了这个时辰还没有睡着, 她躺在床上, 整个身子都缩在被子里, 直露出一个脑袋看着林昭, 两只眼睛隐隐有些发红, 我这些天一直睡在这里, 先前林昭在青州的时候, 两个人就常常睡在一个屋子里, 她在这里睡觉也并不奇怪, 想到这里, 林三郎重新回到了床上躺了下来, 然后很自然地伸手把崔芷晴揽在怀里, 轻声道,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 我听到外面有动静了, 崔芷晴趴在林昭怀里, 用林昭的衣裳擦了擦自己眼角的泪花, 开口道, 外面有人在说林相公回来了, 所以我就没有睡, 林昭毕竟是总管府的主人, 他半夜回来, 总管府自然要有所反应, 先是给他准备一些饭食, 然后准备热水洗漱, 难免会有一些动静, 林昭点了点头, 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很晚了, 先睡吧, 两个人这会儿虽然抱在一起, 但是心里却没有什么预念, 就像两个亲人一样, 崔芷晴把脑袋埋在林昭怀里, 声音轻柔, 这几天我一直担心你在帝州出事, 前几天才有战报送回来, 说帝州打了个大胜仗, 我才放下心来, 在这里等你回来, 林昭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范阳叛军已经对青州形成不了威胁了, 我这个险没有白吗, 说到这里, 林三郎忽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对了, 我已经让人通知了二舅, 让他把我娘亲还有夫人儿子带到青州来, 算算时间, 估计再有十天半个月, 他们就会到青州, 遛娘你,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开口道, 等我娘到了青州, 刚好可以做主, 不过你家里那边, 林昭微微皱眉, 轻声道, 青州这边战事刚刚停歇, 最起码要休整三四个月到半年时间, 才能往贝州去, 要不然就再等几个月, 到时候, 我跟你一同到贝州去, 见一见崔家的叔叔, 浮在林昭怀里的崔芷晴, 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不知道多久, 黑暗的房间里, 才传出了他的声音, 我爹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他咬了咬牙, 我, 我先见了夫人, 再说吧, 听他这么说, 林昭只能点了点头, 语气颇为温柔, 多依你, 次日清晨, 睡了个好觉的林三郎, 刚睁开眼睛, 就看到身边的女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穿衣离开, 只留下了一抹余香, 他起身穿好衣裳, 走出房间刚洗漱完, 就有随身事后的丫鬟进来通报, 说青州掌食沈辉, 还有现任的青州将军齐盛, 都在外面求见,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作为青州的文官统领, 和武官统领, 林昭这个大老板得胜归还, 他们本应该昨天晚上就在城里迎接, 今天一早过来, 已经有些反应迟钝了, 林昭点了点头, 擦干净脸上的水珠, 开口道, 请他们偏厅等着, 我马上过去, 丫鬟立刻点头, 连忙小跑着, 出去通报去了, 等林昭收拾完自己, 换了一身轻衣之后, 这才迈步来到了总管府的偏厅, 他刚迈步进去, 偏厅里的两个人连忙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低头行礼, 属下见过民工, 末将见过林帅, 林三郎挥了挥手, 摇头道, 二位不必客气, 都坐下说话, 两个人这才纷纷起身, 等林昭在主位落座之后, 他们才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坐下来之后, 沈辉看向林昭, 开口道, 民工昨夜回归青州, 属下竟然沉睡不醒, 没有能出城迎接, 怠慢之处, 还请民工见谅才是, 是我让他们不要吵醒先生的, 林大老板看了看沈辉还有齐盛, 笑着说道, 我又不是什么天皇贵咒, 用不了这么大的排场, 再说了, 把你们吵起来再折腾一番, 想要睡觉, 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沈辉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再一次低头拱手, 这一次他神态恭敬, 神色间全是敬佩, 属下恭贺民工在帝州大胜, 这一次帝州大胜, 民工已若胜强, 距离于青州之外, 同时重创叛军, 致使叛军元气大伤, 实施当今天下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盖世武功, 这位昭明先生, 真心实意地对林昭再一次低头, 深作忆, 属下带天下苍生, 带青州父老, 多谢民工恩德, 沈辉是青州人, 如果这一次林昭选择守青州城, 那么青州肯定会被叛军大肆破坏一通, 但是这一次林昭把战场选在帝州, 让青州分毫未损, 从这方面来说, 沈辉这个青州人的确要感谢林昭, 同为青州人的骑圣, 也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作一行礼, 青州骑圣, 也带青州父老, 多谢林帅了, 林昭微微摇头, 开口道, 不用如此, 我出长安之时便是青州的父母官, 为官一任自然要为青州做些什么, 二位坐下说话, 等两个人重新坐下来之后, 林昭才看向了自己左手边的沈辉, 微笑道, 这一次帝州大胜, 战局之顺利也远超我的预估, 接下来最多一两个月, 叛军应该就会完全撤出我总管府治下诸州郡, 不过诸州之中, 有不少州郡被叛军破坏, 其中以苍州最甚, 林昭看向沈辉, 缓缓说道, 昭明先生是总管府长使, 等叛军退去之后, 应该尽快组织这些地方的官吏, 恢复生活生产, 尤其是那些逃出去的当地百姓, 先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吃穿问题, 最好能让他们回到原籍, 不管什么地方, 什么时代, 人口都是最大的生产力, 叛军这一仗虽然吃亏不小, 但是同时也让苍州以及苍州附近的人口大量流失, 这些都是林昭这个青州总管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沈辉原本就是苍州刺史, 文言立刻点头, 开口道, 民工放心, 等战事烧停, 我就亲自去苍州主持政事, 把那边弄好了之后, 再回青州来向民工复命, 帝州这边的战报, 很快就传到了身在幽州的衡阳军将军张掩耳朵里, 此时这个范阳军中的书带子, 这会儿也暗自叫苦, 他的衡阳军虽然没有竞赛军败的这样干脆, 但是他也没有能够在幽州取得什么战果, 期间张掩与武圣两个人在幽州奋兵的时候, 他就留了的心眼, 觉得青州那种敌人的核心城池, 可能会有不少当初打康东来的时候运用的火雷, 因此张掩跟武圣一番勾心斗角之下, 故意让自己来到了幽州, 哪知道到了幽州之后, 敌人非但也有那种火气, 而且数量不少, 更要命的是, 幽州军这边是裴俭一手带起来的, 训练时间与军事素质都强过青州军与帝州军不少, 即便因为训练时间问题仍然赶不上泛阳边军, 但是执行力却已经差不到哪里去了, 裴俭甚至赶在县城阻击敌人, 把敌人赶在了幽州核心地带之外, 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裴俭担心青州帝州可能会扛不住叛军的压力, 所以他打得有些心急, 不止一次的亲自带兵, 想要骑袭衡军, 尽快解决北线的战斗, 然后带兵支援南边的青州, 因为太过心急, 在这个阶段裴俭吃了一些魁, 大概阵亡了一两千人, 并没有在衡阳军手底下占到太多便宜, 后来裴俭收到了帝州大盛的消息之后, 身上的压力便骤然减轻, 随即用兵也灵活了很多, 以雍奴龙山二线为据点, 在固守据点的同时, 时不时还会带兵出城袭扰衡阳军, 半个月时间交兵下来, 衡阳军阵亡的将士虽然不多, 但是伤兵却着实不守, 加在一起的话, 恐怕已经有四五千人失去了战斗力, 虽然幽州军的伤亡数字与衡阳军相差无几, 但是幽州军背后有整个幽州, 衡阳军在这里只是一个孤军, 他们缺少医疗物资不说, 同时也缺少补给, 导致伤兵死亡率极高, 更重要的是, 即便是龙山和雍奴两个县城, 在幽州军手下也固若金汤, 衡阳军硬着头皮啃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啃下来之后, 这一支衡阳军恐怕也像竞赛军那样, 被直接打残, 用一整支衡阳军去换两个县城, 张言显然是不可能干的, 毕竟幽州军跟帝州军可不一样, 帝州军基本上不存在野战能力, 而幽州军却有一定程度的野战能力, 如果绕过这两个县城, 扑向幽州, 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背放给这两个县城里的幽州军, 自己扎进这个口袋阵里, 衡阳军大营里, 身材瘦削, 脸色有些苍白的张言, 正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在他的面前站着一个大胡子将军, 这个大胡子将军是衡阳军的副将, 他对张言低头抱拳, 声音有些沙哑, 将军, 昨日军中又有一百多人因伤而死, 咱们不能再拖下去了, 这个副将姓李明浩也是胡人出身, 不过入了康东平麾下之后, 就给自己起了个汉姓, 取了一个汉名, 这个李浩也是衡阳军中最为骁勇的猛将, 凡是冲阵, 他肯定一马当先, 此时, 这个身材壮硕的衡阳军副将, 在张言面前低着头, 咬牙道, 将军, 现在我们要么就直接冲杀过去, 跟这些逆贼拼个你死我活, 要不然就干脆一点吸撤, 不能再留在幽州跟这些人耗下去了, 他眼睛有些发红, 再耗下去, 军中阵亡的将士不说, 即便是士气也会大为受损, 再等一个月半个月, 咱们可能想吸撤都没有机会吸撤了, 张言仍旧坐在主位上, 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李浩有些急了, 他上前一步, 开口道, 将军, 竞赛军已经在帝州大败, 整个竞赛军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南边的逆贼北上支援, 到时候我们就会被他们南北夹击, 硬拼张言看了一眼李浩, 缓缓说道, 给你带一万人马, 你有把握拿下龙山庸模二成吗? 李浩苦笑了一声, 摇头道, 陪贼奸诈, 恐怕不能张言低头喝了一口自己面前的茶水, 然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咱们现在已经败了, 这位张将军神色平静, 淡然道, 这个时候, 如果临招舍得死人, 我们这些人都很难活着离开青州,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 那位青州大总管, 是不太舍得死人的, 从竞赛军在帝州战败之后, 他们这两支军队的败局便已经定了下来, 如张言所说, 只要临招舍得死人, 这个时候, 带上一万多个人,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堵住衡阳军后车的退路, 即便青州那边的军队缺乏野战能力, 但是只要他们能留住衡阳军, 北边的幽州军再围上来, 南北合围之下, 就能一鼓作气吃掉衡阳军, 现在距离帝州战败, 已经过去了七八天时间, 南边的青州军与帝州军迟迟没有动作, 这就说明了, 那位林总管并不舍得用自己手下将士的姓名, 去换一个泛阳的衡阳军, 张言这会儿并没有着假, 只穿了一身白衣, 他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 看了帐中的衡阳军将领一眼, 缓缓说道, 本来为将者, 不应该说这种晦气话, 但是在场的兄弟, 都是跟着张某一路从泛阳打到长安, 又从长安回到幽州的, 张某与你们说一句实话, 张言低眉道, 此时私胜, 已经全无可能, 既然不能私胜, 那就只有私败, 如何才能够败得漂亮, 如何才能够让我们这些人, 退回长安之后, 不会因为此事获罪, 这会儿张言的大仗中, 包括李浩在内, 就只有五六个人, 这些都是衡阳军绝对的高级将领, 也是跟了张言许多年的兄弟, 面对这些人, 张言不得不跟他们实话实说, 现在, 我们还有两条路可走, 张将军微微低眉, 开口道, 第一条路, 放下武器, 向青州总管府投降, 诸位大多都是泛阳人, 现在泛阳统统都在青州总管府治下, 跟他们投降, 也算是回归故里了, 说到这里, 这个深色阴沉的将军, 抬头看了看在场的众人一眼, 冷冷地说道, 不过诸位可以投降, 张某的家人都还在长安城里, 张某是投降不了的, 大仗里鸦雀无声, 都在等他说第二条路, 张言微微吐出一口气, 开口道, 第二条路就是西撤返回长安, 既然还想回到长安去, 我们就不能败得太难看, 要多带一些幽州叛贼的人头, 回长安以攻抵罪, 说完这句话, 张言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闭目不再说话, 几个衡阳军高层对视了一眼, 都已经明白了张言的意思, 他们想要立功, 就要多杀一点幽州军, 这样即便退回长安去, 也可以把兵败的罪过, 全部推到竞赛军头上, 他们衡阳军总是没有吃亏的, 问题是, 现在的幽州军很不好杀, 因此, 只能用一些好杀的人头, 来冒充幽州军了, 帝州的战事打完之后, 虽然北边幽州的战事还在继续, 但是南边的青州, 帝州, 以及兹州齐州等州, 已经基本上, 进入了战后重建的阶段, 不过受到影响最严重的苍州, 现在还有大量的泛阳残军, 暂时没有办法收拾局面, 为了能重建苍州, 身为青州总管府长使的沈辉, 把青州这边的差事, 交接给了自己的副手之后, 亲自带人赶往苍州去了, 不过这会儿, 苍州还很危险, 沈辉一介书生, 自然不可能一个人去, 在青州统兵的齐胜, 带了五千青州兵, 陪同沈辉一起北上苍州, 一来是为了收拾苍州的残局, 二来也是要练一练兵, 这一次守卫战之中, 帝州与幽州的新兵, 都经历了很大的磨练, 军队成长的速度肉眼可见, 但是固守青州的青州兵, 却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锻炼, 齐胜这个青州将军, 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北上练兵, 沈辉离开青州之后, 青州这边的大小事情, 就又要林昭亲自处理, 好在他就是文官出身, 不管是在中书, 还是地方上的工作经验都很够, 处理起这些政务, 也算是回归老本行, 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麻烦, 沈辉其胜两个人离开青州十余天之后, 这一日, 林大老板早早地从睡梦之中醒来, 抬头看了看外面的天色之后, 他伸了个懒腰, 开始在床上摸索自己的衣裳, 崔芷晴就睡在他的边上, 这位崔姑娘睡觉很浅, 被林昭吵醒之后, 也跟着坐了起来, 他迷迷糊糊地搂住了林昭, 含糊不清地问道, 天还没亮, 这么早起来做什么? 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 崔芷晴知道, 林昭多少有些睡懒觉的习惯, 平日里如果没有什么大事, 他都会睡到天色大明才会起来, 很少会这么早起床, 林昭这会儿在, 已经差不多穿好了里面的衣裳, 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打着哈欠说道, 前两天收到了二舅的信, 他说, 母亲还有檀然母子, 差不多今天就会到青州, 我两年多没有见他们了, 得出成盈一盈, 说着, 他回头看向崔芷晴, 微笑道, 六娘跟我一起去吗? 崔芷晴低下了头, 神色有些不太好意思, 我却不太合适, 林昭想了想, 便伸手拍了拍他的后背, 轻声道, 也是, 那六娘就在家里等着, 等母亲他们安顿下来了之后, 我再给六娘引荐, 崔芷晴这会儿, 还是无名无愤地跟着林昭, 哪怕有一个妾室的身份, 这会儿也应该去迎接林二娘, 但是毕竟还没有身份, 这会儿去的确不合适, 崔芷晴低头, 摆弄着自己的衣角, 两久之后, 他才咬了咬牙, 昭郎,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母亲来了, 我不去不合适, 他早已经打定了主意跟着林昭, 将来迟早是要入林家门的, 那么就不可避免地, 会跟林昭的父母打交道, 如今林昭的母亲, 就要到青州来了, 他如果不去, 以后入了门, 可能会让林二娘, 还有谢戴然不高兴, 当然了, 这都是因为他, 没有接触过林二娘, 所以才会在心里瞎想, 实际上, 以林二娘那种温婉的性子, 不会计较这些细节, 见他要跟去, 林昭也没有拒绝, 两个人一起穿好衣裳, 然后坐上了总管府的马车, 迎着陈鹿潮, 缓缓驶向城外, 按照正通的书信, 他们一行人是从姑苏来, 姑苏是在青州的南边, 所以, 林昭一大早便到了青州的南城门等候, 大老板出门, 青州上下自然一阵忙活, 林昭的马车附近, 足足有几十个青卫跟着, 贴身保护他的安全, 这倒不是因为林昭排场大, 实在是因为现在, 这个世道不太平, 不说别的, 长安城里的那个康大将军, 肯定已经收到了帝州大败的消息, 他现在估计, 做梦都想把林昭给一刀囊死, 除了康东平之外, 林昭在青州开辟势力的时候, 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不少本地人, 这些本地人里, 多半也有不少人想要他死, 但是这个时候, 林大老板是绝对死不得的, 因此出门的时候, 不得不带着一大票保镖, 到了南城门之后, 时间还是上午, 林昭的马车继续向南, 然后在城外的石里亭停了下来, 静静地等待着家人的到来, 这会儿, 坐在马车里的林三郎, 心情也颇为激动, 他在青州这段时间, 虽然每一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 但是午夜梦回的时候, 还是不可避免地, 会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们, 算算时间, 他跟自己的家人, 已经足足两年半没有见面, 这会儿就快要见到了, 心情自然激动, 郑通在信上说是, 今天会到青州, 但是不太可能上午到, 可即便知道这一点, 林昭还是起了个大早, 赶到城外等候, 他坐在马车里, 手心都有些出汗了, 崔芷晴就坐在林昭的边上, 这位清和崔氏的嫡女, 这会儿, 心里也有些紧张, 不住伸手摆弄着林昭的衣角, 终于, 到了快中午的时候, 远处终于出现了一个车队, 此时因为范阳军造反, 李州朝廷逃亡西川的原因, 即便是暂时还没有怎么受到战争波及的南方, 也不太平, 想要出远门, 必须要跟着一个车队, 而眼前这个颇为庞大的车队, 很显然就是大通商号的商队了, 这会儿, 林昭已经在这里等了接近两个时辰, 因为起得太早, 有些昏昏欲睡, 还是一旁的崔芷晴拉了拉他的袖子, 对着他低声道, 昭郎, 你看前面那个商队, 林昭这才清醒过来, 他朝着前方远远看去, 只见一个挂着城字牌的商队, 正在朝着青州缓缓开进, 林大老板顿时精神振奋, 郑通虽然姓郑, 但是前些年为了跟邢阳正式撇清关系, 他明面上一直是叫做承通的, 正因为如此, 大通商号这么些年, 在外人看来, 也这一直是姓承的, 多半是了, 他深呼了一口气, 立刻跳下马车, 跳下马车之后, 回头看了崔芷晴一眼, 后者脸色微红, 跟着他一起下了马车, 林昭大步朝着商队走去, 等走得近了, 终于看到了商队最前方那辆马车上, 坐着的人正是他的二舅正通, 此时此刻, 即便是已经身为一方诸侯的林大总管, 也不禁双眼有些湿润, 他大步迎了上去, 在靠近马队, 还有七八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后宫敬跪在地上, 对着正通行礼, 外甥拜见旧父, 如果是平时, 林昭是不用行这种大礼的, 但是因为许久未见, 再加上母亲林二娘多半也在场, 该有了礼数是不能少的, 崔芷晴也跟着林昭跪了下来, 对正通行礼, 正大官人连忙跳下马车, 伸手把林昭二人扶了起来, 笑着摇头, 莫要拜我, 莫要拜我, 你娘就在后面那辆马车里, 去拜一拜他爸, 林昭点了点头, 正准备起身, 去后面一辆马车见母亲, 忽然青州方向一匹快马奔来, 快马在林昭面前停了下来, 然后一个传令兵很利落地从马上翻了下来, 静直跪在林昭面前, 双手捧着一份文书, 宫敬递了上来, 林帅, 苍州的紧急文书, 林昭皱了皱眉头, 他先是看了看后面那辆还有十来米远的马车, 还是先伸手接过这份文书, 简单看了一眼之后, 原本心情极好的林大总管, 神色瞬间阴沉起来, 他紧握拳头, 把这张纸捏成了一团, 狠狠丢在一边, 脸色铁青, 这帮处上, 郑通与林昭也很熟悉了, 他素来知道, 林昭性子沉稳, 喜怒一般不会太表现在脸上, 见到他这样失态, 这位大通商号的大东家也有些奇怪, 他弯腰低头, 把林昭扔在地上的文书捡了起来, 有些诧异地说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让三郎如此恼目, 林昭脸色难看, 许久之后才狠狠咬牙, 这些人简直禽兽不如, 这个时候, 郑通已经把这份文书捡了起来, 打开褶皱的文书, 上下看了一遍之后, 郑通脸色也变得有些不太好看了, 他低头微微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这些泛阳军确实罪恶滔天, 早晚会遭报应, 这份从苍州送来的文书, 内容很简单, 大致是说, 北边的叛军在九宫幽州不下之后, 便撤回了苍州, 紧接着, 这些叛军便在苍州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根据沈辉在苍州的所见所闻, 最起码有数千户人家被这些叛军无故屠杀, 这些死者大多被割去耳朵, 既然割去了耳朵, 那么这些叛军的意图就很明显了, 南下宫帝州青州的竞赛军已经溃散, 北边的衡阳军九宫幽州不下, 也没有战果, 这些衡阳军为了能够安然返回长安, 给长安的康东平一个交代, 便屠杀百姓, 以百姓的人头充当幽州军的人头, 杀粮冒功? 林昭生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平复了心中激荡的心情, 他把目光看向了苍州方向, 声音中满身怒意, 这些贼人早晚要他们偿命, 当初说到叛军即将来攻打青州的时候, 林昭与裴检两个人便主动放开了苍州, 让他们从苍州进来, 当时为了保护苍州百姓的安全, 总管府还派人迁移苍州的百姓, 只不过因为时间仓促, 再加上有些人太过固执, 苍州百姓只来得及搬走了一半人多一点, 叛军便打过来了, 苍州本身就只有两三万户人, 搬迁之后最多只剩下一万多户, 也就是说这些留下来的人几乎被衡阳军屠杀了近半, 苍州也在林昭的治下, 甚至沈辉还在苍州做了大半年的刺史, 如今苍州百姓惨遭屠杀, 林昭这个青州总管, 心里当然会不舒服, 一旁的郑通见他脸色难看,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叹了口气, 三郎, 这些事情容后在处理, 你还是去见一见你娘吧, 这两年多他可对你想念得紧, 林昭自小在东湖镇与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 后来到了长安之后, 也很快把母亲接到了长安去, 母子二人这么多年就没有怎么分开过, 这一次足足两年半没有相见, 已经是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了, 林昭点了点头, 回头拉着崔芷晴往车队后面走了一劫, 很快到了后一辆马车面前, 然后林三郎毕恭毕敬的双膝跪地, 眼睛有些发红, 不笑儿林昭, 拜见母亲, 崔芷晴站在林昭身后, 也跟着跪了下来, 但是他支支吾吾,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郑通并没有派人来支回后面的马车, 林二娘也不知道, 林昭会在这个时候来, 听到了自己儿子的声音之后, 这个相比两年前略显憔悴的妇人, 慌忙掀开车帘, 看到了跪在路旁的林昭之后, 林二娘也是两眼一红, 回头拉着身边同样双眼微红的谢旦然, 声音有些激动, 坦然, 招来接我们来了, 谢旦然抹了抹眼泪, 伸手搀扶住林二娘, 是, 三郎接我们来了, 我扶娘亲下车, 林二娘摇了摇头, 一边下车, 一边说道, 你把亲儿带下去, 给招看看, 他, 他也两年多没见自己儿子了, 谢旦然连忙点头, 婆媳二人带着一个两岁多的质子, 下了马车, 郑通站在一旁, 对着林二娘笑道, 五娘心心念念想了这么久, 终于与三郎再见了, 林二娘顾不上李慧兄长, 快步走到林昭面前, 伸手把自己儿子扶了起来, 一边伸手帮林昭挡去膝盖上的灰尘, 一边轻声道, 地上这么脏, 干什么要跪在这里, 说着, 林二娘又把目光看向了林昭身后跪着的崔芷晴, 他并不觉得意外, 只是迈不上前, 把后者也扶了起来, 好姑娘, 快起身吧, 咱们家没有那么多规矩, 这个时代的男人, 尤其是取中了公民的士大夫阶层, 以及官僚阶层, 三妻四妾才是常态, 不纳妾, 反而是怪事, 像林昭这样离家好几年, 在外面找个姑娘陪着自己, 再正常不过了, 即便是谢旦然这个嘱咐, 也不会多说什么, 林昭与母亲说了几句话之后, 又转头看向了一旁, 已经两眼通红的谢旦然, 他叹了口气, 上前拉住了谢旦然的手, 把他搂在怀里, 轻声道, 委屈夫人了, 两个人都是越州人, 勉强可以算是青梅竹马, 在长安成婚之后, 只在一起住了两年多时间, 林昭便离开长安到青州夫人去了, 算算时间, 他们结婚之后在一起的时间, 还没有分开的时间多, 我不委屈, 谢旦然摇了摇头, 伸手还住了林昭, 垂类道, 夫君在外面拼搏, 才是辛苦, 我听二舅说, 夫君这两年在青州, 好几次危急性命, 正通所说的好几次危急性命, 应该就是说, 范阳君来袭扰的两次, 林昭伸手拍了拍他的后背, 轻声道, 莫要听二舅胡说, 我在青州当官, 哪里有什么危险, 与谢旦然说了几句话之后, 林昭放开了怀抱, 缓缓蹲了下来, 看向眼前站着的一个小娃娃, 一股奇妙的感觉在他心头流转, 他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开口道, 小家伙, 认得我吗? 谢旦然也跟着蹲了下来, 拉着自己儿子的手, 轻声道, 亲啊, 这是你爹店, 快叫爹店, 小家伙已经两周半了, 虚岁已经三四岁, 早已经学会说话, 但是这两年时间, 林昭都不在他身边, 对于林昭这个父亲, 他还显得有些陌生, 不管谢旦然如何教导, 小家伙都低着头, 不肯开口, 谢旦然看着自己的儿子, 无奈地说道, 来的路上教过他许多次了, 不知怎么, 不妨事, 林三郎一把把这个小家伙抱了起来, 然后对着谢旦然微笑道, 今后咱们一家人便不分开了, 熟悉一段时间, 自然就会叫了, 走, 我带你们去看看, 咱们在青州的家, 谢旦然点头, 然后看向了那边, 有些手足无措, 正在跟林二娘说话的崔芷晴, 轻声问道, 三郎, 那位就是崔家妹妹吧, 林昭神色一僵, 咳嗽了一声, 夫人知道, 听说了一些, 谢旦然看了看, 虽然有些慌张, 但是仍旧不失大家风范的崔芷晴, 微微叹了口气, 她, 是崔向的孙女吧, 很显然, 正通在来青州的路上, 跟林二娘, 还有谢旦然两个人, 多少说了一些青州的事情, 不过这样也好, 提前给他们一点心理准备, 林昭这里, 也不至于太过尴尬, 一行人见面说了一会儿话之后, 开始动身前往青州, 在回去的路上, 崔芷晴被林二娘, 还有谢旦然婆媳两个人, 拉近了后面那辆马车说话, 而林大老板, 则是带着自己的儿子, 与舅舅正通坐在前面那辆马车里, 小林青这会儿, 虽然还不到三周岁, 不过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显得很是灵性, 她跟母亲还有祖母分开之后, 也不哭闹, 只是坐在舅公正通的怀里, 时不时用好奇的目光打亮着林昭, 林三郎坐在正通对面, 看着自己好几年不曾见面的儿子, 心中的阴郁被冲散不少, 他脸上露出笑容, 开口道, 这小家伙生得倒是很像他母亲, 将来长大成人了, 多半也是个俊小伙, 正通把林青抱在怀里, 笑着说道, 爹娘都生得好看, 他自然也不会太差, 这娃娃聪明, 见了我之后没几天, 便一口一个舅公喊着, 很是讨喜, 说着, 正通看了看自己怀里的小家伙, 眼睛里满是笑意, 将来等你长大了, 就公把大通商号送给你, 林青很显然还不明白大通商号是个什么东西, 他眨了眨眼睛, 没有说话, 坐在两个人对面的林昭倒是微微摇头, 开口道, 二舅莫要胡说, 大通商号是正家的, 如何能给他, 这有什么不行的, 正通淡然一笑, 从前经商是因为迫不得己, 咱们正家的人, 哪能世世代代代靠一个商号过活, 现在正牙正圆, 都有了更好的出路, 这商号将来送给亲儿玩耍, 也不算什么事,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林昭, 似笑非笑, 三郎你现在位置与从前不同了, 看事情要往远了看才是, 林昭若有所思, 像邢阳正氏这些士族, 哪怕经商二十多年, 骨子里还是看不起商业这个行当, 现在正家的第二代, 像是正牙正圆等人, 都跟着林昭谋到了一个官身, 也就是说, 正家不必再拘泥于大通商号, 于是正通便不怎么把大通商号看在眼里了, 而林昭, 目光确实有些停留在从前了, 不管正家未来走什么炉子, 这大通商号总是正家的东西, 林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这几年大通商号已经帮了青州太多, 他还要继续说下去, 正通一边抱着林青, 一边笑着看向林昭, 三郎现在应该考虑的, 不是大通商号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正大官人淡淡地说道, 如今三郎的势力渐渐成了, 经过这一次与泛阳叛军之战, 全天下人都会把三郎看在眼里,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三郎以后更要着眼于天下, 不能把目光只放在青州一地, 更不能把一个商号看在眼里了, 林昭微微皱眉, 没有说话, 青州势力发展到现在, 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更确切地说, 是被人一步步逼到这个地步的, 如今猛一回首, 他这个青州总管, 已经站到了很高的高度, 但是他的思想, 还没有跟着到这个高度, 正通看着自己的这个大外甥, 压低了声音, 三郎你已经是拥兵一方的诸侯, 便不想着哪天更进一步, 林大总管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伸手把自己的儿子抱在怀里, 缓缓开口,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先把康东平赶出长安城, 再考虑日后的事情, 说着, 林昭看向正通, 声音有些晦瑟, 我知道二舅看李家人不舒服, 即便是我, 也觉得当今天子实在是百无一用, 但是事实是, 李家明心未失, 林三郎声音平静, 开口道, 康东平以武力入主长安城, 如果他当初是自己称帝, 而不是扶持了一个李家的傀儡上台, 这会儿, 他多半已经被人赶出关中了, 可即便如此, 他进长安没有多久, 关中还是出现了一支异军, 来反抗范阳军的暴行, 到现在, 长安城里的那个所谓的六皇子李记, 已经称帝半年有余, 可天下人心中的李皇帝, 仍旧是西川的那个李皇帝, 林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我在青州, 能够这样顺风顺水, 很大程度是因为身上这个青州行军总管的头衔, 如果没有这个头衔, 青州决然不可能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麾下的文官武将, 也大多是因为这个名头, 才实心诚意地跟着我做事情, 他缓缓摇头, 二舅, 现在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只会是自掘坟墓, 郑家人, 或者说郑温这一支的郑家人, 因为当年郑温的事情, 对李州皇室一直不满, 如今天下大乱, 郑温当然会想着改朝换代, 但是林昭不能这么想, 最起码现在不行, 他麾下的文官沈辉, 武将齐盛等人, 都是大洲的官吏, 因为要讨伐叛军, 才会跟着林昭一起做事, 如果林昭生出了别的心思, 现在的青州势力, 很可能会从内部攻减, 因此, 郑通的这种想法, 是不现实的, 如今, 想要做大做强, 就必须要高举尊王平贼这面大旗, 来扶保朝廷评判, 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 但是明面上这面保王大旗, 必须要举起来, 不然绝对会第一个出局, 就像另一个世界的原公路那样, 听到了林昭这番话, 郑大官人低头想了想, 然后有些洒脱的笑了笑, 罢了, 这种事应该是三郎你去想, 我这个老头子就不掺和了, 不管怎么说, 李家经过这一场劫难, 必然元气大伤, 几代人都未必能缓过来, 郑家的小子们跟着三郎你, 混口饭吃总不是问题, 这话倒是实话, 即便康东平的范阳君, 现在凭空消失, 李皇帝重新回到长安城, 天下也会陷入弱干强制的局面, 到时候一定会演化为藩镇割剧, 在中央孱弱的情况下, 各地的军头们不会再去买他李家人的账, 而他林三郎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几个军头之一, 林昭笑了笑, 没有再开口接话, 这会儿车队已经快到青州军, 他把怀里的儿子抱了起来, 打开了马车的车帘, 指着前面的那个大成, 对着怀里的娃娃笑着说道, 儿子快看,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小家伙睁着大眼睛, 看向自己眼前这座已经算是很大的大成, 城门上写着青州两个大字, 他这会儿还不到三岁, 自然是不认得自的, 看了一会儿城门之后, 便把脑袋缩了回来, 抬头看着这个把自己抱在怀里的男人, 也不知这小家伙是怎么想的, 盯着林昭看了一会儿之后, 竟然磕磕巴巴地开口说话了, 爹,爹, 林大老板愣了愣, 然后一把把小家伙抱了起来, 先是亲了一口, 然后放在了自己肩膀上, 开怀大笑, 好儿子, 进了青州之后, 林昭一家人很快在总管府里安置下来, 这座总管府是他做了青州总管之后另建的, 地方比原先的刺师府大上了许多, 比他们一家原先在长安永兴方的宅子, 更是不知道大出多少, 毕竟这里不像长安城那样寸土寸金, 自然也就舍得地方, 到了宅子里之后, 林昭把林二娘领到了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里, 帮着把她的东西搬下来放好之后, 林昭垂手站在自己母亲身边, 微微低头, 阿娘,儿子有些事情要去处理, 您在这里稍等片刻, 儿子处理完事情之后, 就回来陪您说话, 林二娘微微点头, 伸手拉住了自己儿子的衣袖, 开口道, 你要做事情, 微娘不打扰你, 但是你, 先跟微娘说清楚, 你跟那崔姑娘是怎么回事, 林二娘轻轻错眉, 我刚问她了, 她说她至今还没有入门, 人家一个姑娘家, 在青州跟了你一年多, 哪里能这样无名无分, 她语气有些埋怨, 更何况还是亲和崔氏的姑娘, 与崔家还有亲, 我一个姨娘就是出身亲和崔氏, 可不能委屈了人家姑娘, 林二娘说的姨娘是指她父亲, 也就是郑温的妾室, 郑温当年未及人臣, 自然不会只有一个夫人, 事实上郑温的原配夫人早死, 包括郑通, 郑瑶, 郑茂, 以及林二娘这些子女, 统统都是妾室所出, 没有一个是嫡出的, 以郑温当年在朝廷的地位, 那一个亲和崔氏的姑娘, 为妾并不是什么男士, 可即便如此, 郑温所那的那个崔家姑娘, 也是个旁知的, 并不是崔氏嫡系的姑娘, 林昭低头叹了口气, 开口道, 阿娘, 当初是只请她受了冰灾, 辗转流落到青州, 被儿子救了, 相处时间久了, 才见生情愫, 只不过, 她是大户人家出身, 不能就这么没名没份的, 让她跟了我, 现在她父亲还在贝州, 贝州暂时被叛军站着, 儿子准备过两个月, 带兵去亲和, 将崔家人搭救出来, 再跟她父亲提起这件事, 林儿娘闻言, 先是点了点头, 然后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我听你舅舅说, 我儿离开长安几年, 现在已经大有出息了, 既然这样, 也不必顾及什么门妹, 尽早去崔家, 把这件事给办了, 说到这里,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微微叹了口气, 这姑娘不错, 知书达理, 也很懂规矩, 只可惜, 只能给她一个妾室了, 后世常有三妻四妾的说法, 便常有人传一个正妻两个平妻的说法, 事实上从古至今, 一直都是一夫一妻多妾之度, 诸侯无二嫡, 即便是在如何尊贵的身份, 也只能有一个正妻, 所谓平妻, 是清朝时候, 一些商人在外地索取女子的说法, 名字叫平妻, 本质上仍旧是妾室, 而在如今的大洲, 是没有平妻这个说法的, 也就是说, 不管崔子晴是何种身份地位, 只要入得林家的门, 便只能是妾室, 林昭苦笑道, 儿子也是考虑这一点, 所以才迟迟没有将芷晴纳进门, 不管怎么样, 林二娘瞥了林昭一眼, 开口道, 不管怎么样, 坦然是你明媚正娶的妻子, 不许你动什么歪心思, 她这几年一直照顾为娘, 你要是敢对不住她, 我便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当初在越州的时候, 谢旦然就跟林二娘关系极好, 两个人情同母女, 后来到了长安之后, 谢旦然先是常常来陪伴林二娘, 入门之后, 更是侍奉在身边寸步不离, 两个人不是母女圣似母女, 感情不是刚见面的催脂情能笔的, 林昭连忙摇头, 阿娘这是什么话, 孩儿不敢有别的心思, 那就好, 林二娘伸手抹了抹林昭的脑袋, 又认真打量啊林昭几眼, 微微叹息道, 我儿这两年憔悴了许多, 人也晒黑了不少, 好了, 知道你有公事要忙, 且去吧, 莫要耽搁了正事, 林昭点了点头, 正准备起身告辞, 忽然看到林二娘欲言又止, 她便再一次低下头, 开口道, 阿娘还有什么事情交代, 林二娘神色复杂, 低头叹了口气, 听你舅舅说, 你就要当朝廷的大官了, 林昭点头, 对着林二娘笑道, 是有这么一回事, 前不久, 孩儿在帝州大胜叛军, 用不了多久, 朝廷的风上应该就会下来, 林二娘再一次点头, 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看向林昭, 沉默许久之后, 才缓缓说道, 朝廷里的事情, 微娘不是很懂, 但是当年你外祖的事情, 微娘是亲身经历过的, 她再一次伸手抹了抹林昭的脑袋, 亲声道, 不管做什么官, 做什么事, 多想一想你外祖, 莫要走了她的老路, 林二娘少年的时候, 家中遭逢大便, 把她一生的经历彻底改写, 如今她的儿子也跟父亲一样, 要在朝廷里做大官了, 她心里自然有些担心, 林昭低着头, 站在母亲身边, 笑道, 阿娘放心, 我远没有外祖那样醇厚, 不会轻易给人害了的, 那你去吧, 林二娘脸上露出笑容, 时逢乱世, 咱们一家人, 也算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听说南方渐渐也不太平了, 三郎有时间, 可以去一趟越州, 她说到这里, 见林昭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便叹了口气, 去越州, 把你父亲接到青州来, 林昭点头, 这个是自然的, 等过段时间, 青州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 孩儿就派人到越州去, 只是, 林大老板微微欠身, 只是孩儿记仇, 接父亲来可以, 林和林昭两个人, 就让他们待在越州吧, 说吧, 林昭对着母亲攻身行礼, 然后退出了一个小院子, 离开了这个院子之后, 他一边迈步, 走向自己的书房, 一边对着身边的下人冷声道, 去, 把赵府平叫来见我, 赵府平是当初跟着齐盛, 一起从朔方来的二十多个青州人之一, 齐盛任青州将军, 这个赵府平就是青州副将, 现在齐盛跟着沈辉一起北上青州, 收拾青州残局去了, 林昭想要动兵, 自然要把他换来, 青州军大营在青州城外, 林昭下令之后, 过了近一个时辰, 一个一身铁甲的大汉, 才匆匆进了总管府, 扑通一声半跪在林昭面前, 声音如同闷雷, 末将赵府平叩见林帅, 刺使林三郎坐在书房的主位上, 神色阴沉, 他抬头看了赵府平一眼, 缓缓说道, 令你带五千青州精锐, 立刻北上苍州与齐盛会合, 围杀泛阳军叛军, 今后, 你便留守苍州, 严守苍州门户, 禁止任何叛军入我境内。